第七代五十五章一巴掌山背公主 此刻在浩天学院西州分院的一号修炼室外 叶军林刚要进入其中 一道清冷的声音便从他背后传来 这间修炼室你没资格进入 刷叶军林停住脚步转身扫去 在叶军林的身后站着一位身穿素衣 身材高挑长相精致冷艳的女子 浑身散发着一股无形的寒意 有一种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我没资格进 难道你有资格进 叶军林扫了一眼这女子冷横道 这 那三长老健壮刚要开口劝解 结果那女子便冷冷的吐道 没错 这一号修炼室乃是我的专属修炼室 专属修炼室 叶军林眉头一皱 冷到谁定的 院长 没有人定一号修炼室 实力够强才有资格拥有 那女子直接无视叶军林朝这一号修炼室而去 是吗 那不好意思了 以后这间修炼室便是我的了 叶军林摸落摸鼻子 猛的一步踏出 挡在那女子面前冷喝道 此刻现场聚集了不少学员 而当他们听到叶军林的话 都是一脸惊恶不已的表情 子子竟敢和穆公主争夺一号修炼室 这胆子太大了吧 穆燕尔乃是西州第一美人 更是西州分院所有学员心中的女神 除此之外 穆燕尔更是天赋异禀 拥有着天品元气 而且还是西州第一王朝 西夏王朝的公主 身份尊贵 正因为这种种原因 就算穆燕尔霸占着一号修炼室 也无人敢说什么 更无人去和他争抢 但如今竟然有人打破这个规矩 要和穆燕尔争夺一号修炼室 自然让人震惊 当然他们并没有见到 叶军灵斩杀许军的场面 不然可能就不会这么震惊了 刷 穆燕尔看着叶军灵 神色一冷 身上弥漫着一股冷冽刺骨的寒意 小子 明朗冒出来的 竟敢和燕尔争夺一号修炼室 漠然 一道霸道的和尺声传来 一位身躯剑朔 散发着强大气场的男子出现在这 一双眸子闪烁着不善的寒芒 盯着叶军灵 是云和 他可是穆燕尔的头号追求者 还是西州分院 仅次于那个变态的第二号天才 这么好的英雄就没机会 云和绝对不会放过 这下这小子惨了 此刻在场的血院议论纷纷 看着叶军灵纷纷摇头 而那三长老眼看着许军的惨状要重现 连忙上前说道 好了 大家不要吵了 他目光扫向叶军灵 叶军灵 我给你重新找个修炼室吧 不会比这一号修炼室差 不用了 我就要这个修炼室就行 叶军灵淡淡的说道 小子 你好大的口气啊 想要这号修炼室 那得看你的拳头够不够硬 云和盯着叶军灵喝道 肯定比你硬 叶军灵冷道 你 顿时云和怒视着叶军灵喝之道 好 很好 既然如此 那你敢不敢和我上生死擂台打一场 生死无论 随着云和这话一出 其他血缘都是一惊 生死擂台 那可是学院之中一旦有恩怨的双方生死较量的地方 一旦上了生死擂台 那基本只有一方能活着下来 生死擂台 叶军灵扫了云和一眼 对方冷道 没错 上了生死擂台 只能有一个人活着 你敢不敢 和和 对此 叶军灵冷笑一声 看着云和 你若想死 何必上什么擂台 我现在就可以成全你 刷 他话音一落 便要出手 但被三长老拦住了 叶军灵 不要冲动 三长老 不要拦着他 云和以为三长老是怕叶军灵送死 当即喝道 而三长老无语地扫了云和一眼 他很想说一句 我若不拦着 你已经是具尸体了 那个人不是杀死许少的人吗 这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血缘聚集于此 其中有人辨认出了叶军灵 很快大量的人认出 叶军灵就是斩杀许军的人 纷纷惊呼道 转眼间在场 所有人便都知道 叶军灵是那个秒杀许军 还被院长袒护的人 此时沐烟尔和云和 看着叶军灵的眼神 都发生了变化 许军是你杀的 云和盯着叶军灵 没错 你想去陪他吗 叶军灵冷道 你 云和还想说什么 被三长老呵斥住了 够了 云和 我现在命令你立刻回去 还有燕尔 你也立刻回去 随即 三长老看着沐烟尔说道 他很清楚 以叶军灵斩杀许军的实力 这两人根本不是叶军灵的对手 一旦他们继续合计对质下去 恐怕真就得死在这了 许军死不要紧 但这两人背后的势力都不简单 要是死了 那可就麻烦了 这时 沐烟尔注使着叶军灵 冷道 你杀了许军 不得不说很有勇气 但 啪 不等沐烟尔说完 叶军灵一个巴掌便扇了出去 直接将沐烟尔这位西州第一美人 给扇飞了出去 毫无怜香惜语 扑持 沐烟尔躺在地上 半边脸红肿 口中吐着血 一脸难以置信地盯着叶军灵 他身为西夏王朝的公主 从下养尊处优 身边竟是吹捧公卫之人 还从未有人敢对他动手 此刻 叶军灵一巴掌直接将他打猛了 在场其他人都一脸猛拳 混蛋 云和看着自己心爱的女神被打 更是暴怒成一头狮子 就要冲上去 但被三长老拦住了 而叶军灵删完这一巴掌 头也不回地进入了一号修炼室 他可没时间和这些人浪费 现在他要抓紧一切时间提升实力 找到抓走母亲之人 将母亲救出来 很快西州飞远新一届血缘钢禄院便杀了许军 顶撞大长老打脸木烟 抢夺一号修炼室的消息便不进而走 迅速传开了 叶军灵一下子成为了整个西州分院的名人 转眼间 一天的时间便过去了 一日一道冰冷的怒吼声 打破了平静的西州分院 那个叫叶军灵的 给本殿下立刻滚出来 这道怒吼声传入一号修炼室中 叶军灵双模一睁 眼中露出一抹寒芒 第七来五十六章力战汪超强者 此时西州分院 一号修炼室外 聚集着大批的人 这些人身穿统一的金色盔甲 手握力人 气势凌厉 而若是有熟悉西州的人 一眼便可看出来 这群人乃是西州第一王朝西夏王朝的禁卫军 这些禁卫军的人实力最低都达到了五行径 其中有着数十位化丹镜强者 还有两位洞天镜的强者 在这禁卫军的最前方 站着一位高高在上 悟空一切的青年 他正是西夏王朝大殿下穆天峰 未来的王储继承人 刚才那道怒吼声 正是他发出来的 来人 别我闯进去 将那个欺负我妹妹的混蛋揪出来 惊日本殿下要让他不得好死 穆天峰一脸强势的喝道 大殿下 这里乃是浩天学院 可不是你们西夏王宫 由不得你们乱来 这是那二长老和三长老 带领着一群学院护卫出现在这 看着穆天峰一脸不满道 虽然穆天峰身份尊贵 但他带着静卫军强闯西州分院 这无疑是在打浩天学院的脸 两位长老 我西夏王朝的公主 在你们学院被人打了 本殿下还没找你们算账呢 虽然你们浩天学院 是九天大陆第一学院 但在这西州 我西夏王朝才是最大的 今日你们若不给本殿下一个交代 此事没完 穆天峰扫了一眼两位长老 一脸强势的喝道 大哥 你带着静卫军来这干嘛 这时穆燕儿出现在这 对着穆天峰叫道 妹妹 云河告诉我 你被人给欺负了 我怎么能不来 你不用怕 有大哥和父王给你撑腰 今天我一定把打你的那个人 碎石万短 穆天峰一脸杀气的说道 大殿下 我劝你最好马上带着人离开 不然 当即二长老面色一冷 而他还未说完 一道身影便出现在他面前 说道 二长老 三长老 此事乃是那小子和西夏王朝之间的事 我们还是不要插手为好 不然惹怒了西夏王朝 等院长回来 我们可不好交差 这人正是大长老 而两位长老还想说什么 那大长老便对穆天峰说道 大殿下 此事我们浩天学院不会插手 你想如何处置伤害穆公主的人 随你的便 好 穆天峰神色一冷 贺道 来人 锅躁 刹那间 一号修炼始终 一道蕴含无尽杀意的爆合声传了出来 砰 一号修炼时的门瞬间粉碎 一道身影急射而出 化作一连串残影 出现在穆天峰面前 一拳朝着他轰杀而去 这人正是叶军林 大哥 小心 穆燕尔神色一变 他一步踏出 爆发出滔天的冰属性元气 朝着叶军林轰击而去 锁过之属空间直接临风 但叶军林这一拳 却是势不可挡地将穆燕尔的冰属性元气 统统摧毁掉了 扑持 当场穆燕尔口吐鲜血 整个人被叶军林的拳头轰飞出去 这时西夏王朝禁卫军中的数位五行径 和化丹径强者 齐刷刷地朝着叶军林轰去 他们一个个爆发出不同属性的元气 汇聚在他们的利剑中 形成恐怖的攻势 轰隆隆 瞬间 叶军林的拳头便和他们的利剑轰击在一起 传出无尽的爆炸声 破 叶军林眼中闪烁着冷芒 一身的禁忌之力席卷而出 催枯拉朽半将这些利剑全部轰成基本 砰砰砰 随即这些五行径和化丹径的强者 便全部飞了出去 一个个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吐这些 而叶军林这一拳的威势 虽然减弱了大半 但依旧势不可挡地朝着穆天风轰去 此刻穆天风整个人都僵硬住了 被叶军林这一拳的威势给震慑住了 磅死 漠然两道力和声响起 在穆天风身后 两位动天径强者 各自一掌朝着叶军林轰去 动天径强者一出手 所散发出的威势 乃是五行径和化丹径强者难以相提并论的 他们一出手 空间粉碎 骇然的威压朝着叶军林层层叠加的镇压而去 砰 叶军林的拳头和这两位动天径强者的力章 轰击在一起 传出一道惊天巨像 卡卡卡 他们脚下的地面全部粉碎开来 四周的一切通通被摧毁了 就连那些学员都被全部轰飞了出去 若非那浩天分院的三位长老及时出手 恐怕这些学员都将惨死在这一击之下 登登登 这一击之下 叶军林身子暴退 而那两位动天径强者身子一颤 气血沸腾着 他们眼中露出惊异的目光盯着叶军林 显然他们没想到叶军林的一拳竟如此强悍 能让他们气血沸腾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此刻那三位长老看着叶军林所展现出的实力 也是震撼不已 要知道就算是浩天分院最强那位妖孽天才 如今也不过能和华丹径强者对抗 但叶军林却能以一敌二对抗两位动天径强者 虽然他被击退了 但看起来并未受太重的伤 这份战力实属妖孽 地品元气 果然可怕 二长老看着叶军林喃喃自语道 该死的混蛋 你竟敢对本殿下下手 这时沐天风回过神来 惊出一身冷汗 看着叶军林怒吼道 你们两人立刻将他拿下 本殿下要将这小子碎石万段 沐天风直接对着那两位动天径强者命令道 是 这两人点了点头 朝着叶军林冲去 住手 沐天风院的二长老和三长老纷纷叫道 他们便要出手低档 但此刻一股可怕的威压却笼罩着他们 让他们寸步难行 而这股威压正是来自于大长老 大长老 你做什么 二长老看着大长老喝道 我虽然答应院长不对那小子动手 但别人要杀他 那可就不关我的事了 大长老冷冷地盯着叶军林 大长老 你可知他的身份 他若出事 院长甚至是整个浩天学院都不会放过你的 那三长老对着大长老怒喝道 就在他们三人说话间 两位动天径强者已经出现在叶军林面前 各自一击朝着爬轰杀而去 这一击 他们没有任何留守 爆发出各自最强的力量 不 那二长老和三长老面色大便嘶吼道 少主 主 主人 这是肖战 九幽公主等人出现在这 纷纷大叫道 而叶军林看着这两位动天径强者攻击而来 神情无比淡定 他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抹恶魔般的笑容 第761张 你想英雄救美 啪 此刻 叶军林抓着徐强林 一巴掌直接扇在他的屁股上 传出一道清脆的响声 而徐强林顿时面子羞红 瞪大着眼睛看着叶军林 你 还挺有弹性的 叶军林撇了撇嘴 至于在场其他人看到叶军林这略显流氓的举动 都是一脸惊恶的表情 但没人敢说什么 混蛋 顿时徐强林大怒道 疯狂催动体内的力量欲要挣扎 还敢反抗 叶军林双眼一瞪 直接就是十几个巴掌 扇在徐强林的屁股上 没有一点怜香惜玉 啪啪啪 随着一连串巴掌声响起 徐强林直接被打敌满脸通红 羞愧难当 到最后他甚至嘴中 情不自禁地发出一道让人遐想的声音 而叶军林听到徐强林这叫声 一股热血上涌 诧异地看着这女人 他没想到这女人竟然还被打出了感觉 难道这女人有受虐倾向 混账快放开如林 就在这气氛略显尴尬之时 一道怒吼声传来 虚空中一位青年踏空而来 那青年看着叶军林抓着徐强林 甚至还挥手打着其私密部位 顿时怒火万丈 双眼喷火式地盯着叶军林 风雷格少主 袁天棒看着这青年 一脸惊叉道 你想英雄救美 叶军林瞥了一眼 这青年冷道 那凉快那呆着去 刷 顿时这青年面色一沉 看着叶军林怒吞道 小子 本少乃是风雷格少主 我命令你立刻放开如林 否则我会让你生不如死的 风雷格少主 随着这五个字一出 在场众人都是一惊 风雷格可是九天大陆一等一的超级宗门 和浩天学院乃是属于同一个级别的存在 而风雷格少主 那可是站在九天大陆金字塔顶端的权贵公子 风雷格 什么玩意 叶军林听到对方自曝身份 却是撇了撇嘴 丝毫不在意 你 顿时这位风雷格少主怒使着叶军林 周身爆发出滔天的雷霆气息和飓风气息 一时间 这帮空间凝聚出已到达雷霆和狂暴的风暴 一副世界末日降临的架势 显然这位风雷格少主和徐如林一样 都掌握着双属性元气力量 念号 此时和你无关 不用你多管闲事 这是徐如林对着面前的风雷格少主教导 哟 你这是在护着我吗 叶军林看着徐如林微微一笑 而后者冷冷地瞪着他 你刚才对我的羞辱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但不是借他人之手 还挺有傲气的 对此 叶军林呵呵一笑 而念号看着徐如林叫道 如林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杀了这混蛋 这位风雷格少主一直都在追求徐如林 如今看到叶军林对徐如林做出此等流氓之事 他自然不可能放过叶军林 轰隆隆 刹那间 念号施展出风雷格绝技 滔天的雷霆和风暴汇聚在一起 化作一道恐怖的雷霆风暴 高达万丈 宛如一条晴天巨龙 朝着叶军林浩浩荡荡的冲去 这一击 足以镇压戒御静强者 而叶军林见状神似一冷 他将徐如林扔在一边 看着念号 既然你想死 那我便成全你 竞技风暴 瞬间 另外一道风暴诞生 而这风暴一出 便散发着毁灭的气息 轰隆隆 当场叶军林施展的竞技风暴 就和念号的雷霆风暴 轰击在一起 两股恐怖的风暴 交织在一起 传出无尽的爆炸声 最终在这可怕的能量冲击之下 念号的雷霆风暴 被强势碾压 怎么可能 念号面色一变 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刷 而就在他震惊之时 叶军林的身影 穿过那风暴 出现在他面前 握着琥珀魔刀 就朝着他斩去 顿时念号 瞳孔一缩 就要出手抵挡 但这时那禁忌之语诞生 直接压制住了他 让他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叶军林 追剑斩来 混账 关键时刻 苍穹之上 一道雷霆爆和声响起 一道无匹的雷霆 破空而来 朝着叶军林 强势劈去 而叶军林神色一冷 丝毫没有在意那道雷霆 握着琥珀魔刀 狠狠斩下 扑斥 念号这位风雷格少主 直接被叶军林一箭斩杀 而他自己同样 被那道雷霆击中 直接飞了出去 扑 叶军林落在地上 半跪在地 琥珀魔刀插在地上 涂出一口心红的鲜血 这道雷霆威力之强 直接让叶军林 肉身受到重创 若被他肉身够强 再加上魔神战甲的护体 恐怕他现在 已经被轰成渣渣了 灭仗 你竟敢杀我儿 这时虚空中 传来一道鲍和声 一位中年男人 默然出现 散发着雷霆之威 一脸杀气的盯着叶军林 而他正是风雷格格主 念无常 去死吧 念无常没有任何犹豫 一掌朝着叶军林轰去 他这一掌轰出 直接让天地变色 空间完全凝固住了 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一股强烈的窒息感 神话性 袁天棒神色一变 一脸凝重地说道 这位风雷格格主 一身实力 已经达到了 戒御境之上的神话境 达到此境 已经站在九天大陆 甚至是整个 玄天宇的金字塔顶端了 念阁主 息怒 关键时刻 另外一道身影出现在这 出手挡住了 念无常这一掌 师尊 院长 徐如玲和袁天棒 看着此人纷纷叫道 他正是浩天学院院长 公孙默 公孙默 你什么意思 念无常怒使着公孙默 杀气腾腾 念阁主 犬子之死 我感到很抱歉 但 公孙默刚开口 念无常便喝道 本阁主不想听废话 他今天必须死 轰隆隆 随即念无常再次出手 他先是朝公孙默攻击而去 而后一道分身冲向夜君灵 强势面杀 乾坤鼎 夜君灵目光一鸣 将乾坤鼎爆发了出来 轰 随着乾坤鼎一出 念无常这道分身当场就被轰爆了 扑齿 随着分身被毁 念无常一口鲜血吐出 而这是公孙默一掌趁机攻出 将气给击退了 念阁主 你已受伤 还要继续打吗 公孙默开口道 小子 本阁主记住你了 而念无常一脸森冷地杀了夜君灵一眼 直接转身离去了 随后公孙默来到夜君灵面前 开口道 看来我还是太小看你了 不仅连如灵和念浩这样的双属性原者 不是你对手 连念无常的一道分身 你都能说灭就灭了 谢谢夸奖 夜君灵撇了撇嘴 随我回总院吧 浩天学院会全力培养你的 公孙默直接说道 不了 我觉得还是待在这分院比较好 夜君灵直接拒绝了 之前他或许会答应前往浩天学院总院 借助那里的资源来提升实力 但就在刚才小钱告诉他 乾坤鼎第三层和第四层都已开启 有了这乾坤鼎第三层和第四层中的资源 他又何必跑去什么总院修炼 呃 公孙默看着夜君灵拒绝 一脸错愕 哈哈 公孙老头没想到 你又被人给拒绝了 这时一道大笑声响起 楚光走了过来 看着夜君灵吐到 兄弟 没想到在这西州分院 除了我 还有人会拒绝这个老家伙 我很欣赏你 以后你就是我楚狂的兄弟了 此刻听到楚狂这话 公孙默有些尴尬 之前他来邀请楚狂加入总院就被拒绝了 没想到如今又在这西州分院被人给拒绝了 他和这西州分院是相克吗 公孙城目光不如地扫了袁天放一眼 让后者这位西州分院院长十分尴尬 我还是希望 你能好好考虑一下 毕竟那风雷阁阁阁主随时还会再来 若你去了总院 他便不敢对你出手 公孙默看着夜君灵继续说道 不用考虑了 夜君灵直接摆了摆手 而公孙默见状也只能无奈地说道 那好吧 你若改变主意 随时来总院找我 如临我们走吧 随即公孙默就要带徐如临离开 但这时夜君灵开口道 你可以走 但他得留下 他的手指向了徐如临 徐如临神色一宁 盯着夜君灵 你还想干什么 你还没臣服于我 怎么能走 夜君灵冷横道 刷的一下 徐如临面色一沉 死死的盯着夜君灵 而一旁的公孙默看着夜君灵 如临乃是我的清传弟子 你让他臣服于你 怕是不太好 好 我可以臣服于你 突然徐如临开口道 随之他神色一冷 盯着夜君灵 只要你不怕我随时都会杀了你 我可以臣服于你 杀我 夜君灵玩味一笑 道 你可以随时杀我 但你若是失败了 那我可就 啪啪啪 陡然夜君灵身子一闪 出现在徐如临身旁 又是数个巴掌 打在他的屁股上 传出清脆的声响 你 徐如临又羞又怒地盯着夜君灵 你若杀不死我 这就是我的惩罚 欢迎随时来杀我 夜君灵轻轻一笑 如临 而公孙默还想说什么 徐如临直接说道 师尊 你先回去吧 我没事 随后公孙默对着袁天棒叮嘱了几句便离开了 兄弟 你还真是牛逼 这时楚狂对夜君灵竖起了大拇指 随即说道 走 我们去喝几杯 好 夜君灵点了点头 接下来 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那西夏王朝剩下的大军 也是早就逃走了 而夜君灵和楚狂喝完酒 便回到自己房间 进入了乾坤顶第三层 在这第三层中有着大量的元氏和元金外加天才地宝 都是元者修行所用的资源 随即他又进入了第四层 在这第四层中 同样是一大堆的修炼资源 但比第三层的更加恐怖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着各种有关于阵法 丹道 练气等方面的功法秘书 这些东西若是让阵法师 炼丹师和练气师看到绝对会兴奋的睡不着觉 聚原阵法 夜君灵看着这其中一门阵法 眼中闪烁着金芒 这阵法正是西州分院修炼史中 所使用聚集元气的阵法 但比其更加恐怖 一旦此阵法施展开来 可让自身的修行速度增加千倍 堪称恐怖 当即夜君灵便对这阵法产生了兴趣 而以他的悟性 三个时辰便掌控了此法 接下来 他直接用乾坤鼎中的资源 布置处理一座菊原大阵 轰隆隆 随着这大阵布置成功 直接爆发出滔天的元气 接下来夜君灵将四师姐等人全部叫来 让他们一起待在这菊原阵法中修炼 而就在夜君灵一行人疯狂提升实力之时 在这大千未免各大新狱之中 禁忌之主就在三品新狱玄天狱中的消息 已经迅速传开了 一时间 七品以上的各大新狱中 无数宗门 圣地 家族 皇朝皆是派出乡者前往玄天狱 欲要灭杀或者捉禁忌之主 而在某处 一位青年坐在这喝着茶 一脸悠闲的样子 公子 如今各大势力都已赶往了玄天狱 我们是否要出手 在这青年身旁的一位黑山男子询问道 此子不仅是夜族血脉者 还是新愚人禁忌之主 想要他死可没那么简单 青年端起一杯茶水 轻轻地抿了一口 那公子打算如何 黑山男人询问道 听说这小子很重情 那就用他最在意的人来对付他 青年放下茶杯 微微一笑 让人不寒而栗 第762张水感动少主 一个星期转瞬即逝 九天大陆 西州分院外 突然出现一道身影 从天而降 直接爆发出滔天的雷霆力量 朝着整个西州分院轰杀而去 不好 大家小心 这时袁天放身子闪现而出 看到坠目 面色一变 连忙调动一身力量抵挡 结果这道雷霆当场就将他的身子给轰爆了 随着这雷霆力量蔓延开来 整个西州分院直接被摧毁大半 大量血缘直接惨死 刷 徐如灵身子一闪出现在这 看到坠目 神情无比难堪 他注视着虚空中的那道身影 冷冷的喝道 风雷格格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要公然和浩天学院位敌吗 这位突然对西州分院出手的人 正是之前离开的风雷格格主 聂无常 你们这些浩天学院的家伙 就陪着那小子一起去死吧 聂无常怒喝一声 他直接爆发出全部的力量 朝着西州分院红杀而去 轰隆隆隆随着聂无常爆发出神话镜强者的全部力量 骇人的雷霆力量笼罩着整个西州分院 此刻在这分院之中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死亡气息 他们眼中露出绝望之色 徐如灵的脸色同样十分难看 但他并未退缩 而是催动全力朝着聂无常攻击而去 轰 虽然徐如灵将其感悟的兵属性力量和空间属性力量一起爆发了出来 但在强大的境界差距面前 他纵然天赋一柄 也无法挽回这差距 扑持 瞬间 徐如灵的身子就被轰飞了出去 人在空中便疯狂吐醒 刷 就在徐如灵的身子即将倒地之时 一道身影从西州分院中冲了出来 一把抱住了他 你 徐如灵抬头看着抱住他的人 神色微微一变 此人正是叶军灵 怎么样 死不了吧 叶军灵看着徐如灵吐叨 而徐如灵正想感谢一般 结果听到对方这话 顿时没好气道 放心 死不了 那就行 叶军灵撇了撇嘴 而徐如灵突然叫道 你的手往哪抓呢 呃 这时叶军灵才注意到 他刚才抱着对方知识 右手正好巧不巧地抓在其傲人所在 怪不得这么软 叶军灵嘟囔了一句 随即松开了徐如灵 后者则是一副药吃人的眼神盯着他 这混蛋先是打人家屁股 如今又惜凶 徐如灵此刻恨不得将叶军灵这混蛋大谢八块了 混蛋 去死吧 这时念无常看着叶军灵杀气暴涨 疯狂朝着他攻击而去 不好 与此同时 正在浩天学院总院中的公孙默猛的睁眼瞬间消失在原地 而此时叶军灵看着念无常 等到你来得到正是时候 省得我去找你了 轰 他说完便一拳轰出 虚空当场炸裂 刹那间 叶军灵这一拳 就将念无常爆发出的雷霆力量给轰灭了 刷 顿时念无常神似一变 他这一击就算是同为神话精的强者都难以抵挡 却被叶军灵一拳轰灭 这怎么可能 不等他有太多震惊时间 叶军灵这一拳势不可挡朝着他轰杀而止 砰 当即念无常本能的出手抵挡 两者的拳头轰击在一起 传出一道门响 扑 瞬间念无常的拳头就被叶军灵给轰爆了 而他整条手臂都炸裂开来 念无常面色狂变 疯狂后退 但叶军灵这一拳 却是如摧枯拉朽般朝着他攻击而来 砰 最终叶军灵一拳轰在念无常身上 将他全身防御摧毁掉了 接下来 一道轰鸣声响起 念无常整个身子都爆炸开来 尸骨无存 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的公孙默看到了 他整个人都是瞳孔一缩 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叶军灵 你 你踏入神话镜了 神话镜 叶军灵目光闪烁着 他这一个星期 借助那巨猿大镇 和乾坤顶中无数的修炼资源 一身实力暴涨到了何种地步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 他怎么会这么强 此刻 徐如玲看着叶军灵一拳秒杀 神话镜的风力哥哥主 内心震撼万分 这一刻他那个高傲的心 直接被叶军灵妖孽的实力给记得粉碎 甚至他对叶军灵产生了一丝莫名的崇拜 轰 轰 轰 就在这时 九天大陆的苍穹之上 突然传出无尽的轰鸣声 接下来 这个世界的苍穹开始崩塌 整个天都好似要它了 当即整个九天大陆的猿者都震惊到了 随后在他们震撼的目光之中 大批气势如虹 散发着无上威压的强者 降临于这个世界 这些强者 每一个都散发着足以碾压九天大陆的气势 他们好似一群高高在上的神灵降临凡间 让这世界的人毫无反抗之力 叶军灵注视着这些人 眉头一皱 小子 你的麻烦来了 毁灭雷铃的声音响起 这些人 竟然全部都是朱天井之上的强者 此刻公孙默看着这些强者呆之住了 他们每一个人的实力 都超越了玄天与最强境界的半仇 可谓是害人之急 禁忌之主 终于找到你了 这时 这些强者的目光 全部不由自主地扫向叶军灵 一个个杀气凛然 而他们正是来自这大千卫免 各大超级宗门势力中的强者 此行目的就是为了诛杀禁忌之主 当然其中不少人则是因为叶军灵 叶族血脉的身份 而要将其诛杀 总之叶军灵因为这两个身份 已经成了大千卫免大半个势力的公敌 你们都是来杀我的 叶军灵看着这些人一脸弹幕道 毫不怯场 没错 我们就是来送你上路的 因为气场十足 身穿金袍的男人一步踏出 看着叶军灵居高临下的河道 竞技之主 今日你必死 没错 你今天插翅难逃 杀了他 其他各大势力的领头人 纷纷看着叶军灵喝道 宛如阎王下达审判之令 禁忌之主 他竟然是禁忌之主 公孙莫神色一变 猛地看着叶军灵 而就在这各大势力 欲要诛杀叶军灵之时 一道爆和声传出 谁敢动少主 我九成大军不答应 轰轰轰 顿时虚空中 传来一道道轰鸣声 宛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刹那间 上百万全副武装 杀气凌厉的大军将领于此 他们每一个人的实力 都在戒御境之上 谁敢动少主 我龙氏商会不答应 随之 又有一道爆和声响起 虚空中再次降临大批强者 谁敢动少主 我暗榜不答应 下一秒 又有99位超级强者降临 第763章诛杀禁忌之主 混战爆发 这一刻 九天大路中 出现了三股强大的石榴 第一股乃是一支全副武装的百万大军 他们一个个杀气凌厉 宛如一群酒精沙坝的刽子手 不过这百万大军身穿九种不同颜色的甲州 看起来乃是九支大军合并二成 而在场各大超级宗门势力的人看着这九支大军 一个个面色一变露出震惊的目光 这不是八品星域严罗宇中那赫赫有名的九城大军吗 严罗宇乃是八品星域 而这个星域内的势力常年混战 每一天都会有数以千万的猿者牺牲 正因如此 整个严罗宇就是一个永不停息的战场 在严罗宇中 每一天都会有老势力覆灭 又会有新的势力崛起 但其中有这九股势力 却永远屹立于严罗宇中 这九股势力乃是严罗宇中九座古老的城池 它们分别是天书 天玄 天机 天拳 玉衡 太阳 遥光 以及仙罗和幽名九城 它们每一座城池 都有一只强悍无敌的大军 这就是九城大军 但以往九城大军只会待在严罗宇中 从未踏出过严罗宇 如今它们却出现在这 自然让这些超级势力震惊到了 而这第二股势力同样让它们震惊 因为它们来自于一个庞大的势力 那便是龙氏商会 龙氏商会 乃是这大千位面中最为强大的一个商会 它们把持着各大新域超过一半的修行资源 招揽着大批强者 可谓是财大气粗 但龙氏商会平时基本上除去交易买卖之外 便不会参与任何其他纷争 可如今它们却派出大批强者前来 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至于这第三股势力 同样让在场各大新域的势力强者震惊 这第三股势力虽然只有九十九个人 但这九十九人的威慑力 却丝毫不比九城大军和龙氏商会差 因为这九十九人皆是来自于暗榜 他们都是暗榜强者 暗榜这乃是大千位面中 一个极其神秘而恐怖的榜单 凡是未必暗榜者 无意例外都是身负各种神通绝技的顶尖强者 他们每一个都是游走在黑暗中的死神 一旦被暗榜强者盯上 纵然你身后有着强大的靠山 又或者有着大佬护佑 都难逃一死 尤其是暗榜前三十的强者 随便一位都能抗衡八品星域中 任何一个顶级势力 甚至暗榜前十者 能和九品星域中的强者一战 而暗榜总共才九十九人 如今却全部出现在这 也是让人感觉像是做梦一般 这一刻 在场那些想要诛杀叶军林的人 看着这九城大军龙氏商会 暗榜的强者齐刷刷的出现在这 一个个震撼连连 今日谁敢动少主 杀无赦 九城大军中为首的九位成主 全部一步踏出 齐声喝道 今日谁敢动少主 杀无赦 龙氏商会队伍中为首的一位 少父神色冰冷的喝道 而那九十九位暗榜强者中 为首的一位黑袍男人 一脸杀鸡的喝道 这一刻 在场各大宗门势力的强者 全部震撼连连 而那位身穿白袍的男人手指 向了叶军林有些不敢相信道 你们说的少主是他 没错 九城之主等人戏刷刷的说道 顿时在场各大势力的强者 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盯着叶军林 他们完全没想到这位竞技之主 竟然能调动九城大军和龙氏商会 甚至就连整个暗榜都出动了 这也太恐怖了吧 这不可能以他现在的实力 怎么可能调动得了你们 当即那位白袍强者无法置信道 少主 莫非此子背后的人是你们主人 这是有人意识到了什么 看着那九城龙氏商会 暗榜的人惊呼道 此刻叶军林目光扫向这九城 龙氏商会和暗榜之人 神色不断变化着 他的心中同样产生了一些猜测 不管他背后什么人 今日这禁忌之主都得死 莫然一位身穿金袍 充满帝王威压的中年男人冷喝道 他乃是来自于八品星域的顶级势力 九龙圣地之主九龙圣主 随着九龙圣主此话一出 其他各大势力强者 纷纷神色一领 点了点头 今日他们的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诛杀禁忌之主 因此就算有着九城大军和龙氏商会 还有暗榜强者阻挡 他们也得完成这个任务 主人有令 动烧主者 一律杀 九城之主一口同声的喝道 他们率领着各自大军 直接朝着这些宗门势力强者杀去 而后龙氏商会的强者和暗榜强者 全部出手 轰 轰 轰 一时间这来自七品 八品甚至是九品星域的强者 直接爆发了一场大战 这一战 大敌惊天动地 这时九龙圣主目光扫向夜君灵 他一步踏出 身上传出九道龙银之声 九条金龙直接冲了出来 朝着夜君灵强势轰去 随着这九龙气出 夜君灵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他整个人都被压制得无法动弹 这位九龙圣主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 完全超出了夜君灵的想象 轰 关键时刻 暗榜之中为首的那位黑袍强者 挡在夜君灵面前 握着一把黑色巨剑 斩杀了这九条金龙 暗榜第一 黑渊 九龙圣主神似一尘 盯着黑袍男人 洞少主者 死 这位暗榜第一的黑渊 直接持剑朝着九龙圣主杀去 轰隆隆 此刻 九天大路中传出无尽轰鸣声 害人的力量直接将这世界大敌之力破碎 就在这时 虚空中又有四道身影出现 他们四人一身实力深不可测 好似超脱这天地 没想到这个夜族血脉者 背后竟然还隐藏了一股 如此庞大的势力 能同时调动九城大军 龙氏商会和暗榜 看来不简单 这四人中的一位说道 他背后视力越是恐怖 他越的死 不然等到他血脉彻底觉醒 那死的就是我吗 另外一人冷冷的喝道 没错 其余两人纷纷点头 随即 他们四人目光全部注视着夜君灵 顿时夜君灵感受到了一股莫大的压迫感 当场一口鲜血突出 而后这四人一起出手 朝着夜君灵轰杀而止 少主 这时九城之主 龙氏商会少府和那黑院皆是面色一变 想要前去阻挡 其他各大势力强者健壮 奔奔拼死拦住了这几人 阻止他们前去相救夜君灵 轰隆隆 瞬间 这四人的攻击便已经降临在夜君灵面前了 第764章浩天传承 死亡之骨 难道我就要这么死了 随着这四位制强者的攻击降临 夜君灵极其不甘心的怒吼道 轰 关键时刻 九天大陆的中心 突然传出一道轰鸣声 一道刺眼的光芒直接及时而来 瞬间 这道光芒便出现在西州 化作一座古老的宝塔 笼罩着夜君灵 挡住了这四人的攻击 轰隆隆 这四位制强者的攻击落在这座塔上 传出一连串巨响 却没有撼动这座宝塔分毫 怎么可能 那四人神色一变 盯着这座宝塔 不可思议到 以他们四人的攻击 莫说是一座塔 就算是九品星雨中的那些质宝也难以扛得住 但如今这区区三品星雨中出现的一座塔 竟然能挡得住他们四人的攻击 自然让他们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浩天塔 怎么会 此时公孙默看着这座护住夜君 灵的宝塔 当即神似一变 震惊到 师尊 这塔不是 那徐如灵看着这座宝塔也是一惊 因为此塔乃是浩天学院的镇院至宝 一直待在浩天学院中 名为浩天塔 传言此塔乃是浩天学院开创者留下的 塔中蕴含着它的传承 但至今为止 无人能进入浩天塔中 如今浩天塔突然出现在这 自然让公孙默和徐如灵十分震惊 这是在场其他各大势力强者和九成之主等人的目光 全部扫向了这座浩天塔 区区一座宝塔 已想护住此字 此刻那四位至强者冷哼一声 再次出手准备摧毁浩天塔 轰 突然浩天塔冲天而起 爆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直接将那四人震得连连后退 这究竟是什么至宝 竟然有如此强的威势 此刻那四人眉头紧皱地盯着浩天塔 内心震撼连连 与此同时在这浩天塔中 叶军林正处于一片虚无的空间之中 这是哪 叶军林疑惑地看着四周 你是来自炎黄的人族 漠然 一道低沉的声音 回荡在叶军林耳边 他目光朝着前方一扫 一味身穿素衣长炮 气宇轩昂的中年男人 不知何事出现在了这里 正注视着他 没错 你是 叶军林看着此人好奇道 没想到竟然还拥有着 禁忌命格和魔神血脉 另外一道血脉 竟然是 此刻这男人打量着叶军林 一副将他全身上下都给看透了的架势 让叶军林毫无秘密可言 你究竟是谁 我现在又是在哪 叶军林再次问道 无谓浩天之主 而你现在乃是在无的半生法宝浩天塔中 这男人看着叶军林 淡淡地说道 浩天之主 浩天塔 叶军林目光闪烁着 你既是炎皇之人 那应该知道炎皇十大神器吧 浩天之主开口说道 而叶军林点了点头 随即浩天之主直接说道 浩天塔便是炎皇十大神器之一 这是炎皇十大神器之一 当即叶军林神器 目光扫视着四周 没错 当初炎皇遭遇巨大变故 被断绝了根基 而无便离开了炎皇 来到此处 在这创建了浩天学院 不过后来无突破失败 陨落了 因此留下一道残念在这浩天塔中 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遇到一位炎皇之人 好让他继承浩天塔 重新让炎皇崛起 屹立于这天地之巅 没想到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等到了 浩天之主一脸感慨地说着 随即他目光注视着叶军林 小子 吴今日便将一身传承力量全部赐予你 希望你不会辜负吴的期望 日后定要重振炎皇 让浩天塔重新绽放出他的光彩 轰 下一秒 这座浩天塔中传出一道轰鸣声 一道道灰色气流 朝着叶军林疯狂重去 笼罩着他的身子 此时叶军林只感觉 体内突然暴涨了一股磅礴浩瀚的力量 而他的灵魂之中 更是诞生了一股庞大的星星 这一刻 叶军林双眸紧闭 开始接受着浩天之主的传承 很快 时光飞逝 三天的时间一闪而逝 轰 浩天塔中传出一道惊天巨像 叶军林的身影从中急射而出 悬浮在空中 散发着害人的威压 如今他一身实力 再次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层次 超越了神话境和诸天境 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而他的魔神血脉 更是突破到了第八层 就连那野族血脉都有着不小的提升 至于他的灵魂力量同样暴涨 除此之外 叶军林的禁忌之力再次大涨 他的禁忌命格开始了第四次蜕变 这一波浩天之主的传承 直接让叶军林一身实力 再次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 最重要的是叶军林目光扫向那座浩天塔 他一挥手 浩天塔迅速变小 化作一座小塔落在他的掌心 如今这浩天塔已经成功和他融为一体了 至此 除去昆仑境外 叶军林再次得到了一件炎黄神器 而以叶军林现在的实力 足以将这炎黄神器真正的威力爆发出来 我等拜见少主 这是一道道参拜声 从叶军林身后传来 他转身目光一扫 便看到那来自阎罗玉的九成之主 还有龙氏商会领头的那位少妇 和暗榜第一的黑渊 全部对着叶军林下跪参拜道 你们都是我几位师傅派来的 叶军林看着这群人问道 是的 我等奉少主四师傅之令 前来护卫少主 九成之主开口道 奴家乃是奉少主五师傅之令 前来护卫少主的 那龙氏商会领头的少妇 淡淡的说道 我等奉少主六师傅之令前来 黑渊直接说道 看来我还是太小看我这几位师傅了 叶军林喃喃自语 他之前以为他几位师傅都已经不在了 没想到他们不仅活得好好的 竟然在这大千位面 还拥有着如此恐怖的势力 看来他还是完全不了解他这九位师傅啊 他们隐藏得太深了 那些想杀我的人呢 叶军林问道 他们看到无法摧毁少主手中的这座塔 再加上有我们护卫便全部撤离了 但他们应该不会善罢甘休 那位龙氏商会的少妇开口说道 哼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我也没打算就此放过他们 叶军林冷冷地哼道 叶族小子 你的本事的确让人刮目相看 不愧是叶族血脉传人 漠然 一道玩味的声音 回荡在叶军林耳畔 顿时他神色一冷 注视着四周喝道 水 滚出来 而九成之主等人都是一脸警惕的表情 无需担忧 本公子现在没在你那 不过你若想见 本公子倒是可以来死亡之谷 来招本公子 这道声音再次响起 我凭啥要去见你 叶军林冷横道 你若不来 这三位小娘子怕事就要不妙了 随着这道声音响起 虚空中出现一部画面 而画面的内容乃是三位女子被绑着 浑身上下鲜血淋漓 奄奄一息的模样 叶军林看着这三位女子 面色大变 他直接怒吼道 你敢伤害他们 我必不会放棍 想要他们活着 就来死亡之谷 记住 只能你一个人来 若有其他人前来 那这三位小娘子恐怕就 随后这画面就消失了 咔嚓 叶军林拳头一握 身上散发着冲天的杀性 他目光扫向九成之主等人问道 死亡之谷在哪 少主 这死亡之谷乃是大千位面中 一处极其凶险之地 对方这么做 百名了是设下陷阱等着你去 还请少主三思 那龙氏商会的少府联盟说道 没错 少主 你不能犯险 就让我等前去死亡之谷救人吗 那九位城主和黑渊纷纷说道 没听到他说 只能我去吗 你们无须争了 告诉我死亡之谷所在 我自己去 叶军林一脸冰冷的喝道 小子 你莫要冲动 龙战来到叶军林面前提醒道 前辈 他们是无辜的 我不能让他们因为我而受到伤害 叶军林冷冷的说着 随之吐道 放心 我命硬得很 阎王爷都不敢收 接下来叶军林得知了死亡之谷的具体位置后 直接撕裂空间消失在了九天大陆 第七代六十五章长生之战 远临吞噬 死亡之谷这座山谷位于死域之中 而死亡没有品节 因为这乃是一个没有任何生命的星域 自然便没有品节 死亡之中 有的只有无尽的死器和怨林 曾经的死亡乃是一座极其强大的星域 拥有着无数顶尖强者 但后面不知为何这座星域一系之间 所有人都死绝了 一个不胜 到最后整座星域都变得寸草不生 怨林遍布 渐渐的就变成了一座死亡 而死亡之谷便位于死亡中心 传言死亡之谷中 汇聚着整个死于最为可怕的怨林 凡是踏入其中者 都将死无葬身之处 曾经有不少强者企图进入死亡之谷 获得那些怨林生前留下的宝物 但最终没有一人能踏出这里 因此这里成为了大千位面中 一处极其凶险之地 此刻在死亡之谷的上方 有着三位如花似玉的女子被绑着 她们身上伤痕累累 让人看了我见幽怜 而在这三女的周围 汇聚着无数猙獰而丑陋的怨林 一副虎视眈眈的盯着三女 不过在这三女的周身 有着一道无形的光圈 阻挡着这些怨林 不然恐怕这三女早就被这些怨林 给吞噬得一干二净了 这时在三女的下方 一位气势不凡的青年正在品着茶 一副悠闲自在的模样 之谷中的那些怨林 却一副十分惧怕青年的模样 完全不敢靠近她三丈子之内 刷 不知过了多久 叶军林的身影出现在死亡之谷中 她看着那三女直接叫道 穆哥 媚娘 芸汐 这被抓的三女 正是叶军林下山遇到的第一个女员 江穆哥和其秘书张芸汐 还有追随叶军林 拥有先天媚体的媚娘 原本这三女都应该在地球之中 没想到却被抓到了这里来 而三女看着叶军林 都是纷纷叫着 叶少 主人 叶军林冷我猛地扫向那位喝茶的青年 眼中闪烁着冷冽的杀意 你果然来了 看来你还真的是挺重情重义的 为了这三个普通女人 也甘愿一人前来冒险 这青年抿了一口茶 看着叶军林 不过你倒是让我有点失望啊 身为堂堂的禁忌之主 又是叶族如今唯一的血脉传人 竟然因为一点儿女私情 就被冲昏了头脑 青年摇了摇头 吐道 这样的你完全不配成为我的对手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这个人最恨别人 用我身边的人来威胁我 之前所有这么做的人都死了 你也不会例外 叶军林看着这青年一脸杀鸡的喝道 啊 是人吗 青年微微一笑 不知可否 哄 瞬间叶军林一步踏出 握拳轰向青年 而这时在叶军林面前 冒出上百位强者 他们的实力都在诸天井之上 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守之力愿朝着叶军林杀去 这些人的实力 随便一味都不会比九城之主 甚至是黑渊场 他们一起出手 爆发出的威势足以碾压一座八品星域 而叶军林面对着这群强者 眼中闪烁着冰冷的杀意 他直接换出浩天塔 催动浩天之主的功法浩天诀 轰 轰 轰 浩天塔传出一阵轰鸣声 迅速变大 化作一座滔天巨塔 朝着这上百位强者轰杀而去 这一刻叶军林一身力量全部爆发出来 将浩天塔的威力催动到极致 刹那间 浩天塔和这上百位强者的攻击力量轰在一起 传出无尽的轰鸣声 整个死昂之骨都在震动着 很快在浩天塔的轰击之下 这些强者的身子接二连三的爆开 被碾压成击粉 最终这上百位强者被浩天塔灭杀大半 剩下的人也全部飞了出去 砸在地上疯狂吐血 这一波 叶军林凭借着浩天塔 强势人压 啪 啪 啪 那青年健壮鼓着掌 面带微笑的看着叶军林说道 厉害 真是厉害 没想到你的实力这么快便达到了长生级的边缘 若是再给你一些时间 恐怕你便能突破成为一名长生级强者了 但很可惜了 你没这个机会了 旋即 青年打了一个响指 两位神情冷漠的中年男人 默然出现在叶军林面前 散发着可怕的威压 登登登 在这威压之下 叶军林身子被震的后退几步 他双模一鸣 注视着这两人长生级强者 在大千位面中 长生级乃是代表着一个人 是否有资格成为九品星域真正强者的境界标志 一旦踏入长生级 便相当于拥有着无尽的生命 真正位列大千位面一流强者之列 而在长生级之上 有巨头级 风号级 不朽级 竹仔级 苍穹级 大道级 天道级 鸿蒙级 混沌级九大境界 这便是大千位面的终极境界 每一个境界都需要漫长的岁月 和无数天才地宝堆积而成 如今叶军林便是接触到了长生级的边缘 而他面前这两人 则是真正的长生级强者 死 这两人发出一道死神之声 一掌朝着叶军林镇压而去 轰 叶军林连忙催动浩天塔抵挡 结果他整个人直接被轰飞了出去 这座塔救不了你 其中一位长生级强者不屑道 他再次出手朝着叶军林轰杀而去 乾坤顶 琥珀魔刀 昆仑静 瞬间叶军林将他身上的几件智宝 全部换出 疯狂催动朝着这两位长生级强者轰杀而去 轰 轰 轰 随着乾坤顶 琥珀魔刀 昆仑静皆是爆发出恐怖的威势 直接压制住了这两人 此刻 乾坤顶爆发出恐怖的吞噬之力 而琥珀魔刀则是爆发出滔天魔气 至于昆仑静则是弥漫出一道道空间之力 禁忌天罚 叶军林直接催动禁忌之术 恐怖的天罚降临死亡之骨 朝着这两人疯狂轰去 这两位长生级强者 正在对抗这三件智宝 根本来不及抵挡那天罢 结果当场就被这骇人的天罢轰中身子 两人直接被轰成渣渣了 随后 叶军林收起了这几件智宝 一脸是血的盯着那青年 没想到你身上藏着这么多宝贝 不愧是叶族后裔啊 看来叶族给你留下了不少好东西 青年看着叶军林冷笑着 而叶军林直接握着琥珀磨刀 朝对方杀去 知道我为啥让你来这吗 那青年注视着叶军林 嘴角微微上扬 邪魅一笑 因为我想让你感受一下 被亿万怨林疯狂 啃噬肉身和灵魂的那种感觉 想想就一定很美妙 哄 这青年话音一落 刹那间 整个死亡之谷传出无尽的怨林之声 滔天的怨林好似受到指引一般 朝着叶军林疯狂冲去 这些怨林都是死于生前的强者死后所化 经过长时间的怨气积累 如今这些怨林的战力极其恐怖 笔至他们之前都丝毫不差 最少都达到了长生级的战力 有的更是拥有巨头级 甚至是封号级的战力 而这才是这青年对付叶军林的最大杀招 凭借着这死亡之谷的恐怖怨林 就算是不朽进强者来了都得扒层皮 更别说叶军林这位 连长生级都没达到的强者了 哈哈哈哈 好好感受一下 这些怨林的厉害吧 那青年一脸灿烂的笑容 而江木哥三女都是满脸担忧的看着叶军林 他们不断呼喊着 却没有任何用 顷刻间 叶军林就被这漫天的怨林给吞噬掉了 毫无抵抗力 第766张军林遇险 众人皆怒 吼吼吼 此刻叶军林身处至怨林的包围之中 耳边传来无尽的厉鬼嘶吼声 让他灵魂有一种要炸裂的感觉 而后这些怨林 朝着叶军林体内疯狂冲去 一副要将他身体完全吞噬掉的架势 啊 叶军林发出一道怒吼声 毁灭之雷和朱雀真火疯狂爆发出来 不断摧毁着这些怨林 但这些怨林的实力很强 纵然叶军林拥有着毁灭之雷和朱雀真火 但想要将这些怨林全部摧毁掉 也是极其困难 小子 这些怨林太强了 以你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借助毁灭之雷 也无法将它们全部摧毁掉 赶紧撤 这是毁灭雷林的声音响醒 木哥他们还没救下 我不能走 叶军林咬着牙 疯狂催动体内的力量 对抗着这些怨林 你小子简直是头倦鱼 毁灭雷林咬牙切齿道 而后叶军林将乾坤鼎 浩天塔 昆仑镜等通通换了出来 不断对抗着这些怨林 但随着这些怨林疯狂涌来 所爆发出的威力 完全超出了叶军林的承受范围 他口中不断吐血 一身力量逐渐耗尽 嗡 就在这关键时刻 叶军林灵魂上方的那个黑洞 突然一阵 产生了一股恐怖的吞噬力 刹那间 涌入叶军林体内的怨林 就全部朝着这个黑洞冲去 被其给直接吞噬掉了 很快这些冲向叶军林的怨林 全部给叶军林灵魂上方的黑洞 给吞噬一空 无论多么强大的怨林 那黑洞都是来者不拒 而且这些怨林 根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这一幕让叶军林为之一惊 就连毁灭雷林都十分惊讶到 你小子这脑袋里面的黑洞 究竟是什么玩意 为啥这么牛逼 鬼知道是啥 叶军林嘟囔道 很快随着这大量怨林 被这黑洞吞噬掉 那青年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仔细一看 眉头紧皱地盯着叶军林 你 你竟然在吞噬这怨林 这怎么可能 转眼间 这死亡之谷中怨林 就被叶军林的灵魂黑洞吞噬大半了 看来要让你失望了 叶军林冷冷地盯着那位青年 随即青年恢复镇定 冷到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看来还得我亲自出手送你上路了 而这青年话音刚落 叶军林先发制人 直接施展出树门禁忌之树 禁忌之欲 禁忌天罚 禁忌风暴 禁忌云杀 禁忌之爪 随着这五大禁忌之树 全部爆发出来 虚空轰鸣 滔天的禁忌之力 朝着青年轰杀而去 那青年面对着叶军林这一连串的禁忌攻击 微微一笑 这就是禁忌的力量吗 的确很强 但很可惜还差一点 咻 随之 青年一直点出 一道犀利的光芒破空而出 刹那间 他面前的空间全部破碎 而这一道道禁忌之树 统统被强势摧毁掉了 禁忌狂暴 莫然 叶军林怒吓一声 施展出十大禁忌之树中的第六门禁忌之树 而这门禁忌之树一出 叶军林体内的血液 力量全部狂暴起来 他双膜迅速冲血 一身血脉之力和修行之力 疯狂暴涨百倍甚至是千倍 这一刻 叶军林犹如开了外挂一般 一身力量无限提升 他直接朝着那青年轰杀而去 轰 此刻 叶军林一拳轰出 虚空炸裂 害人的能量直接让那青年都是眉头一皱 他眼中露出一抹一色 随后抬手一掌轰出 硬汗叶军林这一拳 砰 瞬间 两人的拳掌轰在一起 宛如两颗星球相撞 传出一连串震耳欲聋的轰鸣爆炸声 一时间 整个死亡之谷内的一切都被摧毁掉了 就连那江武哥三女都被轰背了出去 生死不知 登登登 这一击之下 叶军林和那青年的身子分别后退着 没想到你竟然还拥有此等竞数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青年冷冷的盯着叶军林 而叶军林不顾一切的再次朝着他哄去 刷 这时那青年一挥手 将武哥三女的身子被抓了过来 你若再敢踏前一步 他们三个就得死 青年抓着三女对叶军林威胁道 你不觉得用三个普通女人当挡箭牌太丢脸了吗 叶军林冷冷的喝道 呵呵 这叫计谋何来的丢脸 青年冷笑道 立刻放了他们 不然我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的 叶军林怒吼道 放了他们 可以 这青年玩味一笑 一挥手 将武哥三女的身子 就朝着叶军林冲去 而叶军林刚要伸手去接住他们三女 结果三女的身子 突然砰砰砰的爆炸开来 尸骨无存 那腥红的鲜血直接喷了叶军林一身 顿时叶军林脚步一顿 神情呆滞住了 虽然将武哥三女算不得是叶军林的女人 但都和他关系危险 如今他们三人因为自己落得一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这对于叶军林而言打击巨大 他整个人都是正正出神 而这是那青年眸子一宁 瞬间出现在叶军林面前 一直朝着他轰去 在巨大的危机感冲击之下 叶军林回过神来 看着那青年怒吼道 你该死 轰 这青年一指降临 快若闪电 让叶军林根本来不及调动力量对抗 扑齿 当场叶军林的身子 就被这一指轰飞出去 倒在地上吐着血 胸口有一个巨大的窟窿 他整个人都被这一指给重创了 体内五脏六腑和经脉全部粉碎 不过是区区三个女人 便让你这般失神 你还真是不堪一击 此刻这青年看着叶军林讥讽道 我要你死 叶军林双眸赤红地盯着青年 身上爆发出无尽的杀鸡 生死禁术 当即叶军林施展出九大天机禁术中的生死禁术 他一身伤势瞬间恢复 整个人直接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静之末日 他再次施展出了地青门禁忌之术 而这门禁忌之术 乃是一门同归于静的禁术 随着这门禁术施展出来 天地崩塌 万物纪灭 整个死亡之谷都直接化作虚无 这山谷内的一切统统毁灭 归于虚无 包括那青年 怎么可能 这青年面色一变 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想要逃离 却发现自己整个身子都好似被禁锢中 一副要消亡于这天地之间的架势 你 青年死死地盯着叶军林 怒不可遏 他完全没想到 有朝一日他竟会被叶军林这个卑微的蝼蚁 给逼到这种险境 而他却无力反抗 这让他极其不甘 至于叶军林 当他施展出这门禁忌之术 整个人开始崩溃着 一身生命力迅速消亡灭绝 这门禁忌之术一旦施展 对自身的伤害极大 但叶军林为了给三女报仇 也是彻底疯狂了 顾不得那么多 他只要眼前这个家伙 死无葬身之地 但就在那青年即将和这片天地一起灭亡之时 九天之上 一股伟安的力量降临 直接将叶军林施展的这门禁忌之术 给强势摧毁掉了 是父亲 父亲出手了 当即青年目光一宁 眼中露出一抹激动的神似 不 叶军林看着青年逃过一死 极其不甘地怒吼道 他的双眼因为极度的愤怒和不甘 直接流出了血泪 而那道无暗的力量 在摧毁掉这禁忌之术后 势不可挡地朝着叶军林轰杀而去 瞬间这一击便落在叶军林身上 传出一道惊天巨响 直接将他打敌朝地上冲去 直接穿透了死亡之骨彻底消失了 终于死了吗 青年难难自已 他父亲亲自出手 此子绝无任何生还的可能 与此同时 在某座宫殿之中 一位正在修炼的女子 突然耐性一记 气息紊乱 猛地吐血 军林哥哥 这位女子猛地大叫道 而他正是叶军林的女人苏雪儿 伤害军林哥哥 我要你死 当即苏雪儿三千青丝猛地挥舞二级 他一脸冰冷充满杀鸡的喝道 同一时间 叶军林的几位师姐 皆是产生了一股不好的感应 他们面色一变 身上爆发出滔天的杀气 主人 某个黑暗之处 风悠悠的声音陡然响起 随之一股骇人的毒气冲天而起 散发着毁灭的气息 你不能死 另外一处 唐瑶瑶神色一变 猛地捂住胸口 而在另外几个地方 几位和叶军林关系不菲的女子 皆产生了一种感应 察觉到叶军林出事了 他们纷纷面色大变 散发着恐怖的杀影 那个家伙竟然亲自出手 他真以为军林背后没人吗 某座山上 叶军林的二师傅圣九天不然大怒 面前的棋子统统化作基本 对面的天机子同样神似阴沉 屠道 是时候让他们知道知道 动我们几个老家伙的徒弟 会有什么下场了 此刻 叶军林的四师傅徐孝天 五师傅龙霸天 和六师傅暗房皆是勃然大怒 他们直接幕后道 君林若出事 我要这个未免陪葬 第七百六十七章 无天血脉 普尔后里 叶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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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茫茫混沌之中 一道道洪亮儿 目骨沉中的叫声响起 此刻在混沌之中 一道身影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这人正是叶军林 额 叶军林明茫的眼神看着四周 喃喃自语道 我这是死了吗 你乃是我叶无天选定的人 怎能就这么死了 一道充满威严的声音 回荡在叶军林那儿盼 让他瞬间清醒了过来 他猛地起身看向四周 叫道 谁 谁在说话 刷 下一秒 叶军林面前的混沌 虚无散去 一位黑发浓密 身材健硕 透着一股狂放不羁 傲视天地的男人 站在他面前 这男人举手投足间 散发着一股凌驾 于天地众生之上的霸道架势 让人莫名地想要跪地臣服 你 你不是 而叶军林看着此人 却是面色一变 一脸惊讶地叫道 此人竟然和他当初在叶族境地中 见到的那尊雕像长得一模一样 我们又见面了 叶无天看着叶军林说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会在这 我这又是在哪 叶军林眉头一皱 冷冷地喝道 无乃叶族始祖叶无天 而你现在乃是在无的意识空间中 若非无之前 在你体内留下一道护体力量 恐怕你现在已经灰飞烟灭了 叶无天淡淡地说道 而叶军林听完 目光闪烁着 看着对方吐道 谢谢你 你小子倒是挺有傲气 上次见到无便不贵不败 如今依旧如此 叶无天微微一笑 叶军林则是神情冷漠道 你虽是叶族始祖 但那又如何 我对叶族并无任何归属感 又何须向你跪拜 这天地间能让我跪拜的人 只有我父母 除此之外 任何人都没资格 让我叶军林下跪 随着叶军林这番 吭枪有力的话一处 叶无天鼓了鼓掌 道说得不错 人这一世 除去自己的生养父母之外 的确无需向任何人卑躬屈膝 就算是这天 也没这个资格 怪不得你能传承无的 无天血脉 此刻叶无天一脸欣赏地 看着叶军林 无天血脉 叶军林神色一愣 而叶无天吐道 无天血脉乃是 无开创的一门特殊血脉 此血脉可以无限觉醒突破 没有任何限制 无限觉醒突破 没有限制 叶军林听完这话 一脸惊恶的表情 没错 叶无天点了点头 只要你的天赋实力够强 便可让无天血脉 不断觉醒突破 吴当初便将无天血脉 突破到了第九十九中 超越了这片天地的半酬 此 听完叶无天的介绍 叶军林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 他万万没想到 这血脉还能无限提升突破 因为不管是修行境界 还是血脉力量 都有一个尽头 突破到了这个尽头 便无法再继续突破了 但无天血脉却打破了他的认知 让他震撼不已 修行无止境 血脉之力自然也没有尽头 不过这无天血脉 整个叶族后一子孙中 却没有几个人能传承拥有 除了你之外便只有一人继承了无的无天血脉 叶无天说道 还有一人是谁 当即叶军林好奇道 而叶无天摇了摇头 不知道 无无法探知他的存在 此人的天赋和能力 比之当年的吴都不差 不知他现在将无天血脉提升到了地几重 随后他目光扫向叶军林 好了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这次你兵临死亡 正好借助这个机会不迫不力 吴会在这给你布下 一道生死历练 若你能通过便可破而厚力 再度达到一个新的巅崩 若你无法通过 那你便将彻底灭亡 消失于这天地间 你愿不愿意接受这道生死历练 而叶军林毫不犹豫地说道 愿意 好 希望你不会让吴失望 接下来吴会做到的事 就交给你来做了 随即又无天说出一句深奥的话 后便消失了 而后一道混沌之光 直接笼罩着叶军林 他双眸直戒一闭 与此同时 在这死狱的死亡之骨深处 一具浑身是血的身体漂浮在这 这正是叶军林的神区 此时整个死狱的死气 全部朝着叶军林的身体冲去 疯狂涌入到他体内 他整个人完全被死狱的死气所笼罩着 正在进行某种蜕变 而就在叶军林经历生死历练之时 在那九品星域的某个世界之中 有一古老的家族 名为灵族 这个灵族从太古时代便诞生了 传承至今 已然成为了大千未免一尊极其古老而恐怖的家族 位列大千未免百族前十 大千未免百族灵力 而这百族乃是大千未免之中 最为强大恐怖的一百个家族 每一个都拥有着极深的底蕴 和顶级强者坐镇 无人敢招惹 灵族便是百族之一 而且位列前十 可见实力之恐怖 今日灵族正在设宴 大肆庆祝 此刻在灵族主厅中 一位中年男人坐在这 散发着无上的威严 在其面前站着一位青年 正是之前在死亡之谷 和叶军林一战的那位青年 他名叫灵峰 乃是灵族少主 在他面前的中年男人 则是灵族族长灵万象 当时死亡之谷 那灭杀叶军林的一掌 便是出自他之手 而灵族今日设宴 便是为了庆祝 叶军林这位叶族最后的血脉传人死亡 风儿 看来你的实力还不够啊 竟然差点被那个叶族蝼蚁 给逼入险境了 灵万象看着灵峰开口说道 父亲说的是 是我给灵族丢脸了 等宴会结束 我便会自行闭关提升修为 灵峰低头说道 百族之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争取在百族之战开始之前 有所突破 灵万象说道 灵峰点了点头 一脸坚定道 父亲放心 这次百族之战 我一定让灵族再上一个台阶 族长 不好了 莫然 一道急促的声音响起 一位灵族长老急匆匆的跑了进来 一脸着急的模样 急急忙忙的 发生什么事了 灵万象眉头一皱 不跃道 那长老公身道 启禀族长 刚刚得到消息 我们灵族在各域的势力 全部遭到神秘力量血洗 如今我们在外的所有势力 统统被灭掉了 哄 瞬间 灵万象身上爆发出一股滔天的沙发之气 他猛的一拍桌子 牧鹤道 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对我灵族下手 这长老还想说什么 结果灵族之外 传来一道震耳欲聋的沙发之声 灵族的人 给老子滚出来受死 随即灵万象面色一沉 直接冲了出去 而在灵族之外 此刻上百万大军直接杀了进来 还有无数杀鸡灵力的强者 他们正是阎罗玉的九城大军 和龙氏商会的一众强者 外加暗帮九十九人 在这些人的正前方站着三人 正是叶军灵的四师傅 五师傅和六师傅 此刻这三人正杀起腾腾的踏入灵族 一副如地狱死神降临的架势 随着这些人杀入灵族 直接让正在庆祝设演的灵族之人震惊万分 在这大千未免 竟然有人敢杀入灵族 这胆子未免太大了吧 你们是何人 竟敢闯我灵族 这时灵万象出现在这 一脸冰冷的注视着叶军灵三位师傅 就是你动手杀的老子徒儿 叶军灵四师傅徐孝天 守着一把大刀 杀气凌厉的指着灵万象立合道 你说的是叶族那小子 灵万象眉头一皱 没错 军灵乃是我们徒儿 你敢杀军灵 今日我龙天霸便要你们灵族之人 全部取给我徒儿陪葬 五师傅龙天霸一脸强势霸道的贺道 他身上的肥肉都因为愤怒而颤抖着 无须和他们废话 全部杀了便是 六师傅暗黄面无表情的贺道 哼 就凭你们也想灭我灵族 可笑 灵万象不屑道 他身上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威压 其一身实力已经达到了封号级 而后灵族之中更是冲出多位巨头级强者 和十几位长生级强者 今日凡灵族之人都得死 莫然 一道冷河声传来 第768章图灭灵族 未面震动 哼 灵族上空 一股恐怖的威压降临 瞬间将灵族无数族人的身躯给压爆了 刷 这时 一位身穿白色工装裙 气质清冷 散发着一股冰冷杀气的女子出现在这 宛如九天玄女降临 这不是军灵的那个小女友吗 没错 是她 叫苏雪儿 叶军灵的三位师傅看着这女子纷纷惊讶道 此女正是叶军灵的女人苏雪儿 你又是谁 林万象冷冷地看着苏雪儿 而后者注视着她 就是你出手杀的军灵哥哥 没错 那个楼椅是我杀的 怎么 你想去陪她 我可以成全你 林万象冷冷地喝道 哄 瞬间 苏雪儿双眸遍布杀意 身上弥漫出一股恐怖至极的阴寒之气 一时间在场所有人都是遍体生寒 内心一记 有一种如坠冰枯的感觉 你该死 苏雪儿神色冰冷 杀起冲天的河道 她一掌直接朝着林万象轰沙而去 一股恐怖的阴寒力量 随之爆发出来 哄 而林万象看着苏雪儿年纪轻轻 一脸不屑地挥掌出击 但当两者的攻击碰撞在一起之时 却传出惊天巨像 你 林万象面色一变 身子暴腿 而她整条手臂都在站立 刚才那一记中 对方爆发出一股极其阴寒刺骨的力量 冲入其体内 对其身体造成巨大的破坏力 父亲 林峰连忙来到林万象身边 问道 父亲你怎么样 你究竟是什么人 林万象一边化解着体内的这股力量 一边看着苏雪儿质问道 对方年纪轻轻便拥有着如此恐怖的实力 来历绝对不简单 哄 苏雪儿并未说话 而是再次朝林万象冲去 杀 这是叶军灵的三位师傅同事教导 他们各自朝着林族之人杀去 而他们麾下的势力强者 全部对林族之人举起了屠刀 一时间 林族之中爆发了一场惊天大战 而苏雪儿和林万象两人激战在一起 各自绝学 神通 力量通通爆发了出来 轰轰轰 很快 一番激战之下 苏雪儿凭借着太阴神体的力量 完全将林万象给压制住了 砰 一道轰鸣声响起 林万象的身子直接被苏雪儿给轰飞了出去 扑齿 林万象半跪在地 口中吐着血 神情无比难堪 正当苏雪儿要彻底将他灭杀之时 林族之中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 年轻人 我林族可不是尔等能放肆的地方 轰 寝刻间 一股无痞的威压席卷而出 直接将苏雪儿和叶军灵三位师傅的身子 给震得暴退 随即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出现在这 一身实力深不可测 身上充满了无尽岁月的气息 不朽极强者 徐孝天看着这位老者眉头一周 这位老者一身实力已经超越了封号级 达到了不朽极 多谢老祖出手 林万象看着这位老者 连忙说道 老者正是灵族一位老祖 他目光扫向苏雪儿 你虽天赋一柄 但我灵族也不是谁都能招惹的 轰 这位老祖抬手便是一掌朝着苏雪儿镇压而去 他这一掌轰出 四周的空间全部粉碎 无尽的天地之威降临 让人充满了窒息感 苏雪儿眼中闪烁着冰冷的寒芒 他催动一身的太阴之力疯狂对抗 但整个身子却被这一掌给红得不断后退 砰 关键时刻 一位看起来三四十岁的妇人闪现而出 直接出手将林族老祖的一掌给摧毁掉了 小姐 你没事吧 这位妇人看着苏雪儿关心道 没事 苏雪儿摇了摇头 而那位林族老祖看着这位妇人 眉头紧皱道 你又是谁 老朽乃小姐的护道者 就凭你也想杀小姐 这位妇人看着林族老祖冷冷的喝道 护道者 而林族老祖和林万象 听到护道者三个字 都是脸色一变 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护道者唯有那些古老而恐怖的影视视力中才会出现 而这些护道者乃是专门守护影视视力中 那些拥有无敌天赋 或者逆天血脉体质的妖逆天才 这些妖逆天才都是这些影视视力未来的顶梁柱 或者传承人 因此他们的安全极为重要 不容有失 正因如此 这些影视视力才会专门挑选出一批护道者 以此来护卫这些天才的安全 护道者平时不会出现 除非他们要护卫的人 出现生命危险之时才会出手 而苏雪儿拥有着护道者 足以证明他乃是来自大千位面影视视力的 虽然林族乃是百族前十的存在 但在这些古老而神秘的影视视力面前 却依旧差一大截 老朽不知姑娘身份 刚有冒犯 还请见谅 当即林族老祖公身说道 我要他们通通去死 苏雪儿一脸杀气的喝道 是 小姐 这位护道者没有任何犹豫 他抬手就是一掌 朝着那林族老祖强势轰去 你 林族老祖面色一变 他还未来得及说什么 就被苏雪儿的护道者 给一掌轰爆了身子 纵然他拥有着不朽极的实力 但在这位护道者面前却不堪一击 风儿 快走 这是林万象神似一变 一把抓着林峰就要逃走 但他们身子刚动 苏雪儿冰冷无情的声音 便回荡在他们父子来耳边 去地狱向军林哥哥忏悔吧 轰 随着一道轰鸣声响起 林万象和林峰父子俩 直接被苏雪儿给强势斩杀了 军林哥哥 雪儿给你报仇了 随后苏雪儿眼中闪烁着泪光 满脸伤心道 这时那位护道者来到苏雪儿身边说道 小姐 公主来令 让你即可返回宫中 公主有要事宣布 接下来 随着林族老祖和林族族长相继惨死 整个林族被屠戮一空 灭族了 而当林族灭族的消息传出去之后 直接引起了各大星域世界的震动 尤其是百族中的其他家族 都是震惊连连 林族身为百族中前世的家族 竟然一系之间就被灭族了 简直让人不可置信 而后大乡给念中 大量势力惨遭神秘强者负命 而这些势力基本上都参与了 之前在九天大陆对夜君灵的危杀之中 一时间大千未免 各大星域中风声鹤唳 鸡犬不宁 而在另外一座星域宫殿中 那位逼迫独孤幼弱成婚的子袍男人坐在这 听着手下的回报 冷到没想到那个野种这就死了 本座还想亲自将这个野种给捏死呢 主人 他若知晓此事恐怕 这是那手下担心到 知道便知道 人又不是本座杀的 而且这个野种死了正好 他到时候就能安心的嫁给本座了 本座看上的女人 不管过了多久 都逃不掉本座的手掌心 记住 广发邀请体 到时候本座要让所有人都亲眼见证 本座登上九玉联盟盟主职位 和成婚的典礼 紫袍男人一脸强势的喝道 是 那手下点了点头 而在影视视力太阴神宫中 当苏雪儿回到这里 听到太阴神宫公主的话后直接喝道 我不同意 第769章不灭之境 石虫血脉 转眼间 一个月就悄然流逝了 大千未免 死欲之中 突然传出一道惊天巨像 轰 轰 轰 一时间 整个死欲所有世界突然轰然崩塌 化作虚无 整个死欲寝刻间就不复存在了 而随着死欲消失 在原本死欲所在之地 站着一道身影 此人周身弥漫着一股恐怖的气息 魔气冲天 正是叶军灵 刷 叶军灵双眸默然睁开 一双瞳孔宛如黑洞 射人心魄 显然他已经通过叶无天的生死历练 破而后历了 轰 他双全一握 体内传出一连串轰鸣爆炸声 散发出一股恐怖之际的威压 刺了 紧接着他随意一挥拳 面前百万里的星空直接崩塌粉碎 随意一击 便有如此可怕的威力 可见叶军灵如今实力之强 这不灭之境果然厉害 叶军灵轻声吐到 经过这次的破而后历 叶军灵不仅活了过来 他的魔神肢体 更是直接突破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不灭之境 达到这个阶段 叶军灵便算是彻底修成魔神肢体 达到不死不灭的地步 如今他一拳便能轻易面杀长生级强者 而除去魔神肢体外 叶军灵的魔神血脉 同样达到了第九中 至于无天血脉 他如今已经突破到了第十重 但距离叶无天的九十九重 还有着极极遥远的距离 甚至就连他的竞技命格 都已经开始了第五次蜕变 可谓是进展神速 除此之外 他的灵魂境界更是有着巨大的突破 而这都是因为他灵魂上方的那个黑洞 吞噬了庞大的怨灵 这些怨灵被这个黑洞吞噬后 反不给了叶军灵大量的灵魂之力 使得他灵魂境界大涨 这个黑洞究竟什么挨头 叶军灵自言自语道 小子 我感觉你灵魂上方的那个黑洞中 好像有什么很可怕的东西存在 这是毁灭雷灵的声音响醒 当即叶军灵神似一领 这黑洞中有可怕的东西存在 不知道 这是我的一种感觉 毁灭雷灵说道 而叶军灵搞不明白 也不再去想这些 他一步踏出直接回到了九天大陆 你终于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 随着叶军灵回到九天大陆 浩天学院院长公孙默当即来到其面前说道 以为我死了 叶军灵轻轻一笑 主人 这是赤炼 淡台玉清纷纷来到叶军灵面前 其他人呢 叶军灵扫视了一眼 没看到四师姐 九幽公主 肖战等人疑惑道 启禀主人 你一直没有回来 他们担心你出事 纷纷离开九天大陆去寻找你了 而我们两个则是被安排待在这里等候主人归来 赤炼一一说道 叶军灵点了点头 这时楚狂来到他面前叫道 你这家伙终于回来了 你不回来 我连陪我喝酒的人都没有 等我办完事 陪你喝三天三夜 叶军灵开口说道 而他说的正是自然是找到那个 杀害江五哥三女的青年报仇了 哄 就在这时 浩天学院中传出一道惊天巨像 一道身影冲天而起 周身弥漫着冰冷刺骨的寒气 而他四周的空间 更是纷纷扭曲开来 形成一个独立的空间 这人正是徐如灵 他此刻的状态显然是刚刚突破了 这丫头的空间属性力量又大涨 还真是天赋异禀 叶军灵看着徐如灵喃喃自语 空间属性力量 乃是这世间最为恐怖的力量之一 这丫头未来潜力无穷 毁灭雷灵感叹道 刷 陡然 徐如灵双眸一睁 整个九天大陆的空间都直接崩塌破碎 好似末日降临 哄 就在这时 虚空之上 突然出现一行人 这群人全部身穿白衣 身上散发着虚无缥缈的气息 空灵肢体 没想到传说中的空灵肢体 竟然出现在这 这群人中为首男人凝视着徐如灵 一脸震惊道 空灵肢体 乃是一具极其强大的空间属性肢体 拥有这种体质之人 天生就对空间有着强大的感悟力 可以直接掌控空间之力 不过这空灵肢体却极其罕见 一个时代都不见得能出现一具 有了这具空灵肢体 虚空个便能更上一层楼了 那为首男人眼中露出一抹喜色 他一步踏出 瞬间来到徐如灵面前 你是谁 徐如灵看着此人戴眉一皱 一脸警惕之色 而叶君灵和公孙默 纷纷看向了这男人 我乃虚空格大护法 你拥有着空灵肢体 很适合我虚空格 因此我想要邀请你加入我虚空格 这男人看着徐如灵直接说道 虚空格 徐如灵眉头一皱 虚空格乃是九品星域 虚天宇十大宗门之一 这男人直接说道 而他的话让公孙默 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毕竟九品星域的顶级宗门 对于他这个三品星域的强者而言 实在是太遥远了 我们现在变回虚空格吧 这男人看着徐如灵吐到 显然他觉得对方 在得知虚空格的来头之后 必然不会有任何拒绝 但他话音刚落 另外一道声音传来 想带走我的人 是不是得问问我同不同意啊 叶君灵的身影 直接出现在徐如灵身边 刷 这位虚空格大护法眉头微皱 注视着叶君灵 你是谁 我乃是他主人 叶君灵直接说道 主人 那大护法神色一变 看向了徐如灵 后者目光闪烁了几秒 道 他的确是我主人 这位大护法神色一尘 看着叶君灵一脸威严的说道 不管你之前和他什么关系 但从现在起 他和你再无任何关系 呵呵 对此 叶君灵冷笑一声 他神色猛的一冷 一掌朝着对方轰杀而去 而这位虚空格大护法 看着叶君灵袭来 眼中露出一抹不屑 挥手轰出 轰 两者的拳掌轰在一起 传出一道轰鸣声 扑持 这位虚空格大护法的身子 当场暴退 口中吐着血 眼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盯着叶君灵 当着我的面抢我的人 你算老几 轰 他又是一拳轰杀而出 这一拳石破天惊 苍穹崩塌 散发着无比害人的气息 老是这位虚空格大护法 一身实力达到了半部巨头级 都不禁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死亡感 他连忙挥舞着双手抵挡 一身力量通通爆发了出来 咔嚓 随即一道清脆的骨头爆裂声响起 这位大护法的双臂 直接被轰成渣渣 他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而不等他反应过来 叶君灵这一拳直接命中他身子 彭 这位虚空格大护法的身子 直接炸裂 死无全尸 这一幕让公孙默和旭如龄 都是震撼万分 他们都没想到 叶君灵竟然两拳面杀了一位 来自九品星宇超级宗门的强者 这战力也太恐怖了吧 真不惊打 而叶君灵撇了撇嘴 一副失望的表情 我本以为这次出关之后 我可以杀了你 但如今看来 我还是太天真了 这是旭如龄看着叶君灵 一脸泄气的模样 叶君灵目光瞥了一眼 徐如龄那挺巧的不畏吐道 我不介意你现在出手杀我 当然这后果 当即徐如龄翘脸一红 捂着其屁股哼记道 哼 你放心 我不会给你机会出手的 少爷 这时一位无比苍老的老者出现在这 对着楚光叫道 姜伯 你怎么来了 楚光看着这位老者连忙上前说道 少爷 老奴辜负你的嘱托 老奴该死 这位老者跪在楚狂面前 一脸痛苦道 唰 当即楚狂面色一变 看着这老者猛的说道 姜伯是不是灵儿出什么事了 小姐她双眼被楚族的人挖掉了 如今还要被迫当众排慢 老者一脸痛苦的说道 哼 刹那间 楚狂身上爆霸出滔天的沙发之气 面目猙獰 双全捏得卡卡作响 楚族 他们该死 楚光咬牙切齿的吼道 我现在就去楚族 楚狂直接说道 而那老者连忙劝阻道 少爷不可 以你如今的实力 根本不是楚族的对手 你这一去必死无疑 难道我就这么眼睁睁 看着灵儿受辱吗 楚狂怒吼道 我陪你去 这是叶军灵来到楚狂身边 拍着他肩膀说道 而楚狂目光扫向叶军灵 兄弟 楚族乃是大千未免百族之中 未列前五十的超级家族 他们实力很恐怖 此事你就不要管了 我不想连累你 你既然叫我一声兄弟 那兄弟有事 我又岂能不帮 叶军灵一脸真挚的说道 谢了 楚狂感激道 接下来楚狂带着叶军灵 直接前往了楚族所在的八品星域 第七百七十张蛙眼 重见天日 八品星域 天兰玉 玄兰界 叶军灵跟随着楚狂来到了这里 同行的还有徐如龄和赤练 外加弹台玉卿和那位姜博 而这一路上 叶军灵对于楚狂的身世也有所了解 原来楚狂乃是大千未免百族之一的楚族二爷之子 但因为他母亲身份地位 因此他和其妹妹楚灵儿并不受楚族待见 后来因为楚狂母亲早逝 父亲离其失踪 楚狂直接被赶出了楚族 不得已才来到了浩天学院 至于他妹妹楚灵儿 则是因为天生一同被留在了楚族 但如今楚族老族长逝世 楚族大爷也就是楚狂的大伯 成为了楚族新渔任组长 而他大伯之女 楚族大小姐则是看中了楚灵儿的天生一同 因此极其狠毒地将其双眼挖掉 并且将其当作商品一般拍卖 很快他们一行人便来到了楚灵儿被拍卖之地 此刻在这拍卖会现场 一位双眼空洞 神情雾内的少女蜷缩在台上 瑟瑟发抖 一副无比绝望的模样 她正是楚狂的妹妹楚灵儿 而在楚灵儿面前聚集着大量的人 这些人都是玄兰界各大宗门家族势力的人 其中不少都是各大势力年轻一辈的天骄 他们一个个注视着楚灵儿眼中充满力欲望 虽然楚灵儿没了双眼 但她的容颜却是一等一的极品 再加上这场拍卖 乃是由楚族大小姐亲自举办的 为了攀上楚族这棵参天大树 各方势力自然是十分给面子 疯狂交价 很快在一阵疯狂的静拍之下 玄兰界超级宗门秦苍宗少主 以百万极品原始的高价拍下了楚灵儿 她直接朝着台上走去 一双眸子闪烁着炙热的光芒 盯着楚灵儿 邪笑着 小美人 以后你就是本少的人了 虽然本少没机会 异常楚族大小姐的滋味 但能尝尝你这位楚族二小姐的滋味 也算是一件性事了 而楚灵儿听到对方的话 不断摇着头说道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小美人 不用挣扎了 乖乖的和本少走吧 今晚本少便要让你感受一下 雨水之欢的美妙滋味 秦苍宗少主邪灭一笑 直接朝着楚灵儿抓去 但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冰冷的怒吼声从外面传来 谁敢动我妹妹 哄 刹那间 滔天的沙发之气席卷开来 楚光直接冲了出来 而当他看到自己妹妹那副绝望而痛苦的表情之时 身上爆发出滔天的沙发之气 双眸心红 血气瀰漫 哥哥是哥哥的声音 哥哥来了吗 楚灵儿听出了楚狂的声音 露出一抹激动的神色 挥舞着双手叫道 你是楚二爷的那个废物业种 小子 你早已被逐出了楚族 还敢出现在这 秦仓宗少主看着楚狂不屑道 我要你死 楚狂看着秦仓宗少主怒吼一声 他直接冲了过去 一拳朝着秦仓宗少主轰杀而去 轰 秦仓宗少主神似一冷 一掌轰出 直接将楚狂身子轰得暴退 口吐鲜血 哼 废物就是废物 这位少主看着楚狂一脸不屑道 哥哥 哥哥你怎么样了 哥哥你快走 这时楚灵儿不断叫道 而那秦仓宗少主看着楚狂冷横一声 就让我来替楚族清理你这个野种吧 刷 正当他要对楚狂下手之时 一道身影突兀出现在他面前 挥手就掐住了他脖子 此刻这位秦仓宗少主 眼睛瞪得滚圆 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眼前 掐着他的人 你 咔嚓 随即 一道清脆的鼓的断裂声响起 这位秦仓宗少主的脖子直接被掐断了 而他身子更是被一团烈眼焚烧成虚无 这一刻 在场所有人脸色一变 全部注视着这出手之人 此人自然便是叶君灵 妹妹 这是楚狂不顾伤势地朝楚灵儿冲去 兄妹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哥哥 楚灵儿抱着其哥哥叫道 叶君灵看到这一幕 不由地想起了其姐姐叶天歌 也不知其姐姐如今怎么样了 你 你竟然杀了我秦仓宗少主 宗主不会放过你的 此刻那秦仓宗少主的随从反应过来 指着叶君灵叫道 刷叶君灵撇了这几个随从一眼 抬手就是一掌 将他们给无情面杀了 楚狂 你这个野种竟然回来了 漠然 一道阴冷的女性声音从外面传来 一位穿着华丽 双模泛着妖艺蓝光 气场十足的女子 在一群强者的簇拥下走了进来 参见大小姐 当即在场众人纷纷恭敬地叫道 此女正是如今的楚族大小姐 楚狂大伯之女楚天凤 楚天凤 这时 楚狂看着楚天凤怒吼道 尤其是看着那双原本属于其妹妹的眼睛 出现在对方的身上 更是怒火万丈 杀喜腾腾 哥哥 你快走 不要管我 快走 而楚灵儿听到楚天凤的声音 面色一变 直接推开楚狂叫道 走 既然来了 那就不用走了 楚天凤面色阴冷地说道 楚天凤 你这个阴狠歹毒的女人 我要杀了你 楚光一脸猙獰地吼道 她体内血液开始沸腾着 散发着狂暴的气息 杀我 就凭你 楚天凤一脸蔑视地看着楚狂 啪 莫然 一巴掌突然扇在楚天凤的脸上 将其扇倒在地 而出手之人正是叶军灵 这一幕让在场众人都是道歧一口凉气 震惊不已 竟然有人敢当众对楚族大小姐出手 这是不想活了吗 在这玄兰界 谁敢动楚族大小姐 你 你竟敢打我 楚天凤瞪大着眼睛看着叶军灵 随即神情争鸣地吼道 给我上 将她拿下 本小姐要将她碎石万段 刹那间 楚天凤带来的那些强者 便全部朝着叶军灵冲去 一个个爆发出恐怖的实力 其中最强的两位 更是达到了半步长生级的层次 红叶军灵一步踏出 恐怖的魔神之威降临 当场压得这群楚族强者身子全部爆开 化作基本 这一刻 楚天凤直接呆着住了 他看着叶军灵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结果对方一把掐着其脖子 就扔到了楚狂面前说道 他交给你了 你想如何处置 刷 楚狂双眸心红地盯着楚天凤 而后者身躯一颤 大叫道 楚狂 我父亲如今乃是楚族族长 你不能 扑持 不等楚天凤说完 楚狂伸出双指 就直接插入其双瞳之中 将原本属于楚灵儿的双眼 给重新挖了出来 啊 顿时楚天凤发出奇力的惨叫声 他神情猙獰的吼道 楚狂 你这个低贱的野种废物 我父亲不会放过你的 你们都得死 砰 漠然 一君临一脚跺下 直接将楚天凤的脑袋给踩爆了 冷哼道 锅躁 这一刻 在场所有人全部实话了 表情呆滞 一颗心都被惊得停止跳动了 而后楚狂来到楚灵儿面前说道 灵儿 我已经把你的眼睛拿回来了 你等着我很快就会让你重见光明 让我来吧 这是叶君临上前说道 他亲自出手 将那双眼睛给重新移植到了楚灵儿的眼眶中 数分钟后 楚灵儿重见光明 他看着楚狂激动的叫道 哥哥 我能看到你了 我能看到你了 而楚狂看着其妹妹重见光明 也是高兴不已 而后目光扫向叶君临 叶兄 谢谢你 要不是你 恐怕 兄弟之间 就不用说这些了 叶君临淡淡的说道 你是 而楚灵儿目光扫向叶君临好奇道 而后楚狂对亲妹妹介绍着叶君临 大哥哥 谢谢你 当得知自己能重见天日 皆是因为叶君临之时 他对着叶君临一脸感激道 不用客气 叶君临微微一笑 随后楚灵儿看到楚天凤的尸体 面色一变 如今楚天凤死了 楚族肯定不会放过大哥哥你们的 你们得赶紧离开这 既然来了 那就不用急着走了 走 去楚族 叶君临直接说道 第七百七十一章秒杀封号集 母亲的消息 玄兰界楚族之中 天凤死了 谁干的 漠然 一道歇斯底里的怒吼声 从楚族之中传出 恐怖的长生级威压席卷而出 笼罩着整个玄兰界 而这道愤怒声 正是楚族族长楚万山发出的 楚族的人滚出来 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喝声传遍楚族 引起了整个楚族的震动 此时 叶君临一行人杀入了楚族 楚族之中 刷 这时 楚万山的身影闪现而出 他双眸直接注视着楚狂 楚狂 你竟然回来了 随即他注意到楚灵儿的双眼 面子一冷 怒指道 天凤是被你们班所杀的 我杀的 叶君临双手插都走了出来 一脸坦然的面对着 楚万山这位长生级强者 哥哥 大哥哥他真的能对抗的了 楚族这么多强者吗 这时楚灵儿看着叶君临出面 露出呆屋之色看着楚狂 放心他没问题的 楚光看着叶君临 想到他之前灭杀那九品星与 虚空格大护法的场景 一脸自信道 你是谁 竟敢杀我楚万山的女儿 楚万山看着叶君临怒指道 恐怖的威压和杀气 全部笼罩着他 楚光是我兄弟 而你们不仅将他逐出 原本属于他的家族 更是残忍的对其妹妹下次毒手 我乃是来替他们兄妹俩 讨一个公道的 叶君临神似冷漠的说道 公道 在这个强者未尊的世界里 你竟然和我说公道 今日我就让你知道 知道什么叫公道 楚万山看着叶君临 一脸森冷的怒喝道 他一掌朝着叶君临轰纱而去 长生其力量毫无保留的爆发出来 一副要将其轰成基本的架势 但当这一掌落在叶君临身上之时 一幕让他不可思议的画面出现了 只见叶君临肉身 应接了楚万山这一掌 却是毫巴未损 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仿佛那一掌根本不是落在他身上一样 刷 瞬间 楚万山面色大变 一脸不可思议的盯着叶君临 怎么可能 而楚狂 楚灵尔 还有徐如灵 至恋和在场的楚族之人 都是一脸震撼的表情 他们都没想到 叶君临的肉身竟如此恐怖 能应接长生几一剂而毫发未损 这未免太恐怖了吧 你打完了 该我了 叶君临神似冷漠道 轰 他一拳闪电般轰出 完全不给楚万山任何反应的机会 直接将他给轰飞了出去 扑驰 楚万山的身子被轰飞上百米 落在地上疯狂突袭 当即楚族之人全部惊呆住了 而叶君临缓缓地走了过去 一脚踩在楚万山身上 将其踩得再次突袭 你 此刻楚万山神情猙獰的怒视着叶君临 年轻人 楚族位列大千未免百足之一 可不是你能随意见他的 就在这时 一道沧桑的声音响起 哄 虚空之上 一道无匹的掌印从天而降 朝着叶君临镇压而去 这一掌的威力 已经达到了巨头级 此掌一出 整个玄蓝界的虚空都在崩塌 所有人都被镇压的跪地 不好 是楚族那位影视的太上长老 叶兄你小心 这时楚狂神色一变 对着叶君临叫道 太上长老出手了 你死定了 楚万山对着叶君临吼道 啊 是人吗 叶君临微微一笑 他抬手一指 瞬间就将这一掌给击碎了 扑持 随即一道吐血声响起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出现在楚族之中 口中吐着血 而他的手掌出现一个血洞 正在滴答滴答的滴着血 此人正是楚族的太上长老 一位巨头级强者 但他却被叶君临一直击伤了 此刻楚万山完全傻眼了 他没想到楚族最强的一位巨头级强者 竟然都不是叶君临对手 你 你究竟是谁 这是楚族太上长老死死的盯着叶君临 你都一把老骨头了 就不要出来瞎掺喝了 叶君临撇了撇嘴冷道 年轻人 不管你什么身份 今日你在楚族这般放肆 这个仇 我楚族记住了 这位太上长老冷冷的喝道 你记住了又能如何 叶君临不以为然道 我楚族或许不是你对手 但我楚族背后 乃是九品星域的顶级宗门天穷殿 你今日如我楚族 便是和天穷殿为敌 天穷殿若知晓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这位太上长老看着叶君临冷冷的喝道 天穷阁很牛逼吗 叶君临随意道 叶兄 这个天穷殿我当初听我父亲提起过 据说乃是大千位面中的顶级宗门 传言他们当初参与了 对大千位面第一组叶族的围剿的 成功将那个传奇般的叶族被覆灭了 因此实力不容小觑 这时楚旷对着叶君临说道 对叶族的围剿 叶君临听到这句话 其瞳孔一缩 沉声道 没错 这个叶族传言 乃是太古时代大千位面第一组 碾压如今的白族 但后面由于太过强大 遭到各大势力的联合围剿 最终被覆灭了 楚光一说道 其目光扫向叶君临 对了 叶兄 你也姓叶 倒是挺巧的 这时叶君临神色一冷 眼中闪烁着寒忙 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个大千位面第一组的叶族 就是叶无天开创的叶族 而之前那些人想杀他 就是因为他是叶族的人 这么看来 一切都说得通了 在知晓天穷殿乃是负灭叶族的真凶之一后 叶君临眼中闪烁着寒忙 冷冷的喝道 天穷殿 我记住了 很快这世间便再无天穷殿的存在 虽然叶君临对于这个叶族并无归属感 但他毕竟继承了叶无天的血脉 这次叶无天又救了他 还让他实力大涨 因此不管如何他都得为叶族报仇 灭我天穷殿 你是第一个敢说这种话的人 口气还真不小啊 突然 一道低沉的冷和声 从叶君临身后传来 刷 叶君临一回头 便看到一位身穿白色长袍的老者 出现在这 一身实力深不可测 拜见天穷大长老 当即那位储族太上长老 对着这位老者一脸恭敬的教导 而这位老者正是天穷殿大长老 叶君临扫了此人一眼 冷到你是天穷殿的人 老朽正是天穷殿大长老 听你刚才的口气 你想灭我天穷殿 这位天穷大长老轻履胡须 看着叶君临淡胆的说道 没错 叶君临直接说道 年纪轻轻 口气倒是不小 今日老朽便看看 你有何本事敢说这话 天穷大长老神色一冷 一股恐怖如斯的威压 朝着叶君临镇压而去 而这股威压乃是封号即强者的威压 助手 默然 一道和声响起 一位少傅出现在了这里 他正是之前率领龙氏商会 前去救援叶君临的那位领头少傅 你是天穷大长老目光扫向这位少傅 后者吐道我乃龙氏商会长是许娇娘 龙氏商会的人 这位大长老眉头一皱 说道你们龙氏商会的人 出现在这所为何事 他乃是我龙氏商会少主 你今日感动他 我龙氏商会必不会放过你们天穷殿 以后你们天穷殿 休想从我龙氏商会再得到任何修行资源 许娇娘冷冷地喝道 刷 顿时这位天穷殿大长老神色一变 目光闪烁着 龙氏商会乃是大千未免第一商会 掌控着未免大半的修行资源 纵然是天穷殿这样的势力 都不得不时常和龙氏商会进行交易 一旦得罪了龙氏商会 那对于天穷殿的影响可不小 年轻人今日看在龙氏商会的面子上 老朽便饶你一命 记住以后最好小心说话 这位大长老收起威压 看着叶君凌冷道 你饶我 可我没打算饶过你 叶君凌神似一冷 朝着对方急射而去 轰 他瞬间出现在这位天穷殿大长老面前 一拳轰杀而出 顿时这位大长老不然大怒 便要给叶君凌一点教训瞧瞧 少主小心 许娇娘面色一变 大叫道 敢对封号及强者出售 自寻死路 那位楚族太上长老看着叶君凌 摇了摇头嘲讽道 轰 瞬间 叶君凌和这位天穷殿大长老的拳头 狠狠地轰击在一起 两拳相鸣 传出惊天巨像 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这一击之下 叶君凌并未被灭杀 反而是那位天穷殿大长老的拳头 直接被叶君凌给轰爆了 继而叶君凌这一拳 势不可挡地轰在这位大长老的身上 将他硬生生地给轰爆了 一位堂堂封号及强者 就这样惨死在叶君凌的一拳之下 此刻 众人又依此震撼连连 叶君凌则是面无表情地收拳 轻吐一口浊气 如今魔神肢体达到不灭之境 其战力之强 完全超出叶君凌的想象 少主 你的实力竟然达到这种地步了 这是许娇娘来到叶君凌面前 一脸惊叹道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叶君凌疑惑地看着许娇娘 龙氏商会的势力遍布各域 你一出现在玄兰界 我便得到了消息 立刻赶来了 主人若是知道你还活着 一定会很高兴的 许娇娘笑着说道 我出世的消息 我几位师父已经知道了 叶君凌询问道 没错 而且少主的几位师父 更是因此直接涂灭了邻族 许娇娘直接说道 而叶君凌眉头一皱 邻族 邻族就是之前在死亡之谷 对少主出手的那个家族 许娇娘将邻族的情况 全部告诉了叶君凌 没想到几位师父 已经替我报仇了 叶君凌感叹道 她还想着亲自去找 那个青年和其父亲报仇呢 没想到对方已经被灭了 随即叶君凌看着许娇娘说道 你利用龙氏商会的资源 帮我办一件事 少主请吩咐 许娇娘公身道 帮我查清楚 当年参与覆灭夜族的 都有那些事例 叶君凌吩咐道 是 少主 我即可去办 许娇娘点了点头 再帮我找两个人 随后叶君凌将其母亲 和大师姐的名字说了出来 而后许娇娘便离开了这里 接下来 叶君凌目光扫向了那 储族太上长老 后者再无任何气势 直接跪在地上恳求道 请公子手下留情 放过我储族 放心 我不会灭掉储族 但他得死 叶君凌神思一冷 直接出手灭杀了储万山 而后宣布道 从今天开始 储光便是储族新任族长 叶兄 你这 顿时 储光面色一变 叶君凌看着他 储兄 这是你应得的 那太上长老听到这话面色一变 而叶君凌冷冷地看着他 你有意见 没有 老朽即可照办 这位太上长老连忙摇头 就这样 储光在叶君凌的相助下 直接成为了储族新渔任族长 引起了整个玄蓝界的震动 而天穷殿那边 因为大长老惨死 及其震怒 但随后 接到龙氏商会的警告后 他们只能按捺住了怒火 毕竟龙氏商会 刚刚灭掉了灵族 极大地震 涉足了各方势力 半个月后 储族之中 许娇良出现在叶君凌面前 将一份名单交给了他 这名单上的正是当初参与负灭野族 至今还存在的所有势力 叶君凌看着手中的这份名单 眼中闪烁着冰冷的寒芒 少主 你让我查的两个人 少主大师姐暂时还未有消息 但少主母亲 许娇娘继续说道 我母亲怎么了 叶君凌目光一宁 猛地盯着许娇娘 数日前 吴史宗对外宣布 吴史宗宗主将在担任九玉联盟盟主的典礼上 迎娶一女人 而那女子的名字就叫独孤幽落 许娇娘一一说道 哄 瞬间 叶君凌身上爆发出滔天的沙发之气 好似要将这天都给掀翻了 第772章进化之力 星空至中 叶君凌一行人正在前往某地 他们去的地方正是吴史宗所在的九品星玉林天玉 吴史宗乃是林天玉最强宗门 而在吴史宗宗主令天行强大修为的震慑下 林天玉和其他两大九品星玉 还有另外六大八品星玉的所有势力 皆同意成立九玉联盟 并且由令天行担任九玉联盟盟主之位 这九玉联盟 说是联盟 实则乃是九玉项令天行俯首称臣 整个大千位面 八品星玉和九品星玉加起来不超过三十 如今令天行一人便让其中九大星玉俯首称臣 可见令天行以及整个吴史宗的恐怖 不过叶君凌虽然知晓 吴史宗和令天行的强大 但他却依旧要前往灵天宇斩杀灵天行 救回母亲 他自然不会允许自己的母亲被迫和别人成婚 站住 默然 前方星空中传出一道离合声 轰 一道惊天巨像传出 暂发着可怕的战斗余波 叶君凌目光朝着前方星空扫去 只见一行人正在和一位白衣女子激战 是他 叶君凌看着那女子惊讶道 这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那位来自地球的蓬莱格大小姐 楚幽梦 蓬 随着一道巨像传出 楚幽梦的身子被轰的暴腿 如今楚幽梦一身境界 已经达到了长生级 周身弥漫着一股神圣的气息 但她的对手乃是多位长生级强者 其中还有数位半部巨头级强者 因此寡不敌众之下 楚幽梦也是被重创 这是从那群强者身后 走出来一位气宇不凡的青年 在身后跟着一位老农 没想到在这大千尉面中 竟然还有人拥有着 传说中的静视之力 青年看着楚幽梦微微一笑 道 姑娘 不用挣扎了 跟本公子走吧 你拥有着静花之力 本公子不会亏待你的 抱歉 我对你不感兴趣 楚幽梦神色淡漠道 而青年神色微微一沉 注视着楚幽梦 你是第一个敢拒绝本公子的 不过在这世间 本公子想要得到的东西 没有斗不道的 剑老将他带走 这位青年语气陡然一变 霸道之际 是公子 当即跟随在青年身后的 那位老奴点了点头 他身子一动 瞬间化作一柄利剑 朝着楚幽梦脊手而去 他的速度之快 完全不给楚幽梦 任何反应的机会 正当他的利爪 要落在楚幽梦身上之时 一只大手默然出现 直接抓住了这位老奴的利爪 让其难尽半寸 楚幽梦和那老奴的目光 皆是扫向这只大手的主人 顿时楚幽梦眼中露出一抹喜色 而这大手的主人自然便是叶军灵 你 此刻这位老奴看着叶军灵刚要说什么 结果叶军灵的大手猛的用力 直接将他的利爪捏得粉碎 这位老奴神似一尘 身上爆发出恐怖的巨头级威压 另外一只手朝着叶军灵轰杀而去 砰 叶军灵一拳砸出 将对方的另外一只手也给红得粉碎 随即他大手一抓 直接如老鹰抓小鸡一般 轻松抓住这位老奴的脖子 咔嚓 随着他大手一捏 这位巨头级强者的脖子就被他给掐断了 而后朱雀真火将对方的身子给焚成虚无 你是何人 竟敢杀本公子的人 这是那位青年面色一尘 冷冷地看着叶军灵 而他身边那些手下 皆是一脸警惕地盯着叶军灵 滚 叶军灵面无表情地喝道 听到叶军灵这句话 那青年眼神一冷 吐道 你可知本公子的身份 小子 我们家公子乃是影视宗门坟天圣殿二公子 你若不想死的话 立刻跪下求饶 那青年身边的一位半部巨头级强者 看着叶军灵叫嚣道 咻 叶军灵没有说话 抬手一指 砰的一声 这位说话的半部巨头级强者身子 就被叶军灵一指红爆 没有一丝反抗之力 那青年神似一变 目视着叶军灵 你 刷 叶军灵瞬间出现在这位青年面前 伸手一抓 直接这位坟天圣殿二公子的脑袋给抓爆了 其他坟天圣殿的强者见状倒吸一口凉气 面露骇然之色看着叶军灵 他们二话不说 便全部逃之夭夭了 别让他们逃了 不然你会有大麻烦的 楚幽梦对着叶军灵叫道 而他则是不以为然道 无所谓 随后叶军灵来到楚幽梦面前问道 你怎么会被他们追杀 那个净化之力是什么意思 净化之力乃是一道特殊力量 可以净化一切邪恶 让人不入魔 类似于佛门的力量 不过净化之力更强 达到一定层次 可以净化天地间的一切 我之前施展净化之力 结果被那群人意外发现 他们便想抓走我 楚幽梦解释道 这就是你之前 为何能让入魔的我 恢复正常的缘故 叶军灵惊讶地看着楚幽梦 嗯 楚幽梦点了点头 看着叶军灵 之前都在说你死了 但我觉得你没这么容易死 果然你还活着 叶军灵冷横道 能杀死我的人还没出生呢 你这是打算去哪 楚幽梦询问道 去灵天狱杀人 叶军灵言简意概道 而楚幽梦直接说道 我和你一起去吧 对此叶军灵并没有拒绝 他带着楚幽梦 一起前往了灵天狱 与此同时 随着这位焚天圣殿二公子惨死 大千位面影是宗门之一的焚天圣殿 直接震怒了 同一时间 当年参与围剿叶族的那些势力 也得知了叶军灵还活着的消息 他们纷纷震惊不已 随即这些势力 全部派人打探着叶军灵如今的踪迹 准备再次将其灭杀 而在天穷殿中 天穷殿殿主站在这冷目道 没想到杀死大长老的竟然就是那个叶族后裔 殿主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在场的一众天穷殿强者询问道 此子年纪轻轻 实力便已经达到这种地步了 绝对不能留 不然后患无穷 天穷殿殿主神字一冷 眼中露出一抹杀一刀 这次本殿主亲自出手 诛杀此子 而此时 那些因为叶军灵竞技之主身份 而要对其下手的多个势力 同样行动起来 又要再次念杀叶军灵 此刻 在大千未念某个神秘之地 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启禀大人 殿主没死 如今已经在前往林天狱的路上 各方势力也都蠢蠢欲动 这些萧小之辈 还想杀我禁忌之殿第二任殿主 真当我禁忌之殿不存在吗 立刻传令已经复苏的四大军团长 让他们即可率领军团前去持援殿主 这次就要让所有人知道 我禁忌之殿正式回归了 另外一道森冷的声音 传遍这个空间 充满杀气 而在一处阴森诡异的山谷之中 传出阵阵妖兽哀号声 在这里遍布着成千上万的妖兽 每一尊妖兽的实力都在长生纪以上 而此时这些凶狠暴力的妖兽 则全部被人一一斩杀 宛如案板上带在了羔羊 十几分钟后 山谷中的妖兽全部惨死 鲜血染红了地面 在这些堆积如山的妖兽面前 站着一位长发飘荡 神情冰冷 身上充满冰冷刺骨寒意的女子 这女子一手持剑 鲜血染红了剑身 另外一只手的袖子则是空荡荡的 此女一双瞳孔之中 毫无感情 有的就是无情的杀意 而她一头长发更是变成了白色 显得妖眼冷酷 主人刚刚得到消息 主人小师弟还活着 如今正在前往林天宇 而其他各大势力 都在打探主人小师弟的行踪 似乎要再次对其下手 这是一位黑女子出现在山谷中 对着这位断臂女子下规会报道 哄 一股灵力道极致的无情杀意 从断臂女子身上爆发出来 瞬间将山谷内的所有妖兽 尸体碾压成了几本 通知所有人 随我前去林天宇 谁敢动小师弟 一律诛灭九足 断臂女子一脸无情的喝道 是 主人 黑女子点了点头 第七百七十三章 想去我母亲 你还不够资格 林天宇 吴史宗老巢变在这 这个世界也因吴史宗而改名 此刻叶军林一行人来到了这里 少主 吴史宗就在那个方向 不过少主母亲是否在吴史宗内 现在还不得而知 这时许娇娘指向了吴史大陆中心方向 在那里有着一座高耸绿云的山峰 而在山峰之巅 矗立着一座恢弘而大气的建筑群 便是吴史宗所在 吴史宗 叶军林眼中闪烁着冰冷的寒芒 注视着万里之外的吴史宗 走 当即叶军林便要杀入吴史宗 而这是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小子 别这么着急 叶军林 吴师傅龙天霸的身影 出现在了这里 吴师傅 叶军林看着吴师傅连忙叫道 主人 许娇娘同样叫道 龙天霸看着叶军林微笑道 你小子许久不见倒是越发的帅气了 堪比老夫我当年的帅气逼人 顿时叶军林尴尬一笑道 吴师傅 你怎么来了 我来试告诉你 你想救你母亲可以 但不是现在 等到令天行计刃九玉联盟之主 迎娶你母亲的那一天吧 龙天霸开口说道 那一天还要等大半个月 我已经一刻都等不及了 叶军林眉头一皱 放心你母亲现在没事 不用急之一时半会 至于为何要等到那一天 乃是因为有其他原因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龙天霸一脸神秘的说道 而叶军林目光闪烁了几秒 点了点头 好我听吴师傅的 他知道吴师傅这么安排 自然有其用意 接下来叶军林一行人 直接在龙市商会 在吴史大陆的分不住了下来 而叶军林更是再次闭关 准备趁着这大半个月 再好好提升一番实力 他直接将乾坤鼎 古破魔刀 浩天塔 昆仑静一一换出 如今他想要短时间内提升境界不太可能 因此他准备加强一下 他对这四件武器的掌控 毕竟这四件武器都来力不凡 若是叶军林能将其完全掌控 并能让他站立更上一层楼 而这四件武器中 昆仑静和浩天塔使用次数最少 因此叶军林着重加强感悟 掌控这两件炎黄神器 很快时光飞射 大半个月转眼间就过去了 这一天 吴史宗热闹非凡 来自九域的各大宗门势力之主 全部齐聚于此 今日便是九域联盟成立 吴史宗宗主担任九域联盟盟主的日子 同时也是他的大婚之日 此刻 除去九域的强者齐聚吴史宗外 还有着诸多赫赫有名的势力之主 受到邀请出现在了这里 这一刻 吴史宗内 强者如云 长生级强者便利可见 就连巨头级强者都不断出现 而以往难得一见的封号级强者 都有不少 至于长生级之下的强者 此时全部变成了仆人 一个个满脸恭敬的姿态 很快 吴史宗宗主令天行身穿一袭紫色长袍 散发着无匹的威势 带着一副灭世众生的姿态出现在这里 顿时现场一片寂静 在场所有人目光全部扫向了令天行 感谢诸位今日到来 如今在我吴史宗的撮合之下 林天宇和其他八语所有势力 皆是达成一致 决定成立九玉联盟 而在下有幸被诸位推举为九玉联盟盟主 天行再次感谢诸位的支持 令天行先是一番客套的说道 随着神字一领 声音洪亮的喝道 此刻我在此宣布 九玉联盟正式成立 而我令天行便是九玉联盟盟主 随着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九玉势力之主 全部对着令天行下跪参拜道 参见盟主 当这数千位来自九玉的各大势力之主 其声喝道 其声音震耳于聋 传遍整个武史大陆 而在场其他势力的人 都被这壮观的一幕被震撼到了 如今令天行成为九玉之主 其身份地位可谓是直线盘升 比之那最为顶尖的几大九品心玉霸主 都差不了多少了 恭贺令盟主 这时其他各大势力的人 纷纷对令天行庆祝道 感谢大家的祝福 而今日不仅是我成为九玉联盟之主的日子 更是我令天行大婚之日 现在便有请新娘登场 令天行直接说道 随着她话音一落 众人目光纷纷一扫 便看到一位神穿黑色婚服 气场高冷的妇人出现在这里 这位妇人正是叶军灵的母亲独孤优弱 那不是当初那位九离魔族圣女独孤优弱吗 她竟然还活着 而且还成了令天行的女人 据说当年令天行对独孤优弱情有独钟 一直将其视为静丸 但没想到独孤优弱最后却跟了一个无名之辈 甚至导致整个九离魔族都惨造负面 一时间在场不少人看着独孤优弱议论纷纷 不少人都认识这位九离魔族的圣女 毕竟在二十年前 九离魔族可是大千未免第一魔族 统治着整个大千未免魔道势力 无人敢何其为敌 而独孤优弱身为九离魔族圣女 自然是成为了整个未免关注的对象 更是无数巨拨大佬追求的对象 令天行便是其中佼佼者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独孤优弱谁都没选择 最终选择嫁给了一位无名之辈 不过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九离魔族近来一夜之间惨遭灭族 整个九离魔族都不复存在 而独孤优弱也自那以后消失了 众人都以为他跟着九离魔族一起灭亡了 却没想到还活着 这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他便是九离魔族圣女独孤优弱 而今日他也将成为我令天行的妻子 令天行直接说道 他目光扫向了独孤优弱 眼中闪烁着惊芒 一脸强势道 独孤优弱 你注定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是吗 独孤优弱冷笑一声 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无情 充满无尽杀意的声音破空而来 想娶我母亲 你还不够资格 哄 刹那间 苍穹震动 一柄散发着滔天魔旗的长刀 宛如流星一般撕裂苍穹 朝着令天行强势斩去 这一刀落下 整个巫师大陆的天被劈成两半 在场所有人都是内心一灵 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死亡窒息感 这一刻 魔刀灵 天地精 第774章 七种属性之道 强势对战 轰 令天行看着那柄魔刀斩来 神似一冷 一掌轰出 硬汗这柄魔刀 刹那间 无尽的能量迸发而出 朝着整个巫师宗 扩散而去 在场强者 纷纷出手 阻挡着这能量涟漪的蔓延 这一击的威力 极其恐怖 直接将在场不少人 都给针飞出去 吐止血 刷 这时一道身影破空而出 一把握住魔刀 再次朝着令天行 狠狠地劈了出去 这人自然便是夜君灵 如今的他杀气凌厉 魔气缠身 浑身散发着无尽的暴力气息 哄 又是一道 惊天巨像传出 叶君灵和令天行的身子 分别后退着 这一刻 在场众人 都是面色一变 全部盯着叶君灵 露出震撼之色 你 而令天行神似一尘 怒视着叶君灵 眼中寒忙四射 但他刚开口 一旁的独孤幽弱 便一脸溺爱地 看着叶君灵叫道 君灵 母亲 叶君灵看着 其实个多年未见的母亲 一脸激动 喜不自禁地叫道 他当即踏前一步 直接和其母亲抱在了一起 这一刻 这对时隔七年未见的母子 终于再次重逢 他竟然是独孤幽弱的儿子 这是在场各大势力之主 看着叶君灵纷纷惊讶道 而令天行看着独孤幽弱 母子俩重逢相聚 其脸色一下子难看至极 身上弥漫出恐怖的沙发之气 该死的剑种 你竟然还没死 令天行看着叶君灵 直接吼道 刷 叶君灵目光扫向令天行 眼中杀意四射 冷道 你先是囚禁我母亲 后又逼迫我母亲嫁给你 你罪该万死 哼 就凭你一个剑种 也敢这么和我说话 今日我便当着独孤幽弱的面 亲自送你上路 彻底断了他的念想 令天行一脸霸道的喝道 哼 他身上散发着一股恐怖的威压 压得众人无法喘气 今日不仅你要死 凡是吴世宗的人都得死 此刻叶君灵宛如一尊 阎望般下达宣判 而他话音一落 顿时大批大批强者出现在这里 这些强者正是四师傅麾下的九成大军 和五师傅龙氏商会招募的一众强者 还有六师傅掌控的暗榜强者 甚至还有楚狂率领的一众楚族强者 没想到你也有后手 不过就凭这些蝼蚁 也想灭我吴世宗 他们不够 那再加上我们三个老家伙够猛 莫然 一道充满沙发之气的声音传来 三道身影出现在吴世宗的上空 他们正是叶君灵的四师傅徐孝天 五师傅龙天霸和六师傅暗黄 三位师傅 叶君灵看着三位师傅教导 哼 想杀我徒儿 那得问问我们答不答应 龙天霸看着令天行哼击道 此刻令天行扫了叶君灵三位师傅一言 冷道 今日我九余强者皆在此 我倒要看看而等如何覆灭我吴世宗 今日 当我这死 叶君灵面无表情的喝道 他握着琥珀磨刀 直接朝令天行强势斩去 而他这一刀斩出速度快到极致 仿佛突破了空间阻碍 瞬间出现在令天行面前 他这是空间之力 此刻跟随而来的徐如灵 看着叶君灵施展的这一刀 其眉头一挑露出惊讶之色 他掌控着空间属性力量 自然是一眼就能看出 叶君灵这一刀同样蕴含着空间之力 所以其速度才能如此之宽 而令天行同样被叶君灵这一刀的速度给惊到了 他神色一变 身上爆发出刺眼的金光 化作一面金盾挡住了叶君灵这一刀 这乃是金属性力量 咔嚓 不过令天行的金盾 仅仅坚持了一秒钟的时间 就被叶君灵一刀给强势摧毁掉了 这一刀势如破竹地朝着令天行杀去 显然叶君灵这一刀没有任何流利 而是爆发出全部力量 甚至他将魔神血脉和无天血脉都通通爆发了出来 使得这一刀的威力达到极致 当即令天行神似一尘 他身上再次爆发出一刀恐怖的暴风之力 直接带着他的身子一闪 避开了叶君灵这一刀 显然令天行也掌控了双属性力量 小子 我倒是小看你了 令天行冷冷地盯着叶君灵 他双手一斩 顿时恐怖的金属性力量和风属性力量爆发出来 除此之外 令天行身上更是爆发出雷属性力量 水属性力量和火属性力量 他竟然同时掌控着五大属性之道 当即众人纷纷震惊到 达到长生级 便可开始感悟属性之道 而正常人者基本上都只是感悟一种 或者两种属性之道 但如今令天行却同时施展出了五种属性之道 让人不得不震惊 不过他们的震惊远远不止于此 因为在令天行的身后 更是凝聚出一柄擒天巨剑 散发着恐怖的剑势 剑属性之道 众人又是一惊 这令天行竟然感悟出了六种属性之道 简直是恐怖如斯 去死吧 令天行看着叶君灵冷冷地喝道 他操控着六种属性之道 朝着叶君灵轰杀而去 而且这六种属性之道 在他的操控之下 更是叠加融合在一起 爆发出更加恐怖的属性之道 轰隆隆 这一刻天地轰鸣 万物站立 在场所有人都是面色一变 内心一记 感受到了强烈的窒息感 他竟然能将六种不同的属性之道 全部融合在一起 简直是变态 各大势力之主看着令天行的操作 都被震惊得目瞪口呆 这不同的属性之道 想要融合在一起难如登天 但一旦相融 便能爆发出更强的威力 仅仅是融合两种属性之道 都难如登天 如今令天行 却是一次性将六种属性之道 融合在一起 堪称一天 而此时这融合了六种属性之道的力量 化作一柄无上宝剑 散发着璀璨而绚烂的光芒 朝着叶君灵强势斩去 这一剑 比之叶君灵刚才那一道丝毫不差 斩 叶君灵面对着这一剑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斩了出去 他将体内的禁忌之力 也爆发了出来 轰隆隆 一时间 这刀剑犹如火星撞地球 强势轰在一起 传出无尽的轰鸣声 顿时在场所有强者纷纷出手 阻挡着这可怕的能量连一蔓延 而叶君灵和令天行 都被这一剑的能量给吞噬掉了 这一剑足足持续了二十多分钟 那可怕的能量与波才逐渐散去 很快叶君灵和令天行两人的身影显现出来 扑 叶君灵吐着血 面色苍白 手中的琥珀磨刀插在地上 支撑着其身子 而令天行则是双模死死盯着叶君灵 张了张嘴 你 扑持 他话还未说完 便一口心红的鲜血喷出 整个人跪在地上 受到重创 虽然他刚才这一剑的威力 不比叶君灵差 但他却受到能量 反是受到重创 至于叶君灵凭借着魔神肢体的防御 倒是并未受太多反噬 因此令天行比他的伤势更重 这是在场的九狱强者 和其他势力支柱见状都是震撼连连 他们没想到这强横无比 镇压九狱的无视宗主 竟被叶君灵一个年轻后辈给击败了 此子也太恐怖了吧 此刻独孤优弱和叶君灵三位师父 都露出了一抹欣慰的笑容 轰隆隆 但这时又有着大批强者降临 他们一个个充满杀鸡的盯着叶君灵 正是那些曾经参与负面叶族的各大势与强者 为首的则是天穷殿殿主 叶族余念 你杀我天穷殿大长老 今日本殿主便要用你的命来偿还 天穷殿殿主看着叶君灵 一脸威严的喝道 叶族余念 你今日必死无疑 其他人纷纷喝道 你们想成为第二个灵族吗 叶君灵的三位师父 看着这些人冷道 你们虽能灭灵族 但灭得了我们这么多势力吗 今日你们若要继续袒护辞子 那便连你们一起杀 天穷殿殿主无比强势地说道 杀杀杀 顿时在场这些参与负面叶族的各大势力强者 和后面赶来诛杀竞技之主的强者纷纷叫道 他们的声望传遍诛天 恐怖的威势爆发出来 压得整个灵天玉战里 想杀我儿 那得看你们的命够不够硬 漠然 独孤幽弱神似一冷冲天而起 第七百七十五章白发魔女 禁忌来人 想杀我儿 那得看你们的命够不够硬 面对着这一浪接着一浪的沙发声 独孤幽弱冲天而起 双眸一凝 身上爆发出滔天的魔气 哄 随着这魔气蔓延开来 直接席卷整个无始大路 这一刻 独孤幽弱双眸闪烁着冰冷的沙翼 魔气缠身 宛如一尊魔女降临 死 当他口中发出一道死神之声 无尽的杀气爆发出来 而独孤幽弱直接朝着最前方的 天穷殿殿主冲去 哄 一道惊天剧想传出 这位天穷殿殿主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他的身子就四分五裂的爆开 化作一滩血雾 死 这一幕惊呆了在场各大强者 天穷殿殿主好歹是一尊封号级强者 竟然就这么被秒杀了 简直让人不敢置信 随即独孤幽弱杀气腾腾的朝着 欲要诛杀叶军灵的其他强者冲去 扑扑扑 一时间鲜血纷飞惨叫连连 这各大势力的强者 面对着独孤幽弱 好似小白羊遇到了大灰狼 一个个毫无反抗之力 被疯狂吐露 这一刻全场震惊 呆若木鸡 就连叶军灵的眼中都露出惊讶之色 显然没想到其母亲的战力如此之强 怎么可能 他的修为不是已经被废掉了吗 而令天行看着独孤幽弱所展现出的实力 一脸不可思议到 他之前明明已经废掉了这女人的修为 但如今对方却展现出如此强悍的实力 让他完全没想到 很快叶军灵的三位师傅 和他们各自带来的强者 全部加入了战斗中 和这些大千位面敌各大宗门势力强者厮杀在一起 九玉所有人听令 现在我以盟主身份命令你们 不惜一切代价诛杀次子 这时令天行看着在场的九玉强者命令道 他这话一出 在场的九玉所有强者神色一灵 一个个目光盯着叶军灵 都给我上 杀了他 谁若不动手 谁就得死 令天行神色争鸣 歇斯底里的吼道 当即在场所有九玉强者目光一灵 纷纷爆发出一身力量 挥舞出各自的武器 准备对叶军灵出手 轰轰轰 随着在场所有来自九大星域的实力强者 一起爆发出自身的力量 形成恐怖如似的威压 犹如黑云压城 欲要压垮一切 但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无情的爆和声 从虚空中传来 我看谁敢动我小时地 哄 刹那间 苍穹震动 一股冰冷无情的杀意降临 让在场所有人内心都是一记 后背直冒冷汗 随即 一味面无表情 眼神冷漠无情 一头白发的断臂女子出现在了这里 他握着一把剑 周身弥漫着一道实质化的血气 宛如一尊白发杀神 而在这女子身后 则是出现三千身穿黑袍 手持利刃的强者 这三千人一个个眼神冷漠 不夹杂一丝情感 宛如机器人 身上弥漫的杀意极其恐怖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三师姐 叶军林看着这位断臂的白发女子 一脸惊讶地叫道 这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叶军林的三师姐拓跋育儿 如今的拓跋育儿 整个人就像是一尊无情的杀神 而在场其他人看着拓跋育儿 纷纷惊呼道 那不是白发魔女吗 她竟然也来了 就在半年前 大千未免突然出现了一位白发女子 她虽是残缺之躯 却修为惊人 而且冷血无情 杀人如麻 这半年的时间 有将近上百个势力被此女屠戮 而她也是被称之为白发魔女 让人闻风丧胆 只是众人没想到 这位白发魔女竟然出现在了这里 动我小师弟者 杀 拓跋育儿来到吴史宗上空 看着下方的那些九玉强者 一脸无情的喝道 他身后的三千黑袍强者 皆是爆发出冲天的杀意 压得四周空间完全凝固住了 谁敢动主人 随即又有一道爆喝声响起 虚空中再次出现大批大批强者 这些强者身穿统一黑色战架 一个个手持月牙壮利刃 宛如死神镰刀 他们好似一群来自地狱的屠夫 顿时在场所有人都是一脸好奇地看向这些人 眼中充满了疑惑 猜测着他们的身份 竞技之店第三军团军团长狂是参见店主 竞技之店第五军团军团长 暴风参见店主 竞技之店第六军团军团长 霸刀参见店主 竞技之店第八军团军团长冷血参见店主 这时 刺到神情冷酷 气势狂暴的身影 他前一步来到叶军林面前下跪教导 参见店主 随后那一大批人 全部整齐划一地对着叶军林下跪教导 他们声音洪亮 传遍天地 好似在宣告着竞技之店的回归 竞技之店 他们是竞技之店的人 这怎么可能 竞技之店的人不是都死光了吗 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 在场所有强者都是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看着这四大竞技军团的人 他们万万没想到这时间不仅诞生了第二位竞技之主 就连早已灭亡的竞技之店强者都再次出现了 让人震撼万分 而叶军林目光扫向这些人 倒是显得十分镇定 毕竟之前竞技之店第九军团军团长已经出现过了 其他几大军团的人出现自然不意外 都起来吧 叶军林看着这四大军团的人说道 随即 他们全部起身 而第三军团军团长狂师目光 扫向了在场九狱强者冷漠道 你们要杀我竞技之店店主 面对着狂师的质问 在场的九狱强者皆是沉默了 没人敢出言 此刻不仅那位杀人如麻的白发魔女出现了 就连传说中的禁忌之店军团都来了 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了要杀叶军林的勇气 而令天行看到这不断发生的变故 其脸色同样十分难看 咬牙切齿 脸上充满了猙獰的不甘 这一刻 现场无比安静 鸦雀无声 但很快至寂静的时刻 就被一道冷傲的声音给打破了 一群蝼蚁也敢这般装逼 第776章猎眼焚天 焚煞不朽 一群蝼蚁也敢这般装逼 随着这道充满了不懈的笔疑声响起 在场众人目光齐刷刷的一扫 此刻 虚空中 一行人撕裂空间出现在这里 这行人总共不过数十人 但他们一出现 却让整个无视大陆的人都喘不过起来 无视宗内的各大强者也都是内心一尘 感受到了一股无形的压迫感 独孤优弱 三位师傅 叶军林看着这行人都是眉头一皱 此刻 这行人中为首的一位赤发青年 扫了在场众人一眼 眼中充满了蔑视 宛如神灵府看凡人一般 这是那赤发青年身旁 一人直接指向叶军林说道 大公子 就是他杀的二公子 不好 人群中的楚幽梦 看到那个指认的人神色一变 此人正是那群围杀他的 焚天圣殿强者之一 显然这行人乃是焚天圣殿的人 此次前来就是找叶军林报仇的 刷 当即这位赤发青年目光扫向叶军林 神色冷漠道 你胆子不小 敢杀我弟弟 杀就杀了 你又能如何 叶军林一脸嚣张道 顿时赤发青年身后一众焚天圣殿的强者 都是面色一沉 怒视着叶军林 他们焚天圣殿乃是堂堂大千位面顶尖的影视宗门 还从未有人敢杀了他们焚天圣殿的人 还如此嚣张的 叶军林这完全是不把焚天圣殿放在眼里 这让他们如何能忍 而这位焚天圣殿大公子不怒反笑 鼓着掌看着叶军林 好 很好 敢说这话 你倒是挺有勇气的 就是不知道待会你还能不能和现在一样用 这大公子话音一落 他瞬间出现在叶军林面前 挥手朝着他抓去 轰 他这一爪轰出 空间崩塌 无尽的烈眼朝着叶军林袭剑而去 欲要将他分灭成血物 这一击的威力 堪比半步封号极强者 这一幕让在场众人都是暗暗一惊 感叹道 这影视宗门的天骄还真是恐怖啊 这般年纪便一只脚踏入了封号极 简直秒杀了他们一大半的人 随即他们注视着叶军林 又露出好奇之色 此子之前镇压令天行同样展现出了恐怖战力 如今面对着这影视宗门的天之骄子 又当如何 两位顶级天才的战斗 一下子让众人都充满了好奇 哄 而叶军林面对着这位 坟天圣殿大公子的利爪 毫不犹豫的一拳轰出 击散了烈焰 和对方的利爪狠狠的轰在一起 咔嚓 这一拳之下 这位大公子的利爪被轰得粉碎 身子暴退 门哼一声 你 当即这位大公子神色阴沉的盯着叶军林 大公子 这是那跟随他而来的坟天圣殿强者面色一遍 纷纷上前叫道 给我杀了他 这位大公子神情森冷的吼道 顿时这数十人全部朝着叶军林冲去 他们之中 有六位巨头级强者 三位封号级强者 和一位半步不朽镜的强者 此刻他们全部朝着叶军林轰杀而去 轰隆隆 随着这数十人一起出手 抱拔出滔天的力量 欲要碾压叶军林 找死 莫然 拓拔玉儿冷合一声 他身子一闪 挡在这群坟天圣殿的强者面前 一箭闪电般扫出 顿时这数十人的表情 全部凝固住了 砰砰砰 随后他们的身子 一个接着一个爆炸开来 化作一道道血物 死无全尸 此 这可怕的一幕 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一个个目瞪口呆 他们虽然知道白发魔女的战力恐怖 却没想到对方恐怖到了这种地步 六位巨头级 三位封号级和一位半步不朽镜的强者 竟然被他一箭秒杀了 这还是人吗 就连野军林都不禁暗暗则舌 他没想到这么长时间不见 三师姐一身修为 竟然达到了如此惊天地气鬼神的地步 这太强悍了 柳如燕的女弟子 竟然这么牛叉了 这时龙天爸看着拓发员 不禁感叹道 柳如燕那女人要知道 他的女弟子这么牛逼了 恐怕会高兴的合不拢嘴了吧 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徐孝天冷冷地说道 而此刻那凡天圣殿大公子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的表情都凝固住了 他万万没想到这位面之中 除去叶军林之外 竟然还有一位如此妖孽的天才存在 刷 拓拔玉儿无情的目光 扫向那大公子 他握着剑直接朝对方扫去 凡天圣言 莫然 那大公子立合一声 体内爆发出一团恐怖的赤红色烈眼 朝着拓拔玉儿轰杀而去 这团赤红色烈眼的威力极其恐怖 足以分面封号及强者 但拓拔玉儿却是一剑批出 直接将这团烈眼给轰散了 势不可挡地朝对方轰杀而去 轰 正当拓拔玉儿这一剑 即将落在那大公子身上之时 对方体内再次爆发出一团赤红色的光芒 散发出滔天之威 挡住了这一剑 你的确很强 但想杀本公子 你还不够格 此刻 这位凡天圣殿大公子 看着拓拔玉儿一脸傲然地哼道 他身上的这道护体力量 乃是其父亲留下的 除非是不朽禁强者亲自出手 否则根本破不掉 而拓拔玉儿眼中 闪烁着无情的杀意 一头白发随风飘荡 身上的无情指引不断暴涨 这丫头竟然将无情之道 修炼到了这种地步 叶军灵的三位师傅 看着拓拔玉儿惊讶道 动我小师弟 你必须死 拓拔玉儿口中吐出一句无情之话 他手中的剑爆发出一股 害人的无情剑 硬生生地将这道护体力量 给破开了 扑持 瞬间拓拔玉儿手中的剑 直接刺穿了这位大公子的身体 鲜血蹦践而出 你 这位焚天圣殿大公子双眸暴凳 死死地盯着拓拔玉儿 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哼 下一秒 这位大公子身子直接爆开 被拓拔玉儿强势斩杀了 啊 随着此子被杀 那远在坟天圣殿之中的坟天殿主 陡然怒吼道 他已经死了一个儿子 如今连最为宝贝的大公子也被杀了 这让坟天殿主彻底怒了 轰隆隆 刹那间 吴史大陆的苍穹之上 传出无尽的轰鸣声 一堂浩瀚的火焰降临 遮天蔽日 好似要坟灭诸天 而后这团火焰凝聚成一道庞大的人脸 俯瞰着整个吴史大陆 发出怒吼声 是谁杀了乌尔 这张人脸正是坟天圣殿之主 随着他这道怒吼声传出 直接压得整个吴史大陆的人 一一跪在地上 就连吴史宗内的众人 都被压迫的跪在地上 纷纷吐血 面露恐惧之色 我杀的 此时 拓拔玉儿一脸冷目道 他没有任何废话 握着剑就朝着那张人脸强势杀去 你该死 坟天殿主怒视着拓拔玉儿 一道烈焰剧长默然出现 朝着他强势轰去 扑持 这一击之下 拓拔玉儿当场吐血 身子飞了出去 刷 这时叶军林冲天而起 一把抱住了拓拔玉儿 开口道 三师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拓拔玉儿看着叶军林摇了摇头 三师姐 你先休息 叶军林将拓拔玉儿放在地上 而后他目光扫向坟天殿主 眼中露出一抹杀意 轰 他一步踏出 借助空间之力 瞬间出现在坟天殿主的这张人脸面前 一拳朝着对方狠狠轰去 这一拳 叶军林将一身力量全部爆发出来 就连禁忌之力都爆发了出来 找死 坟天殿主立合一声 坟灭诸天的烈焰直接爆发出来 彻底将叶军林给吞噬掉了 这炼威力之强 足以焚杀不朽进强者 第777章号令就遇 百足之战 随着那坟灭诸天的烈焰 吞噬掉了叶军林 独孤幽洛等人神似一遍 他们全部冲了出去 轰 但就在这时 那坟天烈焰中传出一道巨像 随即这些烈焰迅速被吸收掉了 最终全部消失 而叶军林的身影显现出来 毫发未损 这烈焰虽然恐怖 足以坟灭不朽进强者 但叶军林体内有着朱雀真火 根本无惧任何火焰 朱雀真火转眼前便将这烈焰给吞噬掉了 甚至借助这烈焰 叶军林的肉身又强了不少 叶军林隐隐感觉 他的魔神肢体虽然达到了最高境的不灭层次 但这魔神肢体还可以变得更强 不过想要让魔神肢体更强 则是需要更加恐怖的能量脆体 你 这时坟天殿主不可思议的盯着叶军林 轰 叶军林一拳轰出 直接落在对方这张人脸上 体内的朱雀真火和毁灭之雷 统统爆发了出来 将其轰成虚无 混账 顿时一道暴墓声响起 苍穹震动 一股更加可怕的威压降临 那坟天殿主直接撕裂空间 就要本尊降临无始大陆大开杀戒 一时间所有无始大陆内的人 都是瑟瑟发抖 有一种即将踏入死亡地狱的感觉 滚 但这时 一道暴墓声突然响起 一道金光降临 直接轰在那被坟天殿主撕裂的空间通道中 扑 一道吐血声从中传出 而后那股可怕的威压扁消失了 坟天殿主本尊也并未出现在这 刷 这是一位金袍男人出现在这 乃是叶军林二师父圣九天 二师父 叶军林看着圣九天当即叫道 你小子每次见你都得折腾武一般 圣九天美好气地瞪了叶军林一眼 嘿嘿 叶军林尴尬一笑 老家伙你终于舍得露面了 龙天爸看着圣九天哼击道 我要不来你们就麻烦了 圣九天吐槽道 而徐孝天冷哼一声 那家伙虽然厉害 但只要他敢来 那就得把命留在这 诸位师父 先干正事吧 叶军林淡淡地说道 他目光扫向了那些 欲要诛杀他的各大势力强者 挥出琥珀磨刀直接冲了上去 随着叶军林一出手 拓拔玉儿和其挥下三千强者 还有禁忌支店四大军团的人 全部冲了出去 一时间 杀伐生阵阵 害人的能量四射开来 感动我弟子 不知死活 圣九天冷哼一声 一掌轰出 漫天金光降临 朝着这各大势力强者 红沙而去 顿时这些曾经和野族 有仇的势力强者 还有那些和禁忌支主 有仇的势力强者 统统被灭杀 毫无反抗之力 最终 经过一番屠戮 在场数千强者全部惨死 这一幕让九玉强者 和那些被邀请而来的 各大势力强者 全都惊得目瞪口呆 刷 随即野军林目光一扫 想要诛杀掉令天行 结果发现对方的身影 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竟然让这家伙给跑了 叶军林眉头一皱 催动灵魂意念 扫射着整个武史大陆 却没有发现令天行的身影 而其他人刚才的注意力 都在叶军林身上 都没有注意到令天行的消失 无妨 他逃不了多久的 独孤优弱淡淡的说道 逃到了和尚 逃不了妙 叶军林冷恒一声 扫向武史宗众人 他提着刀直接朝武史宗杀去 扑扑扑 转眼间 鲜血喷剑声不绝于耳 武史宗弟子纷纷四散而逃 但最终却全部惨死 很快 莫大的武史宗就被屠戮的一个不胜 直接灭门了 此刻九玉强者全部瑟瑟发抖 大气都不敢喘一响 如今武史宗已灭 令天行也逃了 九玉联盟支主 是不是该换个人了 这是龙天把目光扫向在场的 九玉众人撇了撇走 我等愿奉公子为九玉联盟新任盟主 当即便有一位封号级强者 对着叶军林下跪说道 而后其他九玉强者 全部对着叶军林起声说道 我等愿奉公子为九玉联盟新任盟主 而叶军林健壮 神色一愣 目光扫向龙天霸 武师傅 这就是你为何让我经历前来武史宗的原因 成为九大星玉的主人 这份大礼不好吗 龙天霸吐道 还不错 叶军林点了点头 他目光扫向这九玉强者 不过我要的可不仅仅是当这个什么联盟盟主 我要的是你们所有人 全部臣服于我 听我号令 我等愿意臣服于公子 顿时在场的九玉强者 没有任何犹豫其声说道 在见识到叶军林的恐怖战力之后 再加上他母亲 师父和师姐的威慑 九玉强者对叶军林充满了恐惧 如今叶军林让他们臣服 自然不敢不答应 就这样 叶军林不会吹灰之力 就成为了这九大星域的主人 接下来吴史宗发生的事迅速传开了 引起整个大千位面低震动 而在吴史宗内 叶军林和独孤优弱坐在一起聊了许多 母亲 你知道父亲现在在哪吗 叶军林看着独孤优弱问道 你父亲他有重要的事要做 该他出现的时候自然就会出现了 独孤优弱淡淡的说道 随即吐道 军林没想到你这么短时间内 便成长到了这种地步 看来你父亲说得对 你未来的成就恐怕要比他还恐怖 父亲真的这么说吗 叶军林善善一笑 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 独孤优弱问道 找到诸位师姐 为叶族报仇 叶军林目光一宁 冷冷地说道 当年对付叶族的各大势力中 很多都属于大千位面百族之一 而还有半个月便是百族之战 这或许是个好机会 独孤优弱介绍道 百族之战 叶军林好奇道 独孤优弱解释道 百族之战乃是大千位面百族内部的一场比赛 届时各大家族会派出各自族中最强的天才出来参战 而这场比赛将会决定每一个家族在百族之中新的排名 排名越靠前 家族地位便越高 因此百族对于这场比赛都十分重视 届时百族全部都会参加 你若想对付他们 这就是一个绝佳机会 不过倒是百族齐聚 强者如云 你若真要动手 怕是会有危险 叶军林听完 眼中闪烁着冷芒 百族之战 这倒是一个将他们一窝端了的好机会 至于危险 无所谓 不错 独孤优弱一脸欣慰地看着叶军林 军林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接下来你要照顾好自己 母亲 我们才刚刚重逢 你又要去呢 叶军林连忙问道 去办一些事 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独孤优弱摸了摸叶军林的头 一脸疼爱道 此时另外一处宫殿中 一道身影坐在这 在其面前站着一男子询问道 族长 如今这叶族小子不仅没死 还实力大涨 百族之战还要继续举行吗 怎么 你担心他来百族之战倒乱 这道身影端着一杯充满道运的茶水 轻轻抿了一口 淡淡地说道 百族之战 大千未免最强的一百个家族齐聚 他怕是没这个胆子 那站着的男子冷漠道 我倒是希望他来 这样百族之战就更好玩了 那坐着的身影微微一笑 眼中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而在一处神秘之地 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 这位竞技之主身上的诅咒之力又减弱了 他还真是充满了惊喜啊 看来是时候去见见我们这位新人竞技之主了 转眼间 三天的时间过去了 这一天 叶军林接到一道传信 他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直接离开了吴史大陆 第778章 镇妖族如秘境 九品星域 万妖域 此域之中 妖族灵力乃是无数妖兽的天堂 而万妖域又以龙族和凤族两族为首 除此之外 还有着昆蓬族 金乌族等众多来自太古时代的顶尖妖族 不过 自从上古时代开始 龙族却不断遭遇神秘强者屠戮 凡是离开龙族老巢龙骨的真龙都会遭到截杀 最终被愁干一身龙血 这使得龙族不然大怒 一直到处寻找凶手 却只知道这群神秘强者 被称之为屠龙一族 除此之外 再无任何询息 就在三日前 龙族现任族长龙皇突然陨落 而那屠龙一族的强者 却强势杀入龙骨 大肆屠入龙族之人 本来以龙族的底蕴 又是在龙族老巢龙骨之中 足以轻松镇压 这些屠龙一族的人 但因为龙皇刚刚陨落 龙族人心大乱 再加上昆蓬族 金乌族 天狼族等一众妖族 趁机一起联合对龙族出售 导致龙族一下子损失惨重 岌岌可畏 经过三日的血战 龙骨之中 已经被鲜血染红了 空气中都充斥着 浓浓的血腥味 此刻 大量真龙尸身躺在龙骨之中 将龙骨堆积如山 而在龙骨深处 龙族秘境之外 聚集着百余位龙族之人 这些人乃是龙族最后的金润 他们一个个浑身嗜血 其中还有夜君灵一位熟人 正是龙战 在这几十位龙族之人的面前 聚集着一群手持黑色镰刀 身穿黑袍 戴着面具的身影 这群人正是屠龙一族的人 宛如一群死神 在他们的身旁 还跟着大批充满妖气的妖族强者 其中有鲲鹏族 金吾族 天狼族等一众万妖语中的超级妖族 在他们的围剿之下 龙族损失惨重 当然他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你们今日如此对我龙族 他日我龙族定会让你们百倍千倍的偿还 这是龙族大长老看着这群人怒吼道 其他龙族之人一个个都是一份甜鹰 杀气腾腾 身上充满了狂暴的气息 他们一个个怒视着屠龙一族和各大妖族的人 恨不得将这些人生吞火包了 哼 今日过后 这大千未免便将再无龙族的存在了 还想报仇 下辈子吧 金吾族族长一脸不屑的喝道 杀 那屠龙一族领头的强者直接叫道 顿时这群屠龙一族的人 全部挥舞起死神镰刀 欲要对龙族赶尽杀绝 杀和他们拼了 绝对不能给龙族丢脸 当即在场的龙族之人纷纷吼道 他们爆发出滔天龙威 就要决意死战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漠然出现在龙骨之中 站在这双方队伍的中间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从无始大陆赶来的叶军龄 而 这是在场的人看着叶军龄 这个陌生青年都是一愣 不明所以 你小子终于来了 而龙站看着叶军龄出现 顿时松了一口气叫道 前辈 你没事吧 叶军龄目光扫向龙站 来到其面前询问道 他正是接到龙站的传信 才赶来这龙骨的 还好 暂时死不了 不过你要来晚一点 恐怕就只能看到我的尸体了 龙站撇了撇嘴 这是怎么回事 叶军龄看着这龙骨内的状况 疑惑道 龙站 他是谁 这时那位龙族大长老 疑惑地看着叶军龄 而龙站吐道 这小子乃是我找来的救星 救星 此刻龙族众人都是一愣 而屠龙一族和几大妖族的人 看着叶军龄都是冷笑着 那金屋族组长蔑视道 你们龙族还真是可笑啊 竟然找个人做矛头小子来救你们 真是可笑至极 刷 叶军龄扫了一眼 这位金屋族组长 他一步踏出 瞬间来到对方面前 一拳轰杀而出 找死 当即金屋族组长神似一冷 一掌轰出 滔天的金色烈眼红杀而出 轰 随着两者的拳掌轰在一起 传出一道惊天巨像 扑 当场这位金屋族组长身子暴退 一口鲜血喷出 眼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盯着叶军龄 而在场其他人也都是一脸震惊的表情 显然他们没想到 这么一位年纪轻轻的人族小子 竟然一拳打伤了金屋族组长 这怎么可能 这小子果然没让我失望 龙战看着叶军龄微微一笑 你 此刻金屋族组长怒视着叶军龄 身上涌动着滔天怒火 他身为堂堂大千位面顶级妖族金屋族组长 如今竟被一个人族小子 当着这么多妖族之人的面给打伤了 这让他颜面合存 哄 刹那间 金屋族组长身上 爆发出无尽的金色烈焰 笼罩着他全身 随后一声利吼声响起 在这金色烈焰中 一尊极极高大 有着三族的金色大鸟浮现而出 双翅一展 散发着无上为压 这便是那金屋族组长的本体三族金屋 随着这位金屋组长施展出本体 他一身的气势疯狂暴涨 超越了风浩级 无限接近于不朽禁强者 该死的人族楼椅 去死吧 金屋组长冷冷地盯着叶军龄 发出一道冰冷的沙发之声 他双翅一展 直接朝着叶军龄轰沙而去 顿时叶军龄周身的空间 全部崩塌粉碎 无尽的金丝烈焰 直接笼罩着他的身子 而那三族金屋朝着他狠狠轰来 叶军龄健壮 神色一鸣 刚要出手 结果一道叫声响起 巴巴巴巴 他目光一扫 发现那小悠悠醒来了 之前这段时间 这只小兽一直都趴在他身上书睡着 就算他在死亡之骨 差点死了都没醒 如今则是醒来对着他叫道 刷 下一秒 小悠悠一双漆黑如墨的毛子 扫向那金屋组长 其身子瞬间消失在原地 接下来让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这小悠悠瞬间来到金屋组长面前 他挥动着利爪朝着对方一抓 结果这浑身燃烧着烈暗的金屋组长身子 就被小悠悠给直接撕裂开来 而后小悠悠当着在场各大妖族强者的面 竟然悠然自得地将这金屋组长 给吞噬得干干净净净 这一刻在场所有妖族之人 全部倒吸一口凉气 呆若母鸡 就连夜军领都惊讶到了 要知道这位金屋组长化身本体后 战力堪比不朽进 就算是他想要应对 都要花费不小的功夫 但小悠悠却极其轻松的就将其给吃掉了 简直不可思议 此刻那群金屋组的强者 也是完全傻眼了 他们完全没想到自己的组长 竟然有朝一日会被一只小兽给吃掉 这让他们完全反应不过来 刷 而吞完金屋组组长的小悠悠目光 再次扫向在场其他妖族之人 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 咕噜 咕噜 顿时无论昆蓬族 还是天狼族 又或者是其他几大妖族的人 都是暗暗咽着口水 被小悠悠盯着直发毛 刷 随即小悠悠朝着他们直接冲了过去 撤 快撤 顿时这几大妖族组长 纷纷大叫道 他们全部疯狂朝着龙骨外逃去 而逃得慢的妖族 直接被小悠悠撕碎身子给生吞了 最终各大妖族数千强者 被小悠悠吞噬了将近一半 剩下的则是两辈而逃 此刻在场的屠龙异族之人 都是眉头紧皱 眼中露出凝重之色 撤 那位领头的屠龙异族强者 同样下达了撤退令 显然他们也没有任何把握 对付小悠悠这只诡异而恐怖的妖兽 一眨眼的功夫 这些围剿龙族的人便全部逃走了 而在场的龙族之人都恍然落梦 还未从震撼中回过神来 巴巴 这时小悠悠回到叶军林身上 对着他轻易地叫着 还伸出舌头舔了舔他 一副吃饱喝足 十分高兴的模样 这小家伙究竟什么来头 叶军林不禁嘀咕道 这小悠悠每一次的表现 都让叶军林大为真心 因此他十分好奇 这小家伙的身份 他究竟是什么妖兽 不过如今这小家伙还不会说话 因此也无法回答他这个问题 而后叶军林目光扫向了龙站 前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接下来 龙站简单地将事情介绍了一下 原来龙站离开九天大陆 便通过龙族之间的感应 找到了这大千位面堤龙族 成为了其中一员 结果后面发生龙皇陨落 屠龙一族围剿等一系列事情 龙站便想到向叶军林求救 毕竟他在龙族之中 也得知了有关于叶军林的事迹 知道他实力经非昔比 所以才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派人去给他送信 这屠龙一族莫非和那个屠龙殿是一伙的 叶军林听完龙站的话 不禁说道 我也有这个怀疑 他们应该就是一伙的 没想到他们的势力 竟然连大千位面都有 这群该死的家伙 龙站冷冷地喝到 眼中充满了杀意 他当初就是被屠龙殿的人给害得肉身被毁 苟延残喘这么多年 因此对于这个势力充满了恨意 这个屠龙势力究竟什么挨头 为何要对各大位面敌龙族赶尽杀绝 叶军林一脸好奇地说道 他们的来历绝对不简单 龙族大长老开口说道 他目光扫向叶军林 这位公子 这次谢谢你出手相救 不然我龙族怕事就要完了 无须客气 叶军林淡淡地说道 大长老 接下来怎么办 龙站目光扫向了大长老 如今龙皇陨落 龙族受此重创 唯有尽快诞生出一位新的龙皇 才能重振龙族 龙族大长老沉声说道 诞生新的龙皇 叶军林和龙站都是一脸好奇的表情 我们身后便是龙族秘境 其中有着龙族先祖龙族留下的力量 而唯有得到龙族的力量 才有资格成为新任龙皇 龙族大长老一一说道 随后他直接施展秘书 开启了这龙族秘境 所有人都进去吧 看看谁能成为新任龙皇 这位大长老看着在场剩下的所有龙族之人说道 而在这龙族秘境入口开启的同时 叶军林内心突然产生了某种感应 仿佛这龙族秘境中有着什么东西在吸引他一样 我能进去吗 他看着那龙族大长老突然说道 这 大长老有些迟疑 毕竟龙族秘境乃是龙族最为重要的地方 非龙族不得路内 你进来吧 但这时一道洪亮的声音 从龙族秘境之中传出 当即龙族大长老神色一变 叫道这是龙族的声音 他一脸震惊地看着叶军林 龙族竟然亲自发话 让此子进入龙族秘境之中 这太让人不可知心了吧 叶军林听到这龙族的声音 也是神色一愣 随后他直接踏入龙族秘境之中 第779章竞技班的名字 刷 龙族秘境之中 叶军林出现在了这里 顿时他感受到了一股莫大的威压 而这秘境内的景象也是让他一惊 只见在这龙族秘境中 充斥着浓郁的龙旗 这每一道龙旗都极其恐怖 足以碾压之前那群妖族强者 而在这龙旗汇聚的中心 有着一尊庞大的龙身狮骸 这尊龙身狮骸庞大的 超乎叶军林的想象 栩栩如生 宛如还活着一般 散发着让人窒息的压迫感 此刻 饶氏业军林都有一种 想要下跪膜拜的虫洞 但这是他体内的无天血脉遗产 直接让他消除了这种感觉 而龙族众人也是纷纷出现在秘境之中 他们面对着眼前的这尊龙身狮骸 都是一脸震撼的表情 参见龙族 龙族大长老对着这具龙骸 直接下跪 一脸恭敬地参拜道 显然这具狮骸便是龙族先祖的 其他龙族之人纷纷下跪参拜道 参见龙族 你体内竟然有着他的血脉 看来他真的要回来了 随即一道低沉的声音 从这具龙骸中响起 额 叶军林听到这道声音 眉头一皱 龙族这是在和他说话 你认识叶武田 叶军林看着龙族直接问道 轰隆隆 随着叶军林口中的叶武田 三个字一出 整个龙族秘境中 传出阵阵轰鸣声 地动山摇 而那句龙族诗还更是疯狂战力 仿佛这个名字就是禁忌一般的存在 额 叶军林看到这一幕 极其震惊 他没想到仅仅是一个名字 便能让这位已经死了 不知道多久的龙族 如此大的反应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吴不配认识他 许久过后 这位龙族终于开口了 而寄予气中充满了敬畏 他的话让叶军林更加好奇 不禁问道 你 不等他说完 龙族便直接说道 当年吴没资格追随他 没想到如今却让吴遇到了他的后人 倒是能了却掉吴心中的一个遗憾 哄 刹那间 从那龙族诗骸中 急射出一道金光 朝着叶军林急射而去 这道光芒乃是一滴血 一滴金色的血 瞬间这滴金色的血 便冲入叶军林体内 让他有一种全身都要爆开的感觉 这 这是龙族留下的那滴真龙之血 龙族大长老健壮 瞳孔放大 一脸震惊的表情 当年龙族逝世之后 留下了一滴真龙之血 这滴血蕴含着龙族的全部力量 极其恐怖 每一任龙皇诞生 都是因为得到了这滴真龙之血中的一道力量 而仅仅是这滴血中的一道力量 便能诞生出一位龙皇 可想而知这滴真龙之血有多么恐怖 但如今这滴完整的真龙之血 却直接进入了叶军林体内 自然让龙族大长老震惊万分 轰隆隆 随着这滴龙族的真龙之血 进入叶军林体内 他全身传出万龙咆哮之声 周身被金龙笼罩着 而后这龙族秘境中的龙气 同样朝着叶军林体内疯狂冲去 这 那大长老看着叶军林 不仅得到龙族的真龙之血 就连这龙族秘境中 经过上一年才凝聚而成的龙气 都朝着他体内冲去 他彻底傻眼了 你叫什么名字 和他什么关系 身上竟然蕴含着他的气息 这是龙族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是一股无形的气机笼罩着龙湛 显然这话是在对他说的 启禀龙族 后被名叫龙湛 我和他 龙湛直接将他之前一道龙魂藏 叶军林体内的事情 一一说了出来 既然如此 那无剩下的力量 就全部给你吧 日后切记定要率领龙族 誓死追随于他 这或许便是我龙族 重登那诸天未免妖族之巅的 唯一机会了 随着这龙族说完 一道光芒再次从他的龙海中冲出 打入到了龙湛体内 顿时龙湛身子一颤 盘坐在地 整个人都开始蜕变着 接下来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着 一眨眼 数十天的时间过去了 而就在数日前 原本即将灭亡的龙族 不仅活了下来 而且诞生了一位新的龙皇 直接杀入了金乌族 昆鹏族和天狼族三大妖族之中 将三大妖族杀的一个不剩 这一战 轰动了整个万妖宇 更是让其他各大妖族瑟瑟发抖 随后各大妖族纷纷向龙族表示臣服 只求龙皇饶他们一命 就这样 龙族从原本的灭族结局 一下子三百六十度的大反转 再次站在了万妖宇之巅 令各大妖族臣服 此刻在龙族秘境之外 站着两人 正是龙湛和龙族大长老 不过如今的龙湛和之前判若两人 他身穿金色龙袍 头戴八冠散发着一股闭靡众生的威势 宛如一位高高在上的皇子 借助龙族的力量 龙湛直接脱胎换骨 成为了大千位面龙族新人龙皇 之前三大妖族 就是被他一人覆灭的 都这么多天了 那小子为何还没动静 龙湛盯着龙族秘境 一脸着急道 龙皇请勿着急 叶公子得到了龙族的真龙之血 又吸收了秘境中的万千龙气 自然是没那么快出来的 龙族大长老解释道 龙族的一道力量 就让我拥有着这般战力 而那小子得到了 龙族全部力量和万千龙气 不知道又会有多强 此刻龙湛眼中充满了期待 轰 漠然间 龙族秘境中传出一道巨像 整个秘境开始崩塌粉碎 一道道刺眼的金光破镜而出 震动着整个万腰域 出来了 龙湛和龙族大长老神似一领 死死地盯着那秘境 轰隆隆 随着一阵轰鸣声传出 龙族秘境彻底崩塌 半想过后 一道身影从中走了出来 此人正是夜君灵 但此刻的夜君灵 却显得十分普通 身上没有任何气息散发出来 甚至感觉不到 他身上一丝修行气息 而 龙湛和龙族大长老看到 此时的夜君灵 都是一愣 显然夜君灵的表现 和他们所设想的有些不太一样 得到了龙族的真龙知血 和万千龙气 怎么会这般普通 前辈 这是夜君灵走了过来 对着龙湛叫道 你小子得到了龙族的真龙知血 我还以为一出场会牛逼哄哄呢 怎么感觉你变得更加普通了 龙湛不禁问道 呵呵 夜君灵微微一笑 透着几分神明 他如今的身体变化太过于震撼 就连他自己都用了一会才适应接受了 但这些却不好全部说出来 随即夜君灵转移话题道 前辈你的实力也很强啊 我能有这份实力多亏了你 也不知道龙族为何如此欣赏你 不仅给了你真龙知血 就连我因为和你关系好 结果就直接让我变成了龙族新任龙皇 还让我率领龙族誓死追随你 龙湛淡淡的说道 那恭喜前辈了 夜君灵微笑道 祈礼龙皇 凤族扒来邀请函 邀请你明日前去参加凤族少族长 和朱雀一族大小姐的婚礼 随后一位龙族之人来到这 对着龙湛下跪说道 凤族少族长的婚礼 龙湛一愣 据说这凤族因为如今各大妖族臣服于龙族 因此十分忌惮 所以才打算和朱雀一族联姻 龙族大长老说道 这是夜君灵看着那位龙族之人说道 你说的那位朱雀一族大小姐 叫什么名字 她叫红卵 这位龙族之人回答道 顿时夜君灵目光一鸣 看着龙湛 前辈明日去凤族凑凑热闹 转眼间又过去了一天 一日夜君灵和龙湛 还有龙族大长老一行人前往了凤族 而同一时间 在那太阴神宫中 一道声音响起 神语 对不起了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啊 第七百八十章路凤山 朱天镇 万妖玉 凤族所在的凤山中 此刻这里热闹非凡 喜庆洋洋 今日乃是凤族少族长的大婚之日 整个凤山都市人山人海 万妖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妖族之主 都被邀请了前来 龙族龙皇道 这是一道宣和声响起 夜君灵 龙湛 龙族大长老一行人踏入了凤山 一时间在场各大妖族之人 看着龙湛纷纷恭敬地叫着龙皇 龙皇前来 真是让我凤族彭比生辉啊 随即一位身穿凤袍 雍龙华贵的妇人走了出来 看着龙湛面带微笑道 他正是凤族族长凤天武 客气了 龙湛面色淡漠地说道 这位应该就是那位 正是几大妖族的人族天骄吧 凤天武目光扫向一旁的夜君灵 淡淡地说道 无名之辈 不值一提 夜君灵撇了撇嘴 接下来他们直接落座了 而此时在凤族大厅中 凤天武坐在这 在其面前站着一位男人吐叨 族长 已经调查清楚了 那个青年应该就是最近在大千位面 闹得沸沸扬扬扬的那位野族后裔 而且他还是新愚人竞技之主 原来如此 怪不得这般妖念 凤天武眼中闪烁着惊芒 族长 如今此子和龙族为伍 我们的计划是否要继续 这男人询问道 当然 不然错失这个机会 我凤族岂不是要被龙族永远压一头 至于那小子 等老祖涅槃出关 沙太易如反掌 凤天武目光一宁 杀鸡四射 而此刻落座的龙战淡淡地说道 这凤山有些不对劲啊 龙皇大人 怎么 龙族大长老询问道 有杀气 叶军林微微一笑 刷 顿时龙族大长老神似一变 看着四周沉声道 有杀气 难道凤族想 不管他们想干什么 若是把主意打到龙族的头上 那我不介意送他们一程 龙战一脸强势霸气地吐道 很快 凤天武出现在众人面前 开口说道 感谢诸位今日前来参加小儿 和朱雀一族大小姐的婚礼 现在有请我们的新郎新娘登场 下一秒 身穿红色婚服的凤族少族长 和另外一位带着投杀的女子出现在这 后面还有一众朱雀一族的人 其中为首的正是朱雀一族族长 果然是他 叶军林看着这位新娘 一眼就看出对方正是红丸那丫头 随即这对新人来到台上 正当婚礼要进行下一步之时 红丸突然一把掀开投杀 红丸干什么 顿时朱雀族长神色一边对着红丸呵斥道 抱歉 我不能嫁给你 红丸看着眼前的凤族少族长 却是直接说道 刷刷刷 一时间在场众人都是一惊 那朱雀一族等人都是面色一变 额头冒出冷汗 你说什么 此刻凤族少族长面色一沉 冷冷地盯着红丸 我说我不能嫁给人你 因为我不喜欢你 要不是我母亲用整个朱雀一族的胃来逼迫我 我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但抱歉 我还是无法违背自己的内心嫁给你 红丸鸿鸿锵有力 阵阵有词地说道 住嘴 红丸 你要害死朱雀一族吗 此时朱雀族长神情十分难看地盯着红丸吼道 母亲 我凤族因此而动怒 我一人承担 红丸直接说道 一人承担 你承担得起吗 凤族少族长神色一怒 一巴掌朝着红丸扇去 而红丸面对着这一巴掌 目光闪烁了几秒并未抵挡 啪 最终这一巴掌并未扇在红丸脸上 而是被另外一只手抓住了 我的人还轮不到你来打 漠然 一道冷喝声响气 红丸目光一扫 眼中露出惊讶之色叫道 你没死 这出手之人自然就是叶军灵 他没好气地白了红丸一眼 我来救你 你还咒我 你还活着 太好了 当即红丸上前一把抱住了叶军灵 而这一幕直接让在场众人傻眼了 那凤族少组长的脸色 更是犹如吃屎了一般难看 他即将成婚的妻子 当着他的面抱其他男人 这让身为男人的他如何能忍 哄 瞬间 这位凤族少组长身上 爆发出一股滔天的气息 他直接一拳朝着叶军灵轰沙而去 不可 凤天舞面色一变 想要阻止 却已经晚了 此刻那凤族少组长的拳头 已经临近夜军领导门 而他则是随意挥手 一股骇人的力量 便轰在这位少组长的身上 轰 当场 惊天巨响传出 这位凤族少组长 甚至压根都没反应过来 整个身子就直接爆开了 尸骨无存 鸣 而凤天舞看着其儿子惨死 面色一变 发出一道嘶吼声 此刻在场的凤族之人 和各大妖族的人 都是目瞪口呆 震撼不已 他们没想到 在这凤族少组长的婚礼之上 身为新郎的凤族少组长 竟然被人杀了 这简直不可思议 这小子怪不得要来参加婚礼 原来是因为女人 龙战看着夜军领大启道 你 你杀了他 这时红丸看着夜军领 斩杀了凤族少组长 面色一变 看着夜军领猛的说道 你快走 快离开这 走 我为何要走 夜军领撇了撇嘴 你不走 凤族会杀了你的 红丸对着夜军领 一脸着急的叫道 而夜军领惊讶地看着红丸 你这丫头竟然关心起我了 你不是应该巴不得我早点死的吗 你不会是爱上我了吧 顿时红丸翘脸一红 低着头 你胡说八道什么 谁爱上你了 此刻被夜军领这么一说 红丸内心也乱了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为何再见到夜军领 没死之时会很高兴 而在看到对方有危险时 又十分着急 他不应该恨这家伙的吗 与此同时 凤天武神色阴沉地盯着夜军领 人族 你太过分了 你真的以为我凤族不敢动你吗 你动他试试看 当即龙战起身 看着凤天武不屑道 他杀了我儿 今日必须死 凤天武一字一句地喝道 而后秦雾光扫向龙战 而你 龙族新任龙皇 同样地死 刷刷刷 随着凤天武这话一出 整个凤族强者全部冲了出来 将整个凤山给包围住了 他们全部爆发出滔天烈焰 死死地盯着夜军领和龙战 而在场各大妖族的人看着这边故 一个个神色一变 他们没想到凤族竟然要和龙族开战 看来这场婚礼是场红门燕啊 不过你觉得就凭他们 能杀得了我 龙战一脸不屑道 那再加上我们呢 随即 又传来一道冰冷的沙发之声 刹那间 大批黑袍强者出现在这 散发着浓郁的沙发之气 而他们正是屠龙异族的人 龙战和龙族大长老 看着这些屠龙异族的人 皆是面子一冷 眼中充满了沙意 你们这群混蛋 我还没去找你们 你们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今日我便要将你们这个狗屁屠龙异族 给彻底念了 让你们看看究竟是谁涂谁 这是龙战爆发出滔天威势 杀气四射的吼道 起震 那群屠龙异族中为首一人没有废话 涂出两个字 顿时其他屠龙异族的人纷纷施展应觉 轰轰轰 刹那间 整座凤山都在震动 一道道恐怖的血色光芒冲天而起 笼罩着整座凤山 不好 他们在这提前布下的大阵 龙族大长老健壮神色一遍叫道 瞬间这一道道血光交织在一起 化作一道血色光照 将夜君灵 龙战等人笼罩在其中 此阵 名为诛天 受死吧 此刻那位屠龙异族下达命令之人冷冷的喝倒 轰 轰 轰 瞬间 这座大阵爆发出无尽的沙发之力 朝着夜君令他们轰杀而去 宛如一夜孤舟即将被翻滚的大海吞没掉 大人 此阵能杀得死他们吗 那小子身上有一只很恐怖的妖兽 这是那位发号失令的屠龙强者 身边一人担心道 诛天之阵 乃是主人从那个地方带来的威力之强 就算是主宰级 甚至是苍穹级强者都用诛杀掉 他们必死无疑 这位发号失令的屠龙强者自信道 但他话音刚落 下一秒便瞪大着眼睛 傻眼了 第781章涅槃凤凰 直接吞噬 轰 此刻 这座诛天阵中传出一道惊天巨像 紧接着这座足以诛杀主宰级 甚至是苍穹级强者的大阵便轰然崩塌 扑扑扑 那些失阵的屠龙异族强者全部吐血 一个个受到凡视 通通惨死 转眼间 这座大阵便化作序物 而叶军灵等人站在那 毫发未损 甚至龙战他们都有些猛逼 一个个目光不由自主地扫向了叶军灵 只见叶军灵缓缓地收起了右拳 一副随意的模样 刚才就是他轻轻一拳 就将这座让龙战斗感受到危险的大阵给摧毁掉了 没错 就是简单的一拳 甚至都感觉不到多大力量 结果这座可怕的大阵 就化作虚无了 怎么可能 那屠龙一族领头之人直接傻眼了 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就连凤天舞的面色都是一变 眉头紧皱 在场众人也都完全没反应过来 毕竟这座大阵来得快 消失得更快 你 那位发号施令的屠龙强者 目光扫向叶军灵 刚要说什么 对方的身子便闪电般出现在他面前 瞬间掐住其脖子 说你们屠龙一族幕后的人究竟是谁 为何要针对龙族 叶军灵看着这位屠龙一族的强者 冷冷递直问道 想知道 等你死了我就告诉你 此人盯着叶军灵 一脸强硬的哼道 砰 当场这人就被叶军灵给捏爆了 而龙战直接冲了出去 对着剩下的屠龙一族之人打开杀戒 刷 叶军灵目光扫向了奉天舞 朝着对方一步一步走了过去 随着叶军灵走来 奉天舞眼中充满了杀机 他直接发出一道奉鸣声 身上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 哄 奉天舞直接催动本体 化身为一尊长达百万丈 周身火光四十的凤凰 这一刻 奉天舞爆发出超越主宰级的威势 朝着叶军灵轰杀而去 刷 叶军灵一步踏出 右手一挥 一把抓住奉天舞的一只翅膀 猛的一撕 随着一道刺拉声响起 奉天舞的一只翅膀 直接被叶军灵撕断了 他发出一道哀号声 在场一众妖族强者们看到这都是暗暗咽着口水 后背直冒冷汗 刺拉 随即 叶军灵再次出手 将奉天舞的另外一只翅膀给撕断了 最后一脚踹出 直接踩在奉天舞的脑袋上 将他身子狠狠地踩了下去 砰 奉天舞的本体 被叶军灵踩在地上 强大的冲击力将地面给红得粉碎 而他浑身是血 发出阵阵凄厉的凤鸣声 堂堂大千位念顶级妖族的凤族族长 踩在地上动弹不得 这一幕弱势传出去 恐怕无人会相信 你 老祖不会放过你的 此刻奉天舞歇斯底里地对着叶军灵吼道 轰 轰 轰 刹那间 凤山深处传出一道道轰鸣声 一道道刺眼的火焰冲天而起 这火焰直接燃烧着大半个弯腰雨 散发着无上威压 这是凤凰真火 凤族竟然诞生出了凤凰真火 这是朱雀一族族长见状面色一变 震惊道 母亲 这凤凰真火很厉害吗 红丸不禁问道 而朱雀一族族长点了点头 当然 凤凰真火可比朱雀真火要恐怖千倍 传言唯有拥有凤凰真火 才能觉醒出真正的凤凰血脉 成为真正的凤凰 当即红丸惊讶道 那母亲你是说这凤族族长 都不是真正的凤凰 当然不是 她并未拥有着凤凰血脉 算不得是真正的凤凰 不过如今这凤族之中 怕是要诞生出一尊真正的凤凰了 朱雀一族族长一脸凝重的说道 没想到这鬼地方 竟然还能诞生出一尊真正的凤凰 这是叶军灵体内的毁灭雷灵不禁说道 真正的凤凰 叶军灵眉头一皱 当然 你脚下的这玩意只能算之凤 算不得是真正的凤凰 不过这山中刚刚涅槃 诞生了一尊凤凰 毁灭雷灵吐道 哄 刹那间 凤山暴碎开来 一道夺目而刺眼的光芒冲天而起 在那光芒之中 一尊蛇手 鱼尾 龙纹 龟参 燕汉 鸡嘴 周身霞光似舌的凤凰出现了 这尊凤凰仰着头 充满了高贵的气质 散发着无上未压 而随着这尊真正的凤凰出现 整个万妖狱的妖兽 全部感受到了一股来自灵魂深处的压迫感 他们一一对着凤山方向匍匐在地 宛如陈明跪拜帝王一般 此刻凤山中的各大妖族都被镇压的趴在地上 这其中唯有叶军林和龙战不受影响 老祖 救我 这是凤天舞对着其老祖交道 刷 当即凤族老祖目光扫去 当他看着凤天舞被叶军林踩在脚下 散发出恐怖的怒意 人族 你欺辱我凤族 该死 这位凤族老祖冷和一生 滔天的凤凰真火朝着叶军林轰杀而去 凤凰真火所过之处 虚空直接化作虚无 小心 红蓝看着叶军林大叫道 哄 瞬间 凤凰真火降临 直接将叶军林吞噬掉了 这小子完了 朱雀一族族长摇了摇头可惜道 顿时红蓝身子一颤 眼角有些湿润 但很快他母亲不可思议的声音响起 怎么可能 刷 红蓝猛的抬头扫去 同样震惊不已 只见着吞噬掉叶军林的凤凰真火 很快迅速消失 仿佛被什么东西给吞噬掉了 很快叶军林的身影显现出来 那凤凰真火则是完全被他吞噬掉了 轰 随着他双拳一握 其右身传出一道轰鸣声 爆发出更加可怕的气息 这凤凰真火不仅没有烧掉叶军林 反而淬炼了一番他的肉身 使得他的魔神肢体又突破了一大截 而在机体内 那凤凰真火和朱雀真火融合在一起 变成了一道更加恐怖的火焰 怎么可能 你竟然能吞噬凤凰真火 这时凤凰老祖难以置信道 随之地亲自出手 催动凤凰真身朝着叶军林轰去 咻 但这次叶军林还会出手 趴在他身上的小悠悠 便再次冲了出去 扑驰 小悠悠冲到凤凰老祖面前 一挥爪子 就将其凤凰真身给撕开了 鲜血四剑 你 顿时凤凰老祖瞳孔一缩 不可思议地盯着小悠悠 他直接爆发出一身的力量 朝着小悠悠轰杀而去 但无论他爆发出多强的力量 都对小悠悠造成不了任何伤害 反而是小悠悠一双小爪子挥舞肩 就将这尊庞大的凤凰真身给撕碎开来 一口一口吞噬掉了 就这样 在一众妖族震撼的目光中 小悠悠将这尊真正的凤凰给全部吃掉了 凤天舞整个人都被惊得身体僵硬住了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小家伙真是个变态 此刻饶食身为变态的叶军灵 都不禁感叹一声 小悠悠比他还要变态 而随着小悠悠吞噬掉这只凤凰 他身上的气息突然有所变化 顿时小悠悠回到叶军灵身上 双眸一臂 再次睡了起来 这家伙应该是以吞噬其他妖兽 来让自己净化 毁灭雷灵说道 这么变态的净化之法吗 叶军灵感慨道 而同一时间某处传出一道冰冷的河声 竟然有人敢杀我 凤凰一族的血脉 查 立刻将凶手找到 此刻凤山之中 凤天武回过神来不断叫道 这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哄 叶军灵一脚跺下 直接将凤天武的身子给踩爆了 随后他目光扫向了 在场所有妖族之人 冷漠道 跪下臣服 不然死 叫你们跪下 没听到吗 龙战对着在场各大妖族的人 发出一道龙笑声 恐怖的龙威爆发出来 一时间在场所有妖族 全部对着叶军灵下跪 纷纷表示愿意臣服 接下来叶军灵和龙战 直接以雷霆手段 逼迫万妖狱所有妖族臣服 由龙族直接领导 而龙族又听命于叶军灵 因此整个万妖狱 如今都在叶军灵的掌控之中 处理完万妖狱的时候 叶军灵返回了无始大路 而这次他身边多了一人 不是龙战而是红蓝 这女人自从叶军灵 从凤山救下他之后 都没用他说 便自己主动跟着他了 回到无始大路待了几天 叶军灵便带着众人出发 前往了百族之战 举办地点虚无大路 与此同时 大千未免中除去百族之外 其他所有参与围剿叶族的 各大宗门势力 接接到一个消息 随后他们全部赶往了虚无大路 第七百八十二章 福西寝被排卖 大千未免 星空之中 叶军灵一行人 正在赶往虚无大路的路上 那里是什么 怎么一团黑雾笼罩着 突然徐如灵一脸好奇地 指着前方的星空 而叶军灵等人目光一扫 便看到远处数个星球 全部被一团黑雾笼罩着 他们神念一扫 发现这些星球皆是寸草不生 毫无任何生命迹象 那不是黑雾 而是毒气 楚幽梦神似凝重地说道 毒气 什么毒气如此恐怖 竟然能让这么多星球世界 全部变成死界 顿时徐如灵等人皆是一脸好奇道 难道是悠悠 这是叶军灵目光一凝 眼中露出闪烁着惊芒 此刻他想到了风悠悠那丫头 对方拥有着九节毒体 其释放的毒气 或许可以造成这种效果 随即他直接开启天眼 如今随着叶军灵实力不断攀升 他这天机一脉的天眼 更是进化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 一旦开启 所过之处皆无遁形 比之神石神念还恐怖 毕竟催动神石神念 可能被人发现 但天眼别人却完全发现不了 刷 很快 当叶军灵的天眼 扫视到一个被毒气笼罩的星球之时 他目光一凝 吐道 果然 你们在这等着我 叶军灵对着徐如玲几人说道 而他直接朝着那座星球冲去 此刻在这座星球的中间 站着一位面色阴沉 长发飘飘 眼神阴逸的女子 此女体内不断释放出恐怖的毒气 席卷整个星球 这毒气所过之处 寸草不生 甚至就连空气都直接泯灭 而他正是那位拥有九节毒体的风悠悠 不过此时在风悠的四周 聚集着一群身穿黑袍的身影 这些人一个个也都散发着浓郁的毒气 他们一个个闪烁着射人的毛子 注视着风悠悠 其中实力最强的一位老者 丁着风悠悠直接说道 年轻人 乖乖和我们回万毒宗吧 你拥有着九节毒体 只要进入万毒宗 届时整个万毒宗的资源你随意使用 你的实力将得到快速提升 而且还不会有人对你下手 这样不好吗 滚 风悠悠面对着对方的邀请 一脸冷漠地吐出一个字 女人 你莫要不识好歹 我们万毒宗乃是这大千未免最强的毒道宗门 你能加入我万毒宗 乃是你的荣幸 当即另外一位男人只着风悠悠喝道 哄 风悠悠没有任何废话 一直朝着这男人轰杀而去 一道可怕的毒气 朝着他急射而去 顿时这男人神似一变 内心一灵 感受到了一股可怕的死亡感 刷 瞬间那老者身子一动 挡在这男人面前 挥动一个黑色圆盘 挡住了这道毒气 而这男人则是一副 心有余悸的模样 看着老者躬身道 感谢大长老出手 退下 你不是他对手 这位老者冷漠道 再不滚蛋 就全部死在这吧 此刻风悠悠一脸不耐烦地喝道 你的九节毒体虽然恐怖 但你还未突破最后一层 因此 这是那老者神似一冷 他直接扔出手中的黑色圆盘 轰 黑色圆盘传出一道轰鸣声 爆发出刺眼的光芒 朝着风悠悠轰去 当即风悠悠催动一身的九节毒气 朝着黑色圆盘轰去 而这能腐蚀一切的九节毒气 面对着这圆盘 却无法将其腐蚀摧毁掉 反而被气给吸收掉了 随着圆盘朝着风悠悠不断镇压而去 后着催动的毒气统统被气吸收掉了 这是天盘乃是我万毒宗的无上至宝 任你再强的毒气 都能吞噬掉 你的九节毒气虽然恐怖 但你还未突破最后一层 只能乖乖就范 此刻这位万毒宗的大长老 看着风悠悠冷冷地说道 随即他再次打出一道硬绝道那圆盘之中 哄 这块圆盘又传出一道惊天巨响 朝着风悠悠强势镇压而去 就在这一瞬间 叶军灵的身影挡在风悠悠面前 一拳轰出 硬喊这块圆盘 轰隆隆 随着一连串轰鸣声响起 这块圆盘被轰的暴退 那万毒宗大长老同样身子一颤 口中吐着血 身子连连后退 他面色一变 猛地盯着叶军灵 你是谁 竟敢和我万毒宗为敌 主人 而风悠悠看着叶军灵当即叫道 主人 这位大长老眉头一皱 看着叶军灵 你竟然是这九节毒体的主人 万毒宗 什么玩意 叶军灵撇了撇嘴 看着风悠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风悠悠摇了摇头 他目光森冷地注视着那位万毒宗大长老 直接朝着对方冲去 哄 刹那间 滔天的九节毒气疯狂席卷而出 宛如一条毒龙 朝着对方势不可挡的冲去 这位大长老神色一变 就要再次催动那圆盘抵挡 结果这次叶军灵一拳砸出 砰 这圆盘直接被他一拳轰得粉碎 怎么可能 顿时那位万毒宗大长老面色一变 一脸不可置信道 他完全没想到 叶军灵竟然能一拳 将这万毒宗的质包给摧毁掉 而就在他震惊的同时 九节毒气化作的毒龙直接降临 将他笼罩住了 啊啊啊 这位万毒宗大长老 发出一道道淒厉的惨叫声 整个人被这毒气彻底腐蚀摧毁掉了 此刻在场其他万毒宗的人 脸色都是一变纷纷四散而逃 但风悠悠却完全没打算放过他们 九节毒气迅速席卷而去 将他们全部灭杀了 不错 没想到你的九节毒体 进化到了这种程度 叶军灵看着风悠悠赞叹道 还差最后一层 风悠悠目光闪烁着 不急 叶军灵说了一句 带着风悠悠离开了这里 而同一时间 在那万毒宗中 一位浑身笼罩在一层毒物中的身影 默然说道 大长老竟然死了 连誓天盘都被毁了 什么 竟有此事 难道是那九节毒体所为 在这笼罩着毒物的男人面前 站着一位头发灰白的老者 惊讶道 看来我们还是太小看这九节毒体了 这位笼罩在毒物中的男人冷道 而他正是万毒宗宗主 宗主 接下来怎么办 那位头发灰白的老者询问道 如今师尊正在突破的关键时刻 若是能吞噬了这九节毒体 便可炼成万毒圣体 到那时整个大千位面 都将臣服在我万毒宗的脚下 因此这个九节毒体必须拿下 立刻去查清除九节毒体的所在 这次本宗主亲自出手 万毒宗宗主冷冷地喝道 而在虚无大陆 叶军领一行人出现在了这里 这里乃是须天狱的主界 更是大千位面九品心狱中最强的使戒之一 大千位面百族之中 有着将近三十多个家族老巢都在虚无大陆 其中包括百族前世中的多个家族 因此这百族之战才会再次举行 这百族之战还未举行 我们接下来去呢 楚优梦看着叶军领询问道 先找个地方落脚吧 叶军领说着 他们一行人进入了一座城池中 而他们一进入这座城池 就听到有人在议论着 说今日在天渊城将举办一场拍卖 这拍卖的物品则是一件来自传说中 炎黄之地的质宝 名为伏熙琴 伏熙琴 叶军领听到伏熙琴三个字 他瞳孔一说 此情不是在武师姐的手中吗 怎么会被拿出来拍卖 难道武师姐出事了 当即叶军领面色一变 他猛的一把抓住其中一位议论者 冷冷地直问道 天渊城在哪 你那位议论者刚要大骂 结果看着叶军领那嗜血的眼神 身子一颤 联盟老是将天渊城所在说了出来 走去天渊城 第783章主宰降临 世界惨死 天渊城虚无大陆十大主城之一 传言在天渊城地下 沉睡着一尊来自太古时代的无上凶兽 名为天渊 因此才有了天渊城这个名字的存在 但这尊天渊凶兽是否真的存在 则无人知晓 因为从未有人见过这尊天渊兽 今日在天渊城 则是将举办一场拍卖会 这拍卖会和寻常拍卖会不一样 因为他拍卖的只有一件物品 而这件物品也不简单 乃是来自于传说中炎黄之地的质保 炎黄之地 这四个字对于不少人而言可能十分陌生 但对于老一辈的强者而言并不陌生 毕竟炎黄 那乃是一个让无数人恐惧而胆颤的地方 曾几何时凡是炎黄走出来的强者 既有着镇压横扫其他各大星域 甚至是一方未免敌能力 炎黄之地 对于炎黄之外的各大势力强者而言 就是一个永远无法抹灭的噩梦阴影 但后来炎黄之地被人镇压 修行根基被人彻底铲除 自那以后炎黄之地便从强者的天堂 以朝堕落为凡人的地狱 从那以后 炎黄之地再无一位强者诞生 被炎黄之外的人称之为蛮黄之地 而那些炎黄之人 则是受尽了无情的嘲讽和鄙视 甚至被人肆意羞辱玩弄 毫无尊严可言 今日在这天渊城 即将拍卖一件炎黄之宝 自然是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此刻在天渊城中 来自各方势力的强者 纷纷齐聚于此 而在他们正前方有着一个拍卖台 一位银发老者正站在拍卖台上 看着在场众人纷纷说道 感谢诸位今日的到来 想必大家都是冲着这件炎黄之宝来的吧 那我废话也不多说 直接有请我们这件炎黄之宝 随着银发老者话音一落 便有人抱着一把古琴上了拍卖台 此情名为伏羲 乃是当初炎黄顶级大能伏羲的武器 为了炎黄十大神器之一 传言有着非凡的能力 银发老者指着此情介绍道 一时间 在场各大势力的强者 全部盯着伏羲 一个个目光闪烁着 不少人都产生了兴趣 虽然如今炎黄之地早已没落 不值一提 但炎黄大能之一的伏羲名声 却是响当当的 他的武器自然不凡 如今有这么一个机会 能得到炎黄大能的武器 他们自然不想错过 当即众人都是一副跃跃于始的模样 准备镜拍下这件伏羲 果真是伏羲 这是叶军灵出现在这 看着台上的那把琴 他面子一变 眉头紧皱 当初他见武师姐用过此情 因此一眼就看了出来 如今此情被拿来拍卖 那武师姐岂不是 想到武师姐可能遭遇了不测 叶军灵顿时双全捏的卡卡作响 双眸一鸣 闪烁着无尽的杀衣 此情起拍架 此刻正当那位银发老者 要说出起拍架开始近拍之时 一股滔天的沙发之气陡然爆发 直接将在场不少人都给震飞了出去 其他人也都是受到波及 纷纷吐血 刷 随即叶军灵直接朝着拍卖台冲去 刷刷刷 顿时在场众人面色一变 他们没想到竟然有人公然要抢夺这福西琴 这拍卖会背后的主人 可是天渊城城主 谁敢在天渊城中抢天渊城主的东西 那不是找死吗 要知道这位天渊城主一身实力 早已达到了主宰级 而且还是满级的主宰强者 在整个虚无大陆都是顶级强者 招了他 无疑是找死 就在叶军灵出现在拍卖台上的瞬间 刺到身影乍线 各自一掌朝着叶军灵轰杀而去 他们都是巨头级强者 强悍无比 滚 叶军灵爆回一声 这四位巨头级强者 如遭重击一般 纷纷吐血 身子当场爆开了 随着四团血物挥洒而下 众人直接呆着住了 而这时那位银发老者神似一名 看着叶军灵冷喝道 在我天渊城抢东西 你未免太放肆了吧 轰 他一掌轰出 半步不朽进的实力展现出来 而叶军灵一拳狠狠扎出 直接和银发老者的一掌轰击在一起 惊雷乍响 扑持 当场这位银发老者 一口鲜血喷出 他眼睛瞪得滚圆 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叶军灵 轰的一声 这位银发老者的身子 被叶军灵一拳轰飞出去 直接镶嵌在身后的墙壁上 整个人都陷入其中 全身骨头内脏包括灵魂 全部化作基本 只剩下一具空壳子 此刻在场众人全部带若木鸡 震撼不已 而叶军灵目光扫向那把扶熙行 伸出手轻轻抚摸着 敢在我天渊城杀人 你是真当我天渊城无人了吗 这是一道立合声乍响 两位杀气凌然的强者踏空而来 散发着恐怖的威压 那是天渊二将 据说乃是天渊城主麾下 最强的两大高手 一人便能镇压虚无大力一方顶级宗门 当即在场不少人看着这两位强者议论纷纷 刷 叶军灵冷谋扫向这两人 一步踏出 双手朝着这两人直接抓去 顿时这两人纷纷出手 爆发出不朽禁的力量 朝着叶军灵轰杀而去 两尊不朽禁强者一出手 顿时天地变色 滔天的威压降临 压得在场众人喘不过起来 但让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这两位不朽禁强者爆发出的力量 全部被叶军灵的双手给强势镇压摧毁掉了 他这双手 好似天道之手 势不可挡 翠古拉朽般的将这两人的攻击通通碾压了 最终直接掐住了他们二人的脖子 提了起来 瞬间 虚无大怒赫赫有名的天渊二 将就被叶军灵当作楼椅一般掐着 这一幕让天渊城内的人全部经得心脏停止跳动了 你 而天渊二将怒视着叶军灵 刚要说话 叶军灵便冷到 这伏西琴你们是从那弄来的 伏西琴的主人呢 他现在在哪 面对着叶军灵的质问 天渊二将只是冷冷地盯着他 并未回答 砰 砰 叶军灵双手之间爆发出两团火焰 疯狂燃烧着这两人 啊啊啊 这两人发出杀猪般的凄厉惨叫声 最终被火过分灭了 放肆 漠然间 一道雷霆爆喝声 如晴天霹雳一般乍响 传遍虚无大怒 轰隆隆 下一秒 整座天渊城都在震动 一位长发飞舞 身穿一件灰色长袍 面色阴沉 双眸如黑洞的中年男人出现在这 散发着无上威压 犹如天地主宰降临 压得天渊城内的人奔奔下跪 而他正是天渊城主 数字 你好大的胆子 敢杀我的人 天渊城主看着叶军灵震怒到 叶军灵冷冷地看着此人 冷到不激情的主人在哪 不说 今日此城中的人都得死 你是为那个阎黄女人来的 莫非你也是阎黄之人 天渊城主神色一冷 注视着叶军灵 他在哪 叶军灵看着对方怒吼道 那个阎黄女人 估计现在已经死的不能再死了吧 天渊城主冷漠道 哄 刹那间 叶军灵双眸心红 身上爆发出无尽杀气 吞没了整个天渊城 第七百八十四章诛杀叶军灵 位列百足之手 哄 当叶军灵从天渊城主的口中 得知武师杰死了的消息后 整个人雷霆震怒 身上爆发出滔天的沙发之气 这一刻 天雷滚滚 乌云压城 整个天渊城的人都感受到了一股诺大的压迫感 刷刷刷 这时 一股股恐怖的气息降临 虚空之上 又有着九道身影出现在这里 他们九人皆是散发着堪比主宰镜的威势 这九人乃是虚无大陆十大主城中的另外九座 和天渊城齐名的城市之主 这是什么人 竟然逼得天渊这老家伙 都亲自现身了 此刻这九位城主看着叶军灵议论纷纷 充满了惊讶之色 你该死 漠然 叶军灵看着天渊城主怒喝道 他直接爆发出一身的力量 周身金光四射 散发着恐怖的龙威 如今的叶军灵融合了真龙之血 体内蕴含着龙祖的力量 可谓是恐怖如斯 瞬间 他便来到天渊城主面前 一拳朝着对方轰杀而去 而他这一拳更是爆发出一道道恐怖的龙气 传出阵阵龙吟之声 随着叶军灵这一拳轰出 好似有着万千真龙浮现而出 一起朝着天渊城主轰杀而去 这一刻 天渊城主面色一变 饶使他身为主宰级强者 此刻都感受到了一股莫大的压迫感 他神情一宁 调动一身主宰级力量轰杀而出 轰 叶军灵和天渊城主的攻击碰撞在一起 传出一道惊天巨像 一股股骇人的能量四散开来 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 登登登 这一击之下 天渊城主的身子竟然暴退 而叶军灵只是身子微微一颤 并未后退 此 看到叶军灵竟然将主宰级的天渊城主给击退了 在场其他人都是震惊不已 其余九位城主都是眉头紧皱 一脸凝重地盯着叶军灵 此子太妖孽了吧 他究竟是谁 怎会如此恐怖 此刻众人看着叶军灵议论纷纷 而天渊城主则是难以置信地盯着叶军灵 你 此 叶军灵面无表情地喝道 他双拳紧握 再次朝着对方轰杀而去 轰轰轰 一时间 叶军灵毫不留情地对天渊城主 展开了疯狂攻击 双方展开了一场无比激烈的战斗 这家伙对师姐还真是在乎 为了一个师姐 竟然和一位主宰级强者对战 徐如灵看着叶军灵 不禁感慨道 师姐就是他的逆灵 楚幽梦淡淡地说道 同一时间 在虚无大陆的某栋古老宫殿之中 一位身穿长袍 气质儒雅的男人 坐在这轻轻地喝着茶 看着眼前的一幅画面 一幅看戏的模样 而这画面中的内容 正是此刻叶军灵和天渊城主 战斗的实施状况 他的实力倒是越来越强了 如今只怕接近于苍穹极了 这个喝茶的男人淡淡地说道 这是在这男人身旁 站着一男子沉生道 族长若再不解决此子 只怕他将成为大患 而且他如今出现在虚无大陆 应该就是奔着百族之战来的 既然他来了 那就让虚无大陆 成为他的埋葬之地吧 随即这男人放下茶杯淡淡地说道 通知各族 让他们全部去天渊城 族长 你是要集结百族的力量杀他 那男子神似已惊倒 我可没那个本事 命令百族杀谁 但这次的百族之战规则 由我制定 那就可以好好玩玩了 这位身穿长袍的卢雅男人 微微一笑 转眼间 十几分钟过去了 天渊城中 随着一道惊天巨响传出 虚空炸裂 整个天渊城都在震动着 而此刻在天渊城的地面上 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 一道身影躺在其中不断吐着血 此人正是天渊城主 叶军灵站在天渊城主的上空 一脸杀气地盯着对方 他猛地出现在天渊城主面前 一把揪着他衣领冷道 说究竟是谁杀害了我五世姐 年轻人 莫要太过了 这是另外九城中的一位女城主 看着叶军灵沉声说道 滚 叶军灵却是毫不客气的对道 刷 顿时这位女城主神色一尘 盯着叶军灵 小子 这里乃是虚无大路 不是你可以随意放肆的地方 我十大城之一立于虚无大路 这么长时间 还从来没有那个人 敢挑衅我们事成 说的没错 年轻人你实力天赋的确很强 但这里的确不是 你可以随意放肆的地方 立刻放了天渊城主 当即另外一位城主 看着叶军灵命令道 虽然他们和天渊城主的关系 不是多亲密 但他们实诚同气连之 叶军灵打天渊城主 便是打他们的脸 啪 啪 陡然叶军灵身子一闪 如顺一般出现在这两位说话的城主面前 一连两个巴掌扇了出去 这两位城主都还未反应过来 就被叶军灵大嘴巴子给抽翻在地 看着叶军灵挥手就打脸两位城主 其他七位城主和围观的人 都是暗暗一惊 年轻人 你是要挑衅我们事成 当即这剩下的七位城主之中 实力最强的一位 看着叶军灵一脸威严的喝道 你们若想去地狱陪他的话 我不介意送你们一城 叶军灵极其狂妄地说道 而他这话也是让众人纷纷倒戏一口凉气 哼 叶族余念 让你侥幸逃过几节 你不仅不知收敛 倒是越来越狂妄了 莫然 一道冰冷的喝声响起 一群人出现在这 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围守之人一脸落腮胡子 一脸面试地盯着叶军灵 是百族中卫列前十的狂族族长 在场众人看着那位落腮胡子男人惊讶道 狂族乃是百族中卫列第五的家族 拥有着一种可以让人瞬间狂暴实力飙升的血脉 战力极其强悍 而狂族族长的话 让在场众人都是一惊 纷纷看着叶军灵暗道 死子就是那位叶族余念 叶族余念 你竟敢公然出现在这 你还真的是不怕死啊 随即 又有一道冷和声响起 百族中卫列前十的风族族长 率领着一群风族之人出现在这 冷冷的盯着叶军灵 接下来 百族中的各大家族族长 分本率领着各族中的精锐和天才 出现在了天渊城 很快 这大千卫列百族悉数到心 一时间现场汇聚着上万百族的强者 其中各族族长站在最前方 冷冷的注视着叶军灵 虽然这百族并未全部参与 当年对叶族的围剿 但其他家族也一向对当年卫列大千卫列 第一家族的叶族不满 如今叶族没了 他们自然不希望 这个带给他们噩梦阴影的家族再次归来 因此他们对于叶军灵的态度 也都是杀之而后快 而叶军灵注视着这百族的人 眼中闪烁着寒芒 其中不少人都是负面叶族的凶手 大家都到齐了吧 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那位身穿长袍 气质儒雅的中年男人 带着一行人出现在天渊城中 那不是如今百族之首的天族族长吗 当即在场众人看着这位 气质儒雅的中年男人交道 天族乃是如今大千未免第一族 位列百族之首 不过在叶族巅峰时期 天族并不起眼 甚至连参加当年围剿叶族行动的资格都没有 但自从叶族覆灭之后 天族便一军突起 仅用了百万年的时间 便成为了如今的百族之首 取代了叶族的地位 参见天族长 随着这位天族族长出现 在场各族族长纷纷行一道 叶军灵注视着这位天族族长眉头一皱 他的天眼竟然无法看透 已如今天眼的威力 在场每一个人的深浅都能看透 但唯独这位天族族长却无法看透 这让他十分惊讶 此刻天族族长扫了叶军灵一眼 然后看着百族的人吐道 百族既然到齐了 那我便宣布本次百族之战的规则吧 这次的规则很简单 今日谁若诛杀这位叶族余念 其家族便可直接位列百族之首 成为大千未免第一家族 天族族长直接说道 哄 随着他这话一说 全场震惊了 第七百八十五张万龙起飞 天渊复苏 随着这位天族族长说出 此次的百族之战规则之时 在场的百族之人皆是震撼连连 他们目光齐刷刷地扫向叶军灵 神色各异 斩杀掉这位叶族余念 便能直接凌驾于天族之上 成为百族之首 这个诱惑力不得不说有点大 一旦成为百族之首 那对于其家族所带来的声望和影响力 将是无法想象的 这将是一个一步登天的机会 一时间 在场各族族长都死死地盯着叶军灵 而在场其他人则是震撼不已 他们都没想到 这天族族长会定下这么一个规则 这完全是想指这位叶族余念于死地啊 叶军灵实力虽然恐怖 足以镇压主宰及强者 但百族的力量加在一起 恐怕就算是大到极强者降临都挡不住 一时间 现场的气氛变得无比沉重 有一种大战一触即发的感觉 而徐如灵 赤练 红丸等人听到天族族长的话 都是面子一变 眉头紧皱 这个家伙也太无耻了吧 竟然定下这样的规则 红丸一脸不平地哼道 至于叶军灵听着天族族长的话 倒是显得十分淡定 诸位还不动手吗 成为百族之首的机会 可就在眼前 错过了可就没有了 这时天族族长淡淡地说道 轰 轰 轰 顿时在场的百族之人 皆是爆发出一股股恐怖的气息 他们一个个将自身的实力和血脉力量 又或者是神体力量通通爆发出来 皆是死死地盯着叶军灵 散发着恐怖的杀机 叶族余孽 受死罢 那狂族族长看着叶军灵怒吓一声 直接朝着他一掌红纱而去 当即其他各族强者 纷纷争先恐后地朝着叶军灵冲去 唯恐叶军灵被狂族给先干掉了 这小子完了 众人看着叶军灵 纷纷摇头感叹道 这么多人对付一个 真无耻 徐如灵神色冰冷 满脸不齿 咔嚓 叶军灵则是极其淡定 把双拳一捏 发出一道龙小之声 轰轰轰 刹那间 叶军灵全身的血液 都沸腾了起来 潜藏在他体内的万道龙气 统统爆发了出来 当即这万道龙气化作万条真龙 朝着百族之人轰沙而去 这一刻苍穹震动 万龙气飞 龙银阵阵 整个虚无大陆的人看到这一幕 直接呆住住了 而在场的百族强者也全都傻眼了 轰轰轰 随着这万道龙气化作的真龙轰沙而至 直接传出无尽的轰鸣爆炸声 整个虚无大陆的空间直接炸开了 一时间 无尽的能量吞噬着虚空 让所有人都产生了强烈的窒息感 半个小时后 这恐怖的攻击能量才逐渐散去 而那百族上万长生级以上的强者 如今只剩下不到千余人 剩下的人全部被抹杀掉了 这一刻 全场震惊 鸦雀无声 百族剩下的那千余人 都是一副心有欲计 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感觉 他们看着夜君灵的眼中露出恐惧之色 此子 这是天族族长眉头一皱 凝视着夜君灵 他好强 徐如灵一脸震撼道 其他几女都是一脸崇拜的看着夜君灵 这个家伙 怎么可能这么可怕 那奄奄一息的天渊城主眉头紧皱 死死的盯着夜君灵 随即他目光一鸣 喃喃自语道 看来只能请出那位了 下一秒 天渊城主直接隔开自己的手臂 释放出大量的鲜血 打入天渊城的弟弟之下 还不够 随后他神似一宁 看着七九城城主 还有那百族的人叫道 你们要不想死的话 立刻献祭自己的血 到这弟弟之下 呃 此刻其他人看着天渊城主的操作都是一愣 不过很快便有人想到了什么 看着天渊城主惊呼道 他难道是想唤醒那尊 太古凶手天渊 还愣着干嘛 赶紧的 天渊城主对着众人喝道 而他如今因为放出大量的血 面色开始翻白 随即那九位城主 纷纷将自己的鲜血献祭到弟弟之下 紧接着 那百族剩余的千余强者纷纷献祭自己的血 一时间这些封号级 不朽级以及主宰级的强者都在献祭着自己的血 而他们的血全部涌入到天渊城的弟弟之下 被神秘吸收掉了 叶军灵见状并未阻止他们 而是冷冷地盯着天渊城主 今日不管你做什么 都改变不了你要死的结局 你若告诉我 我师姐是被谁所杀 我或许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天渊城主看着叶军灵冷道 杀你师姐的人 是你永远都得对不起的人 当年强如鼎盛时期的炎黄 都毁在了他们的手中 你觉得就凭你孤身一人 能和他们抗衡吗 你还是乖乖去地狱陪你师姐吧 刷 当即夜军灵神似一尘 就要动手斩杀天渊城主 但就在这时天渊城的弟弟之下 突然传出一道惊天巨像 轰 轰 轰 整个天渊城开始剧烈震动着 地面更是寸寸崩塌 出现一道道巨大的鸿沟 一股恐怖的凶煞之气 从这鸿沟中弥漫而出 让人充满了死亡感 这弟弟之下 真的藏着一尊太古凶兽 当即那徐如灵眉头一皱 这尊太古凶兽不简单 楚幽梦沉声道 而其他人都是震撼连连 吼 随后天渊城的弟弟之下 传出一道震耳发聩的凶兽咆哮声 传遍整个星域 轰 刹那间 整个天渊城轰然粉碎 彻底塌陷了下去 而后一尊高达数千米 长达数百米 浑身布满灵甲的凶兽 从天渊城地底冲了出来 这正是那尊太古时代的凶兽天渊 何人唤醒本座 此时这尊凶兽俯瞰着在场所有人 声音森冷的喝道 启禀天渊大人 是晚辈冒犯将你给唤醒了 这时天渊城主对着凶兽天渊下跪说道 本座记得你 你是当年本座收下的那个小布人 说吧 何人招惹了你 竟让你不惜唤醒本座 天渊冷冷的喝道 还请天渊大人替我做主 斩杀辞子 当即天渊城主指向了叶军灵说道 刷 这尊凶兽目光直接扫向叶军灵 顿时如灯笼般大的瞳孔一缩 闪烁着光芒 好浓郁的血气 你的血脉力量 竟然如此磅礴强大 若是能将你的血吞噬了 本座或许能踏入天道记 此刻凶兽天渊盯着叶军灵 一脸贪婪的表情 刷 他直接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叶军灵吞噬而去 第七百八十六章镇压大道记 此刻这尊太古凶兽天渊 直接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叶军灵吞噬而去 而他一张嘴便好似无尽神渊 要将天地都给吞噬掉 叶军灵健壮 一拳轰杀而出 他吸收的真龙知己力量 全部爆发出来 在其背后显现出龙祖身影 散发着无上的龙威 轰 顿时 一到今天巨响传出 叶军灵一拳毫无阻碍的 就轰在凶兽天渊身上 将其身子轰飞了出去 扑驰 当即这尊凶兽口吐鲜血 一脸惊恐地看着叶军灵 身后的龙祖之相 你竟然拥有龙祖的力量 你究竟是谁 在龙祖的威慑之下 纵南天渊乃是太古凶兽 都被完全压制住了 眼中露出恐惧的目光 龙本是万寿之王 强如天渊也无法抵抗真龙的压迫 更何况这还是龙祖的威压 而叶军灵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冲了上去 对着这尊太古凶兽 就是一顿疯狂暴击 轰 轰 轰 无尽的轰鸣声响起 虚空震动 天地震荡 而在场众人全部震撼不已 眼睛瞪得大大 至于天渊城主直接傻眼了 他没想到就算是凶兽天渊出场 竟然都不是叶军灵的对手 扑扑扑 在叶军灵一顿疯狂暴击之下 天渊疯狂吐血 全身坚硬的灵甲 也被打敌之力破碎 鲜血淋漓 而这尊凶兽在龙祖的威压之下 完全不敢反抗 只能憋屈地任由叶军灵攻击 求求你 饶了我吧 随即天渊看着叶军灵求饶道 啊 叶军灵则是发出一声 西斯底里的怒吼声 他双手直接抓着天渊兽 双臂发力 猛的一丝 此了 刹那间 这庞大的天渊兽 直接被叶军灵给硬生生地撕成两半 鲜血四剑 染红了他全身 这一刻 叶军灵将因为五十戒 而产生的怒火和杀意 全部发泄在了这尊太古凶兽的身上 咕噜 咕噜 而在场的人看着这尊战力比之苍穹级强者 都要牛叉的太古凶兽 就这么被叶军灵给活撕了 全部淹着口水 目瞪狗呆 此刻 叶军灵双眸心红 一副杀红眼的架势 他目光直接扫向百族剩下的那些人 当场就冲了出去 扑扑扑 顿时这百族剩下的千余强者 被叶军灵一一灭杀 一个个身子被强势撕碎 毫无反抗之力 就连这各族族长 也是南逃叶军灵的毒手 全部命丧于他的手中 转眼间 在场的百族强者 除去天族之外 无意活口 啪 啪 啪 这时 一阵掌声响起 百族之手的天族族长天昊 看着叶军灵鼓着掌 淡淡的说道 不愧是叶族的血脉传人 果然英勇无比 刷 叶军灵嗜血的目光扫向天昊 天族族长 我知道你天族当年没有参与对叶族的威剿 不过看你今夜的举动 看来你天族也很不想我叶族再度绝强 如今我天族位列百族之手 又启荣你叶族卷土重来 不过我倒是要谢谢你 谢谢你今日替我清除了 百族中的其他家族 让我天族再无任何后顾之忧 以后这大千未免 不会再有任何人 惦记着我天族大千未免第一族的地位 而天昊的话让其他人都是暗暗震惊 显然他们没想到 天族竟然借叶军灵的手来清理掉其他各族 这手段太狠了 你倒是够聪明的 拿我当你天族清除障碍的工具 叶军灵冷冷的说道 随即看着天昊冷道 不过这百族中的其他各族都不在了 你天族留之何用 不如一起去陪他们吧 轰 瞬间 叶军灵身子如闪现般出现在天昊面前 一拳朝着对方轰杀而去 而天昊看着叶军灵这一拳 神色淡然 陡然他身上爆发出一道神圣的光芒 笼罩着他全身 宛如一道屏障 挡住了叶军灵这一拳 无论他这一拳的力量多强 都无法突破天昊身上的这道屏障 这一幕让在场众人都是一惊 这是什么力量 竟然这么强 一时间众人纷纷议论着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大道护体 默然一人惊呼道 大道护体 那不是只有大道级强者才拥有的神通吗 难道天族族长已经踏入了大道级 这是在场众人看着天昊 皆是一脸不可知心的表情 主宰级之上乃是苍穹级 而在网上便是大道级 踏入大道级 自身体内便可产生大道之力 而这大道之力可以自主形成护体 抵挡任何攻击 不过大道级可不是谁都能踏入的 必须要将自身修行的属性之道 全部感悟到圆满 领悟出真正的道治真谛才行 但这一步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而如今这天昊便疑似踏入了大道级 自然让人不可思议 大道级 叶军灵眉头一皱 盯着眼前的天昊 无奈大道级强者 身怀大道之力 可长大道之规 你想杀我 绝无可能 天昊看着叶军灵 一脸自信的说道 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叶军灵面无表情的喝道 他直接将天机竞数施展了出来 一身力量疯狂暴涨 轰隆隆 刹那间 叶军灵化身千万丈高的魔神 周身魔企冲天 这一刻他的魔神肢体 和魔神血脉的力量暴涨到极致 镇压着整个虚无大陆 而后他的无天血脉力量同样暴涨 散发着无上之威 压得整个虚无大陆都开始崩塌 在场其他人全部面露 骇然之色地看着眼前高耸乌云的魔神 静置镇压 死 叶军灵发出死神之声 他硕大的一掌朝着天昊强势轰去 而他这一掌落下 无尽的力量爆发出来 在空中化作一个大大的镜子 此乃十大禁忌之术之一 轰隆隆 这个巨大无比的镜子 宛如一尊大影 朝着拥有大道护体的天昊强势镇压而去 刹那间光芒四射 滔天的能量吞噬着四周的一切 而那天昊的大道护体 顷刻间就被这个镜子给摧毁了 他面色一变 眼中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不等他反应过来 这个镜子便落在他身上 将其狠狠地镇压在地 扑 天昊双膝跪地 疯狂吐血 他眼睛瞪得滚圆 盯着叶军林叫道 主 主人不会 放过你的 随着他最后一个字说完 直接就彻底断气了 而叶军林灭杀掉天昊之后 恢复本体 喘着气 他此刻整个人也是消耗巨大 但叶军林却顾不得这么多 静止朝天燕城主走去 说你背后之人究竟是谁 叶军林来到天燕城主面前 抓着对方怒吼道 他必须要知道究竟是谁害死吴师姐的 你有种就杀了我 我会在地狱等着你的 天燕城主看着叶军林 冷冷地喝道 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吗 叶军林眼神森冷 他直接就要动用搜魂之术 强行摄取对方的灵魂记忆 但就在这时 一道冷傲声回荡在叶军林耳畔 本少的奴才也是你能动的 第七百八十七章彻底入魔 此刻虚空之上 一位气势不凡 神情骄傲的青年莫然出现 在他身后跟着两位老者 随着这位青年出现 天燕城主犹如见到了救星一般 连忙叫道 江少 救我 刷 叶军林冷猛猛地扫向此人 眼中闪烁着寒芒 冷道你就是他背后的人 我五师姐是被你所害的 五师姐 你说的是那个炎黄女人吧 长得倒是挺不错的 身材也行 还能弹得一手好情 可惜啊 她是炎黄之人 不然倒是有资格 给本少当个陪侍丫鬟 青年看着叶军林淡淡地说道 眼中透着几分可惜 哄 瞬间 叶军林直接将天燕城主给捏爆了 他身上弥漫着冰冷的杀意 死死地盯着眼前青年 而那青年看着天燕城主被杀 神色一尘 注视着叶军林 本少说了 他乃是本少的奴才 你杀了他是在打本少的脸吗 他该死 你也该死 动我世界者 通通都该死 叶军林神情争鸣地吼道 他直接朝着那青年冲去 一拳轰杀而去 大胆 当即那青年身后两位老者中的 一位神似一尘 一掌朝着叶军林镇压而去 轰 他这一掌轰出恐怖的大道之力降临 当场就将叶军林轰的朝地上砸去 主人 这是风悠悠 赤脸 虚如灵 楚悠梦等人脸色都是一变 纷纷上前搀扶着叶军林 又是大道级强者 此刻在场众人都是震惊不已 而这是风悠悠直接催动九节毒体 朝着那老者轰杀而去 轰隆隆随着九节毒气疯狂爆发出来 虚空颤抖 大片的空间直接被俯视成虚无 好强的毒体 那青年看着风悠悠惊讶到 随之吐到 留他一命 是 刚才出手的老者点了点头 他朝着风悠悠随手一抓 顿时风悠悠爆发出的毒气全部泯灭 而他则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束步着 动弹不得 此刻那青年一脸玩味的看着叶军林 那个阎黄女人是你师姐 看来你也是炎黄的人啊 不过你小子倒是挺厉害的 身边这么多美人还都是处子之身 反正你都要死了 这些女人就全给本少当陪是丫鬟吧 随着那青年此话一出 众余都是充满了愤怒 伤我小师弟 你找死 漠然 虚空传来一道冰冷无情的和声 一道凌厉的无情剑芒破空而来 朝着青年强势斩去 而这初见之人自然便是叶军林的三师姐拓拔玉儿 轰 当即跟随青年而来的另外一位老者挥手轰出 摧毁了这道剑芒 这时拓拔玉儿的身影出现在这一脸无情 充满杀疑的盯着青年 无情之道 那出手的老者看着拓拔玉儿惊讶到 没想到你竟能领悟出此等之道 而且还一只脚踏入了大道集 倒是个天赋异禀的苗子 你也是炎黄的人 青年扫了拓拔玉儿一眼 后者没有废话 再次朝着他杀去 轰 刚才出手的老者再次掌轰出 直接将拓拔玉儿轰的砸在地上 疯狂吐血 三师姐 叶军林看着拓拔玉儿受伤 面色一变 眼中充满了怒火 炎黄之地的根基 不是已经被彻底斩断了吗 怎么还会诞生出这么多的天才 刚才第一位出手的老者眉头一皱 看着拓拔玉儿 叶军林等人议论着 看来炎黄又有了重新崛起的迹象 另外一位老者说道 重新崛起 他们不会有这个机会的 青年神色一冷 看着叶军林等人喝倒 杀 全部杀光 然后再去炎黄之地 这次本少要将炎黄 彻底彻底移为平地 让这天地间再无炎黄血脉存在 顿时这两位老者一起出手 朝着叶军林等人镇压而去 而他们一出手 无上的大道之力降临 直接就压得在场众人动弹不得 此时叶军林眼中 闪烁着疯狂的神色 他脸上再次浮现出一道道竞技纹路 轰轰轰 瞬间叶军林体内的竞技之力 开始疯狂沸腾暴涨 滔天的竞技之光冲天而起 笼罩着整个苍穹 好似一个巨大的黑洞 要吞噬一切 不好 他又要失去理智 陷入疯狂之中了 楚幽梦看着叶军林如今的状态 顿时脸色一变 他是竞技命格之主 而那两位大道级老者 看着叶军林露出惊讶之色 竞技命格 那青年也是一惊 随之冷道 管他什么命格 啥 轰隆隆 两位大道级老者的功绩 继续朝着叶军林轰杀而去 啊 漠然 叶军林发出一道怒吼声 他不仅竞技之力疯狂爆发出来 一身的魔气也是如绝地的洪水一般爆炸 转眼间 叶军林脸上布满竞技纹路 魔气冲天 他直接在强大的刺激之下 失去理智 入魔了 轰 当场叶军林摧毁掉了那两位大道级强者的功绩 冲天而起 朝着他们轰杀而去 而这两位大道级强者神色一变 纷纷催动大道之力和叶军林激战者 轰轰轰 他们之间展开了一连串激烈的战斗 但很快 这两位大道级强者就被叶军林轰的疯狂爆推 扑齿 转眼间 一道鲜血喷溅的声音响起 其中一位大道级强者的身子 直接被叶军林给无情撕碎了 而另外一位大道级强者的攻击落在其身上 却对他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刷 叶军林一双黑色嗜血的魔童 扫向另外一位大道级强者 让其面色大变 少爷 快扯 这位大道级强者当即就要带着那青年撤离 但叶军林却是一拳轰杀而至 直接将他打背出去 疯狂吐血 随即叶军林身子一闪 再次出现在对方面前 又是一拳狠狠扎去 砰砰砰 在叶军林一连串暴击之下 这位大道级强者被他隐生生轰爆了 当两位大道级强者被叶军林残忍血腥烈杀掉后 那位青年表情直接凝固住了 而叶军林虽然失去理智入魔了 但他却是一眼扫向着青年 朝着对方冲去 你 青年张了张嘴 看着叶军林想说什么 对方直接挥舞着利爪朝他轰来 轰 正当叶军林的利爪 要落在青年身上之时 其体内爆发出一股超越大道之力的力量 将叶军林震退了 随即青年回过神来 看着叶军林冷道 哼 你这个炎黄蝼蚁 本少身上有着天道法则护体 就比你也配杀我 而叶军林却是不管不顾的朝那青年轰杀而去 他一双拳头疯狂轰出 此刻他体内的力量无限暴涨 全部轰杀而出 包括那毁灭之雷和融合了朱雀真火 和凤凰真火的异火 通通爆发出来 在这种可怕的狂暴状态下 那青年身上的天道法则 硬生生的被叶军林轰成虚无 怎么可能 那青年瞳孔一缩 一脸不可知性的表情 而此刻叶军林纳如死神所命的拳头 已经降临 强势轰在他身上 砰 这位青年一句话没来得及说 就被叶军林彻底轰成基本了 同一时间 在某个神秘之地 一道镇木声响起 反而 该死的炎黄之人 传吴的命令 调集一切力量 给吴将炎黄之地彻底铲平 凡是炎黄之人一律杀吴舍 吴要让所有炎黄之人 给吴的儿子陪葬 随着这道震木声传开 引起了整个神秘之地的震动 而在虚无大路中 叶军林在灭杀掉那青年后 并未停手 他直接对在场其他人进行屠杀 一副彻底失控的架势 小师弟 这是拓拔玉儿神似一变 冲到叶军林面前叫道 但后者同样对着他出手 刷刷刷 叶军林的四位师傅出现在这 他们看着叶军林此刻的状况 都是念死一遍 不好 这小子又入魔失控了 圣九天眉头一皱 先想办法将他控制住吧 不然这里人都要被他杀光了 徐孝天沉生说道 羞羞羞 这时 圣九天双手一挥 九道金光急射而出 化作九根金针 直接刺入叶军林体内九大穴位 而后叶军林双模一臂 直接昏死了过去 当即拓拔玉儿上前抱住了叶军林 这小子这次的情况很严重啊 他体内已经完全被禁忌之力所充斥着 那魔性更是深入他灵魂深处 想要让他恢复正常不容易 随即 圣九天查看着叶军林的身子 眉头紧皱道 那也得想办法救啊 你行不行 不行 就去找天机子那家伙 他肯定有办法 龙天罢教道 谁说我不行的 我一定会把这小子救回来 圣九天冷哼道 几位前辈 不如让我一试吧 这时楚幽梦的身影出现在这里 而顿时 众人目光全部扫向楚幽梦 你是那位拥有净化之力的丫头 圣九天看着楚幽梦问道 后者点了点头 随后圣九天说道 你体内的净化之力 倒是可以净化这小子体内的禁忌之力和魔性 把军林交给这丫头吧 圣九天直接说道 接下来楚幽梦带着夜君灵来到一间安静的房间中 他开始催动净化之力 进入夜君灵体内 帮他净化身子 但随着他输入了一会净化之力 进入夜君灵体内之后 却发现夜君灵体内的禁忌之力 和魔性增长的速度极快 仅凭这么输入净化之力 进入其体内 根本无法完全将夜君灵体内的禁忌之力 和魔性给净化掉 看来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楚幽梦想到了什么 他注视着夜君灵 目光闪烁着 而后他悠悠地说道 这就当是我还你的救命之恩吧 楚幽梦直接脱衣解带 上前亲吻住了夜君灵 接下来第七百八十八章 我代表的就是道 一日 夜君灵双眸缓缓睁开 醒来了 你小子终于醒了 你倒是够想不得 害得我们几个老头子 白担心一场 这是圣九天站在他面前 一脸打去地看着他 额 夜君灵神色一愣 看着圣九天 二师傅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小子昨天都干啥了 不知道吗 圣九天给了夜君灵一个白眼 而夜君灵则是开始回忆起昨天的事 他昨天为了斩杀天渊城主 和对付他背后的人 强行激发了禁忌之力和魔器 后面发生了什么 他就记得不太清楚了 二师傅 我昨天是不是犹如魔 失去理智了 夜君灵沉声问道 没错 你小子昨天可是大杀四方 差点连我们都控制不住 要不是多亏了楚丫头 恐怕你小子现在都没恢复过来 圣九天撇了撇嘴说道 楚幽梦 是他救的我 夜君灵惊讶道 而圣九天点了点头 没错 这丫头体内身怀净化之力 正是凭借他体内的净化之力 才能将你体内失去控制的魔性和禁忌之力给净化掉 不过这丫头 他怎么了 夜君灵神色一变 猛地问道 你跟我来吧 随即圣九天带着夜君灵 来到了另外一间房间中 此刻拓拔玉儿 红丸几女都聚集在这 而在那房间的床上 躺着一位白发苍苍 满脸皱纹的女子 楚幽梦 他这是怎么了 当夜君灵来到这 看着床上的女子之时 他面色一变惊讶道 此女正是楚幽梦 但她现在却一副苍老了几十岁 行将就目的样子 这丫头为了净化压制你体内失控的力量 不惜和你进行双修之法 使得她体内所有的净化之力 全部被你吸干了 而她则是历劫二衰 如今只剩下一口气了 圣九天一一说道 刷 顿时夜君灵面色一变 她没想到楚幽梦为了她竟然 一时间夜君灵的神情十分复杂 五味杂成 之前四师姐为了救她 便不惜牺牲了自己的清白之身 如今没想到这种事又再次发生了 这让她内心一下子乱了 最重要的是如今楚幽梦为了她 不仅牺牲了自己的身子 而且连命都要搭进去了 二师傅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救救她 夜君灵目光扫向圣九天问她 我要有办法早救救了 这丫头如今一身力量全部耗尽 包括经济元神全部耗尽 想要将她救活 除非依靠强大的天才地宝 帮她补充经济神和力量 圣九天说道 那里有这种天才地宝 夜君灵当即问道 在须天域有一座无量山 在那山上有一颗吸收天地精华三千万年的无量果 据说服下此果可脱胎换顾 重获新生 若是有此果 应该可以让这丫头活过来 圣九天直接说道 无量山 夜君灵目光一宁 道 我现在就去 而圣九天则是说道 小子 那无量山中有一老道士 一身修为深不可测 你想要得到无量果 怕是不容易 无量果我必得 当我者杀 夜君灵一脸杀气的喝道 他瞬间便消失在了这里 这是龙天马出现在这 看着圣九天吐槽道 你这家伙窜着这家伙 去找那老道士干家 你是真嫌他命不够长啊 怕啥 这小子命格不凡 又是那位的传人 死不了 再说了那老道士 真敢动这小子 你看无极那老家伙 会不会立刻出现干他 圣九天匹了撇嘴横道 无量山 此乃大千未免一座奇山 在此山之巅 有一道官名为无量道观 传言无量道观 有一道士 修无量大道 一身修为通天彻底 无人能及 整个大千未免 都没人敢踏入无量山半步 但此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无量山中 正是赶来的夜君灵 他一踏入无量山中 便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道意 随即他目光朝着山巅扫去 在那有一座古朴的道观 显然无量果就在里面 刷 夜君灵直接朝着那道观冲去 但他刚刚一步踏出 一股无形的力量便爆发出来 瞬间夜君灵眼前景象一变 他直接身处于另外一处空间之中 在这空间内 有着说不清的道士正在讲道 他们讲得到各不相同 但每一种道都蕴含无尽真谛 这些道蕴含着恐怖的道意 化作无形的威压 导致夜君灵不断镇压而来 让他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小子 这应该是一座特殊阵法 你赶紧想办法出去 不然你得被这万千大道给压垮 毁灭雷灵对着夜君灵叫道 阵法 夜君灵眉头一皱 他催动全部的力量 朝着前方的那些道士轰沙而去 结果他的力量刚刚爆发出来 就被那些道士讲的道给摧毁掉了 入无量阵 虚无一道 这时 一道木骨沉中的声音 回荡在夜君灵耳盘 悟道 夜君灵眉头一皱 而毁灭雷灵说道 看来你需要从这些道士讲的万千大道中 领悟出其中一道 才能走出这座阵法 顿时夜君灵神似不断变化着 与此同时在无量山巅的无量道观中 坐着一位看起来七八岁 梳着一根辫子 身穿一袭道袍的孩童 他嘴里叼着一根小草 目光朝着正前方扫去 老头 你说他能不能悟出一道 在这正前方有着一个蒲团 在上面盘坐着一位 身穿不知道洗了多少次道袍的老道士 此刻老道士双眸睁开 骨膊不惊道 不知道 平道看不透他 还有老头你看不透的人 那小道士瞪大着眼睛惊讶道 你不就是吗 老道士摆了小道士一眼 嘿嘿 顿时小道士尴尬地挠了挠头 哄 莫然 这座大阵之中传出一道惊天巨像 一股恐怖如斯的力量爆发出来 整座大阵竟然轰然崩塌 怎么回事 那小道士面色一变 直接站了起来 一双小眼眸泛着深邃的光芒 他竟然强行破阵了 此刻这位老道士神色一变 而这时夜君灵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了无量道观中 身上散发着一股无法无天的启示 他刚才本想按照那道声音说的照作 老是感悟出其中一道破阵 但结果他脑海中却突然响起 夜无天的一道声音 然后他体内的无天血脉 便强势爆发出来 竟然将这座大阵摧毁掉了 你竟然能强行破掉无量症 真厉害啊 小道士看着夜君灵赞叹道 而夜君灵扫了一眼小道士 随即目光便扫向了那位老道士 我来只为无量过 你为何不误道 老道士注视着夜君灵 我夜君灵不需要误任何道 因为我代表的就是道 夜君灵极其自信地说出一句狂妄之际的话 这句话就是刚才夜无天说的 无天血脉 讲究的就是一个无法无天 自然不用遵循天帝之规 感悟天帝之道 他夜君灵要想真正强大 就不能领悟任何天帝之道 因为那样终究是屈尊于天帝之下 要想凌驾于天帝之上 便要修自己的道 夜无天的一句话 仿佛让夜君灵一下子通达了 思想境界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而夜君灵刚才说的话 直接让这老道士神色一名 沉默了许久 随后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 夜君灵 夜君灵冷道 姓也 怪不得老道士喃喃自语 神情复杂 好似回忆起了什么 而后他手一挥 一颗朴实无华的果子 出现在了夜君灵面前 这便是无量果 你拿去吧 老道士直接说道 额 夜君灵则是一愣 他没想到对方竟然就这么拿出了这颗 无比珍贵的无量果 这让他不禁产生了一丝怀疑 这真的是无量果吗 放心 老道士从未骗过人 辞过你拿去吧 老道士仿佛看出了夜君灵的想法 淡淡的说道 多谢 随即 夜君灵接过无量果开口说道 而小道士一脸诧异的看着老道士 老头你就这么把这颗无量果给他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 我当初想吃你可都不给呢 此刻这小道士一脸忧怨的表情瞪着老道士 现在无量果在他手中 你想吃打赢他就行 老道士淡淡的说道 刷 当即小道士一双小眼珠子 滴溜溜的转着 他直接撸起袖子 看着夜君灵说道 来 我们打一架 打赢了 那个无量果你给我 我不欺负小孩 夜君灵扫了一眼小道士 撇了撇嘴 切 你竟然瞧不起我 小道士不满的哼击道 他手一挥 一柄桃花剑朝着夜君灵急舍而去 第七百八十九章下咒之人现身 轰 这柄桃花剑乃是一根木头制作而成 但这一剑挥出 却是气势如虹 蕴含着恐怖的剑道之一 彼之神兵力气都要恐怖 夜君灵见状神似一变 但没想到这个看起来七八岁的小道士 一出手竟如此不凡 他不敢大意 一拳轰出 硬喊桃花剑 轰隆隆 顿时一连串轰鸣爆炸声响起 夜君灵的身子暴退 而那柄桃花剑同样被击飞出去 落在那小道士的手中 你竟然这么强 此刻夜君灵看着这位小道士 一脸惊讶道 虽然对方只出了一剑 但这一剑就能看出来 这个小道士的战斗力 完全不比夜君灵弱 甚至更强 这个无量道观还真是不简单啊 老道士深不可测 就连一个小道士都如此恐怖 夜君灵目光闪烁着 在这待了几年 还从来没有出手的机会 今天我们两个好好打一架 小道士看着夜君灵 一脸兴奋地说道 他握着桃花剑 直接冲向了夜君灵 而夜君灵则是换出琥珀魔刀 和小道士激站在了一起 他竟然还是魔神的传人 此刻老道士看着夜君灵手中的琥珀魔刀 神色一变略显惊讶 轰轰轰 很快两人在这无量山上 展开了一场大战 双方战斗的无比激烈 这一战 夜君灵没有任何留守 体内的两大血脉和魔神肢体 还有真龙之血的力量 通通爆发了出来 随后他更是催动竞技命格 一身的竞技之力爆发了出来 如今夜君灵的竞技命格 已经度过了第五次蜕变 一身力量之强 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他竟然还拥有着竞技命格 这时老道士看着夜君灵爆发出的竞技之力 瞳孔一缩 再次惊讶道 怪不得平道完全看不透他 老道士喃喃自语道 魔神血脉 那位的血脉 外加竞技命格 这是要捅破天了吗 此刻那老道士目光不断闪烁着 神情无比复杂 轰 随即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 夜君灵和小道士一击之后 双方的身子纷纷暴退 两人这一战看起来势均力敌 真痛快 好久没这么痛快的打过了 小道士一脸兴奋的说道 而夜君灵则是嘟囊道 真是变态 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够变态了 没想到这道观中还隐藏着一个更变态的村子 从这个小道士的根骨 可以看出他的真实年纪的确不到十岁 但他的战里却已经堪比拥有无数奇遇 和身怀逆天血脉的夜君灵了 这让一向自诩为天才的夜君灵 也有些受打击了 再来 小道士看着夜君灵再次说道 不用打了 随之老道士开口道 而听到老道士开口 那小道士虽然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也只能停手 他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老道士 这老头揍起他来 那可是绝不手软的 多谢前辈 夜君灵看着老道士抱拳说道 无须谢平道 这一切都是因果 老道士淡淡地说道 而后他目光扫向了小道士 你不是一直想要下山吗 老头你愿意放我下山了 小道士顿时激动道 你今日便可以下山 老道士说道 当即小道士一脸兴奋道 哈哈 太好了 但下一秒老道士继续说道 但你下山以后必须要跟着他 听他命令 什么 小道士一惊 诧异地看着夜君灵 你让我以后跟着他 此刻夜君灵也是一脸猛圈的表情 不知老道士这是何意 没错 你若不答应 那便继续待在这山上吧 老道士直接说道 老头 你干嘛让我跟着他 小道士一脸好奇地看着夜君灵 想要看出什么来 你只要答应就行 别忘了你还有一劫 跟着他 你的劫才能化解 老道士继续说道 而他的话让小道士目光一宁 注视着夜君灵数秒后 图道 好 老头 我答应你 以后就跟着他 前辈 你这是何意 夜君灵看着老道士询问道 凭到这个图案有点顽劣 以后他就交给你调教了 至于其他的 你以后就明白了 好了 你们下山去吧 老道士淡淡地说着 随后一挥手 夜君灵和那小道士 便已经在无量山外了 终于下山了 此时这位小道士离开无量山 道士一脸激动的表情 你没离开过无量山吗 夜君灵看着小道士好奇道 没有 小道士摇了摇头 而夜君灵看着这小道士不由地想起自己当初刚下昆仑山的场景 他开口问道 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吴道 小道士说道 吴道 这名字倒是有点霸气 夜君灵撇了撇嘴 道 那你以后就跟着我了 我叫夜君灵 好 吴道 吴道 无道点了点头 随后夜君灵带着无道 就朝着虚无大路而去 但在半路上 却有一位浑身笼罩在黑袍下的身影 挡在他们面前 你是谁 夜君灵看着此人眉头一皱 不知为何 他在看着对方第一眼时 就本能地产生了一种厌恶和杀意 仿佛对方乃是他的大敌一般 没想到你竟然能削弱本座 给禁忌命格下的咒 真是有意思啊 这人看着夜君灵说道 刷 当即夜君灵面色一遍 盯着对方叫道 你就是那个给禁忌之主下咒的人 没错 正是本作 这人直接承认道 顿时夜君灵眼中闪烁着冷芒 死死地盯着对方 怪不得他一见到对方 就像是见到仇人一般 原来就是这人给上任禁忌之主下咒 导致他也身怀诅咒 你想干什么 夜君灵看着对方冷冷的喝道 眼中充满了警惕之色 对方能给上任禁忌之主下咒 显然不是一般人 放心 本座不会杀你的 只不过你得跟本座走一趟 本座要好好研究 研究你这位新任禁忌之主 此刻这位下咒之人说道 一副对夜君灵充满兴趣的样子 我若不跟你走呢 夜君灵冷道 这可就由不得你了 那人说完 挥手朝着夜君灵抓去 而对方这一爪挥出 直接让夜君灵全身都被禁锢住了 不好 这人很强 无道面色一变 嘟囔道 这山外的世界这么危险吗 怎么一出来就碰到个这么强的对手 怪不得老头不让我下山 我的徒儿 你带不走 关键时刻 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 夜君灵的三师傅天机子 莫然出现 挥手挡住了那下咒之人的力爪 砰 当今两人身子分别后退着 你是谁 下咒之人盯着天机子眉头一皱 三师傅 夜君灵则是连忙笑道 你是带不走我徒儿的 天机子轻吕胡须说道 横 那本座道士要试试 这人神似一冷 身上涌动着一股神秘的力量就要动手 你确定要动用你的戒灵力量 天机子注视着对方说道 而他这一句话让对方脸色瞬间就变了 一脸不可思议的盯着他 你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本座的身份 我知道的东西 远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 你确定要继续吗 天机子一脸平静的说道 顿时这人瞳孔一鸣 深深的扫了一眼天机子 转身就消失了 三师傅你刚才说的戒灵力量 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夜君灵看着天机子好奇道 别想这些了 赶紧回地球一趟吧 你要再晚回去 地球就没了 天机子看着夜君灵说道 什么 夜君灵面色一变 一脸惊讶道 无量国给我吧 你赶紧回地球去吧 第七来九十张地球之位 地球此刻正在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危机 大量神秘强者降临 直接对地球民众开始大肆屠杀 而全球各国则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调动无数强者对抗 但地球上的强者 在这些如神灵一般的神秘强者面前 却是不堪一击 随手便可面杀成千上万人 接下来 以龙国为代表 各国直接出动了各种热武器 包括空军战机 航母 光子电炮等一系列顶级战斗武器 对这些强者进行疯狂打击 但无论是龙国的顶级战机 还是其他各国的超级武器 打在这些强者身上 却连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摧毁不掉 甚至他们挥手一拍 就将这些战机 热武器通通摧毁掉了 一时间 全球各国首领 皆是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无力和绝望感 而全球民众更是充满了绝望 一个个跪在地上 恳求着天神降临 忽悠地球 此刻 在地球上空 站着一群强者 居高临下地俯瞰整个地球 一个个眼中充满了蔑视和不屑 没想到曾几何时 强大无比的炎黄 竟然堕落得如此废物 竟连一位原者都看不到 简直是废物至极 这样的垃圾之地 直接一掌便可灭纱 不知为何可主要让我们亲自出手 将他们屠戮 这群强者议论纷纷 而他们正是之前被夜君明灭纱的那位 害死其五师姐的青年背后势力之人 炎黄虽然已经没落 但此地冥冥之中 有着天地规则守护 是无法摧毁的 不然你们以为炎黄之地还能存在至今 这是这群强者中为首之人冷冷地说道 原来如此 怪不得我等一踏入这里 实力便自动受到压制 这炎黄的根基都已经斩断了 没想到竟然还有天地规则存在 这群强者纷纷震惊道 行了 别废话了 将他们全部杀光 回去复命吧 为首之人冷和道 当即他们便要使出全力 彻底覆灭地球生灵 但就在这时 一道道身影降临 他们冷冷地看着这群强者 喝道 想灭地球 那得问问我们答不答应 此刻 这一道道降临的身影 正是北梁军第一军团长楚人凤 还有夜军林巴师傅所在的黄浦家族组长黄浦军 还有原本龙国的各大影视强者 外加彭埃道的各大强者 如今地球灵气复苏 他们一个个的实力也是进步神速 但和眼前这群强者相比 却还有着巨大的差距 但为了地球 他们不得不站出来 一群蝼蚁去死吧 那群强者中的一位 扫了楚人凤等人一眼 随手一掌轰出 而他这一掌直接让这群龙国强者 感受到了强烈的窒息感 眼中露出不甘的神色 轰 就在关键时刻 一道金色剑芒降临 挡住了这一掌 随即 一道身影出现在这 握着一把金光四射的长剑 散发着恐怖的帝王之味 而他正是紫薇行命格 知主轩辕天命 你是谁 也想来找死 当即那出手的强者 看着轩辕天命冷和道 哄 轩辕天命手持轩辕剑强势斩出 当场就将这位强者给分尸了 瞬间 这群神秘强者神色一变 看着轩辕天命的眼神不一样了 你是大千位念敌人 那为首之人看着轩辕天命冷道 想灭地球 先问问我手中的轩辕剑答不答应 轩辕天命冷冷地喝道 轩辕剑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 炎黄第一神奇轩辕剑 那为首强者看着轩辕剑 神色一变 眼中露出惊讶之色 随后他神色一领 看着轩辕天命冷道 就算你拥有着轩辕剑 今日也保不住这炎黄之地 杀 他一生命下 这群神秘强者全部爆发出滔天的威压 他们虽然来到地球 一身实力都受到了压制 但就算如此 他们爆发出的威压 依旧足以碾压一切 这一刻地球之上 无数山脉崩塌粉碎 大海瞬间枯竭下沉 所有的鸟兽全部暴体耳王 整个地球大陆都在崩塌开裂 一副世界末日降临的架势 而地球上的民众 更是被这可怕的威压 给镇压的匍匐在地 一个个面楼痛苦之色 一个接着一个暴体耳王 所有地球民众都露出了绝望的神情 放弃了任何希望 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但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无情的和声传遍地球 就凭你们也想灭地球 哄 刹那间 滔天的沙发之气降临 直接压得这群神秘强者纷纷吐血 刷 这时 叶军灵的身影出现在这 宛如天神下半 散发着无比的威势 主人 轩援天命看着叶军灵当即教导 楚人凤等人看着叶军灵出现 也都是激动不已 他来了 他能救得了这个世界吗 此刻仆仆在地的花月容 花四景姐妹海纳凤舞 霓皇姐妹看着天穷上的叶军灵 眼中闪烁着复杂的神色 你 而那群神秘强者中 围首之人看着叶军灵刚要说话 对方的身子变闪电般出现在他面前 一巴掌狠狠地扇了出去 砰 这围首之人根本来不及出手 就被叶军灵一巴掌给扇飞了出去 轰轰一声砸在地上 将地面给砸出一个巨大的神坑 随即他挥出琥珀磨刀 朝着剩下的人杀去 大开杀戒 此刻叶军灵展现出的实力 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压制影响 乃是巅峰状态 因此他对这些强者而言 乃是降维打击 扑扑扑 转眼间 这些灰首便可覆灭地球 如神灵一般的强者 则是被叶军灵无情地屠杀着 这一幕映入所有地球民众的眼中 他们看着叶军灵的眼神中充满了崇拜 最后这种崇拜变得无比狂热 这一刻叶军灵在他们的心中 变好似守护神一般 地位一下子拔高到了极点 而这时那小道士无道也出现在这 看着眼前的地球嘟囔道 这个世界有点不简单啊 扑执 当虚空中的这群强者 最后一位惨死在叶军灵刀下 这群降临地球的外来者就被叶军灵屠杀殆尽 只剩下最先被一巴掌扇倒在地的领头之人 还喘着气 地球谁也灭不了 叶军灵站在虚空中 一脸强势的喝道 他乃是地球的人 这里便是他的故乡 他自然不会允许人覆灭地球 好 好 好 这是整个地球的民众听到叶军灵这份热血宣言 纷纷鼓掌大叫道 他们看着叶军灵的眼神 从原本的崇拜变为了信仰 没错 就是信仰 就像是信徒信仰上帝 佛徒信仰佛祖一样 此刻整个地球民众对叶军灵全部充满了狂热的信仰 叶军灵如今在他们心中 便是一尊真正守护地球 守护他们的神 随即全球民众全部对着叶军灵心悦成佛的跪拜 而这时叶军灵看着民众对他跪拜 他刚要说什么 结果就发现从这些民众的头顶 有着一道道无形的力量涌出 朝着他体内冲去 当这些力量进入叶军灵体内 他一身力量顿时暴涨 全身都无比充盈的架势 这时叶军灵眼中露出了疑惑之色 这乃是极其珍贵稀有的信仰之力 毁灭雷灵介绍道 信仰之力 叶军灵目光闪烁着 而毁灭雷灵解释道 信仰之力乃是只有当一个人 对另外一人无比信仰 对其信仰崇拜到了极致才会产生 信仰之力一旦产生 为信仰之人便可源源不断吸收信仰之人的信仰之力 以此来提升修为 还有这种事 叶军灵对此惊讶不已 当然 不过想要让一个人 对另外一个人产生信仰之力极其困难 更别说是让一个世界的人 对一个人产生信仰之力 而你小子今日竟然让这整个世界的人 都对你产生了信仰之力 这波你赚大了 不得不说你小子的气运真的很强 毁灭雷灵感叹道 叶军灵目光闪烁着 他倒是没想到他这一波操作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不过这是他目光一宁 看着远处叫道 你逃得掉吗 此时那位对叶军灵一巴掌山飞的领头之人 企图悄悄逃走 却被叶军灵发现了 哄 叶军灵一步踏出 来到对方面前 恐怖的威压降临 将其压得疯狂吐血 而他一手掐住对方脖子 冷道说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要灭地球 此人冷冷地盯着叶军灵 沉默不语 不说叶军灵神思一冷 他另外一只手直接按在对方脑袋上 强行摄取对方的记忆 而当叶军灵得到对方的记忆之后 他面色却是一变 散发出滔天的杀气 第791章踏入天虚 通过摄取此人的记忆 叶军灵得知他们乃是来自于天虚之中的万香格 而这个万香格 正是那位害死他武师姐的神秘青年背后实力 在此人的记忆中 还有他武师姐 被万香格的人抓住 并且对其进行各种欺凌羞辱的画面 看到武师姐被欺凌的画面 叶军灵无比震怒 散发着无尽的杀气 万香格 叶军灵咬牙切齿地叫道 你再不赶紧收敛杀气 你刚救下来的这个使节之人 又要被你杀气给灭了 这是吴道来到叶军灵身边吐槽道 当即叶军灵深呼一口气 收敛杀气 而轩辕天命来到他面前问道 主人 你没事吧 天命 你怎么在这 叶军灵看着轩辕天命惊讶道 启禀主人 之前我被先祖救走 然后一直在闭关修行 这次乃是先祖告诉我 严谎有畏 让我赶回来的 轩辕天命一一说道 先祖 你说的是轩辕皇帝 他还活着 叶军灵神似一变 看着轩辕天命 后者沉生道 我也不确定我遇到的只是先祖的一道分身 至于其真身如何 我并不确定 少主 这时 楚人凤等人 纷纷来到叶军灵面前叫道 你们还好吧 叶军灵问道 少主 我们没事 楚人凤等人 纷纷说道 叶军灵开口道 没事就行 我还有事 我得先离开了 如今他知道了 害死他武师姐的凶手 乃是万象阁的人 他自然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杀去天虚 覆灭万象阁 主人 我和姐姐想要跟随于你 这是花四锦带着其姐姐花月龙 出现在叶军灵面前开口道 跟随于我 叶军灵扫了这姐妹来一夜 还有我们也想跟随于公子 凤五 倪皇姐妹来也来到叶军灵面前说道 如今他们两对姐妹看着叶军灵充满了崇拜的眼神 显然都被其刚才的表现彻底折服了 甚至他们的心如今除去叶军灵之外 恐怕都再也容不下其他男人了 毕竟还有哪个男人 能超越刚才以一己之力拯救地球的叶军灵 不用了 你们好好修炼吧 叶军灵摇了摇头 他拿出一堆修行资源 交给了他们之后 便带着无道离开了 而轩辕天命则是跟随一起离开了 这是花月龙眼中露出一抹遗憾之色说道 他是嫌弃我们实力太弱了吗 也对 以我们的实力 根本没资格跟随在他身边 实力弱 那就努力变强变得有资格跟随在主人身边 花四景直接说道 没错 努力变强 而凤武 迷惶姐妹眼中都露出了浓浓的斗志 接下来 他们这两对姐妹 直接开始没日没夜的疯狂修行 只为已有资格能跟随在叶军灵身边 而叶军灵自然不知道这些 他带着轩辕天命 已经回到了虚无大陆 什么 卢灵被人抓走了 叶军灵听到二师傅的话 惊讶道 没错 出手之人领悟了空间之道 甚至逃过了我们几人的探测 悄无声息地带走了那丫头 盛九天淡淡地说道 难道是那个虚空阁所为 叶军灵眉头一皱 想到了之前要招揽徐露灵的那个虚空阁势力 不是他们 那个势力的人 虽然也是感悟空间之道 但还没有这么强的本事 盛九天摇了摇头 那会是谁 叶军灵眉头紧皱道 不用担心 那丫头拥有着空灵肢体 乃是最为适合修行 感悟空间之道的存在 对方是不会伤害他的 盛九天开口说道 嗯 益军灵点了点头 道 对了 楚幽梦怎么样了 他已经服下了无量果 不仅活了过来 而且他的身体正在蜕变 以无量果的能量 他此次蜕变的效果 怕是惊人的 盛九天说道 哎 可惜了就这么一颗无量果 我还未尝过啥滋味呢 这是跟在叶军灵身后的无道 一脸可惜道 他是 盛九天看着无道 神色微微一变 而叶军灵则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无道的来历 随即 盛九天饶有深意的扫了一眼无道 刷 陡然叶军灵目光一扫 谁 这是一道身影突兀降临虚无大路 此人散发着滔天的毒气 正是万毒宗宗主 刷 风悠悠的身影出现在这 冷冷的盯着此人 九节毒体 万毒宗宗主看着风悠悠 眼中闪烁着炙热的光芒 直接朝着他抓去 而他一身实力已经达到了苍穹级 轰 叶军灵一步踏出 一拳朝着此人轰去 两者相击 虚空乍立 扑齿 万毒宗宗主身子暴退 一脸骇然的看着叶军灵 你 轰 叶军灵又是一拳朝着对方砸去 完全不给对方任何反抗的机会 但关键时刻 一道巨大无比的毒掌降临 和叶军灵的拳头轰在一起 这一击之下 那毒掌泯灭 而叶军灵身子后退几步 他的拳头则是冒出滋滋声 有一些皮肤竟然被腐蚀了 这让他有些惊讶 以他如今魔神肢体的强悍 竟然还有毒气能腐蚀他的肉身 此刻 一位浑身笼罩在斗篷之下 眼神凹陷 满头白发的老者出现在这 师尊 万毒宗宗主看着此人当即教道 小子 你的肉身很强 竟然能挡得住老朽的万毒之力 这是那位老者看着叶军灵冷冷的哼道 万毒圣体 不对 你还未修成真正的万毒圣体 圣九天看着这位老者冷道 没想到如今还有人时的万毒圣体 那老者精益的扫了一眼圣九天 随之冷道 没错 老朽的万毒圣体 的确没有完全修成 但只要吞噬了他这九节毒体 老朽的万毒圣体便可大功告成 到那时整个大千位面 都将无人是老朽的对手 万毒圣体这么厉害吗 叶军灵惊讶到 这万毒圣体一旦修成 不比九节毒体差 圣九天点了点头 刷 那老者直接朝着风悠悠冲去 双眸盯着对方 充斥着炙热的光芒 而这是叶军灵猛的挡在对方面前 一拳朝着对方轰去 轰隆隆 双方的力量轰击在一起 传出惊天巨响 这位老者凭借着万毒圣体的力量 倒是挡住了野军灵的攻击 但就在这时 一柄桃花剑急射而来 瞬间穿透了老者的身子 扑 他一口鲜血喷出 眼睛瞪得大大的 刷 随之风悠悠直接冲到老者身边 伸手抓在对方身上 而他竟然直接强行吸收 对方体内的毒气力量 师尊 那万毒宗宗主面色一变 就要冲过去 结果却被圣九天挥手灭杀了 悠悠他这事 而叶军灵看着风悠悠的行为 有些诧异 这老家伙想要吞噬他的九节毒体 来修成万毒圣体 这丫头自然也可以借助他的力量 来让九节毒体更进一步 圣九天淡淡的说道 原来如此 叶军灵明白过来 目光扫向圣九天 对了 二师傅你知道天虚在哪吗 天虚 你问这个干嘛 圣九天诧异的看着叶军灵 而叶军灵直接将五师姐 被天虚之地的万湘阁害死之时 说了出来 他冷冷的说道 我要去天虚为五师姐报仇 天虚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那可是大千未免 最为神秘恐怖的地方 圣九天淡淡的说道 我连天都不怕 一个天虚又有何聚之 叶军灵冷冷的喝道 好 这份胆破才像是我圣九天的徒弟 圣九天大笑着 随后他手一挥 虚空被撕裂出一道口子 说道 这便是通往天虚的通道 叶军灵二话不说 冲入其中 等等我 无道连忙跟了上去 轩辕天命也是紧随其后 这下天虚那帮老家伙 要不得安宁了 圣九天轻轻一笑 那群人估计也快要现身了 天机子现身 轻吕胡须淡淡的说道 第七百九十二张万道把乡 强势镇压 天虚此乃一处凌驾于大千未免 各大世界之上的地方 大千未免各大影视势力便位于天虚之中 而想要踏入天虚 最少要拥有着长生级以上的实力 而在天虚之中 划分为东西南北四域 除此之外还有一处最为神秘的天虚岛 传言在那天虚岛上 全是一些领悟出天道法则 实力达到鸿蒙级 甚至是混沌级的超然巨步 他们待在天虚岛上 便是为了寻求突破 能踏出这大千未免 此刻天虚难遇 叶军灵 无道 轩辕天命三人出现在了这里 这里的天地能量 竟然和大千未免 其他世界的天地能量不同 这时叶军灵察觉到 这里天地能量的差别 眼中闪烁着一色 天虚之中蕴含的天地能量 比大千未免各大世界的天地能量 要恐怖百倍 而且其中蕴含着恐怖的道义 在这里 修行者能更好地感悟各种大道 甚至是天道真地 没想到大千未免之中 竟然还有这么一个地方 叶军灵喃喃自语 我们现在去哪 无道都难道 而叶军灵目光一宁 充满杀意的冷道 去万湘阁 接下来他们直接找天虚之人询问了一番 便来到了万湘阁所在 万湘阁 乃是天虚难遇中霸主级别的势力 在太古时代初期便存在 传言万湘阁先祖存在的年代 比太古时代还要更加久远 万湘阁 此刻 叶军灵看着那块 写着万湘阁三个字的牌匾 眼中闪烁着无尽的杀意 轰 他一拳轰出 便将这块牌匾轰得粉碎 而这一拳更是惊动了整个万湘阁 和人赶在万湘阁闹事 当即一群万湘阁强者冲了出来 看着叶军灵三人纷纷喝道 杀一个不留 叶军灵直接下达命令 他当即便冲了出去 大开杀戒 而轩辕天命也是挥出轩辕剑 杀入了万湘阁中 哎 太残暴 太残忍了 无道看着叶军灵和轩辕天命大杀四方 一脸慈悲心疼道 这是一位万湘阁的强者 朝着他攻击而来 结果无道抬起他那稚嫩的小手就是一拍 结果这位万湘阁强者 当场被他拍成血物 一时间 万湘阁中 战斗声不绝于耳 无尽的沙发之气弥漫开来 哄 漠然一股无上的威压降临 笼罩着整个万湘阁 赶在我万湘阁中大开杀戒 你们三个好大的胆子 伴随着一道冰冷无情的喝声响起 一位身穿白色长袍的中年男人 出现在这 脸上充满了威严和愤怒 参见阁主 在场的万湘阁之人纷纷参拜道 你就是万湘阁阁主 叶军灵看着此人冷道 而万湘阁阁主目光注视着叶军灵 你 你儿子就是我杀的 叶军灵直接说道 哄 顿时万湘阁阁主面色一沉 浑身爆发出无尽的怒火之威 双目死死的盯着叶军灵 你就是那个杀害无尔的炎黄之子 没想到你还敢自己送上门来 你真欺我万湘阁无人了吗 此刻 万湘阁阁主无限震怒 他散发出的怒火之威 好似要让整个天虚崩塌 一时间天虚南狱中的其他各大势力之主 都是纷纷震惊到 这是谁惹怒了万湘阁阁主 而叶军灵则是杀气凌厉的喝道 你们害死我五师姐 今日我便让你们 全部去给我师姐陪葬 哄 他话音一落 灰珠琥珀磨刀 朝着万湘阁阁主就直接斩了出去 找死 万湘阁阁主面色一沉 一掌轰出 可怕的天道法则降临 让人难以抵抗 显然这位万湘阁阁主一身实力 已经超越了人道级 达到了恐怖的天道级 轰隆隆 双方的力量轰击在一起 无尽的能量炸开 登登登 这一击之下 叶军灵身子暴退 闷哼一声 气血沸腾 这位万湘阁阁主一身实力的确恐怖 他掌握着天道法则 纵然叶军灵实力超群 想要对抗也并不容易 竟然有人敢去挑战万湘阁阁主 这时天须其他各大势力之主出现在这 看着叶军灵震惊不已 是他 此刻一位身穿红袍的男人 注视着叶军灵 眼神一冷 寒光四射 而他正是那位坟天圣殿店主 随即万象阁阁阁主 朝着叶军灵一掌轰出 同时冷道 去死吧 轰隆隆 他这一掌轰出 恐怖的天道法则轰杀而至 叶军灵神情一灵 正要调动权力一战 结果无道的身影挡在他面前 轻轻一挥手就将对方的天道法则给泥灭掉了 呃 那万象阁阁阁主看着无道这个孩童神似一乐 而在场聚集围观的各大势力之主 看着一个小孩童 竟然能轻易地将万象阁阁阁主的攻击给摧毁掉 都是暗暗一惊 你是谁 万象阁阁阁主看着无道之问道 我是谁和你有关系吗 无道撇了撇嘴 小小年纪 一副老成的模样 刷 顿时万象阁阁阁主神似一尘 再次调动天道法则 朝着无道攻击而去 但他的天道法则刚靠近无道 就被一股神秘力量给吞噬掉了 你 万象阁阁阁主神似一变 眼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似盯着无道 哼 无道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 随即万象阁阁阁主面色一尘 他双手掐动着硬诀 猛地喝道万象之法 轰隆隆 刹那间 万象阁阁主体内 传出无尽的轰鸣声 一道道恐怖的天道直力爆发出来 直接在空中凝聚成万道法相 哼 哼 哼 随着这万道法相显现而出 整个天虚都在战里 一股股骇人的威压降临 压得在场所有人都难以喘气 此刻这万道法相之中 每一尊法相散发出的威势 都堪比天道级强者 蕴含着不同的道法奥义 而万为天道级强者汇聚在一起 所产生的威力有多么恐怖 简直难以想象 这万象之法便是万象格力足于天虚的根本 一旦施展威力简直无可抵挡 你们这些蝼蚁 统统去死吧 万象格格主面色冰冷的喝道 他操控这万道法 相朝着吴道和叶军林镇压而去 轰轰轰 一时间万象格内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 一副要毁灭一切的架势 不过被万象格格主给控制了波及范围 不然这一击之下 整个万象格都将不复存在 而叶军林看着这一击 其神色一名 正要出手 结果便看到了不可思议的阴幕 怎么可能 此刻四周围观的各大势力强者 都是一脸震惊的表情 宛如见了鬼一般 你 万象格更是双目暴等 满脸的不可置信 第793章灵魂自曝 大世界现身 此刻 当那万道法相朝着吴道镇压而去之时 只见他单手一挥 桃花剑击射而出 而这柄桃花剑泛着奇异的光泽 蕴含着一股神秘力量 那万道法相依遇到桃花剑 便好似兵遇到火一般 全部自动泯灭散去 这一剑直接将那蕴含着各种 导致力量的万道法 相通通泯灭摧毁掉了 一时间在场 所有人全部瞪大着眼睛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们完全没想到 这堪比一万位天道级强者的攻击 竟然就这么被一柄桃花剑 给轻飘飘的摧毁掉了 这也太梦幻了吧 简直和做梦一样 此时的万象格格主就感觉自己在做梦 满脸的不可置信 这小家伙竟然隐藏得这么深 叶军灵健壮 神色一变 一脸诧异地看着吴道 他之前和这小道士一战 还以为自己已经了解了对方的深浅 但如今看来 他还是太低估了这小道士 对方隐藏得太深了 妈的 这究竟哪冒出来的如此妖孽变态 此刻叶军灵脸上都不禁露出了 羡慕极度恨的表情 你 万象格格主瞪大着眼睛看着吴道 一时竟不知说什么 还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 我还没打过瘾呢 吴道看着万象格格主撇了撇嘴 而万象格格主听到吴道这话 好学没背弃的吐血 他一脸愤怒不已地盯着对方 刷 莫然叶军灵握着琥珀磨刀朝万象格格主杀去 砰砰砰 两人再次激战在一起 而这次万象格格主因为施展完万象之法 一身力量大剑 完全被叶军灵压制住了 诸位 此次乃是炎黄于面 而且他还是叶族传人 今日他若不死 他日诸位会有什么结果 应该很清楚吧 这是本天圣殿殿主 看着在场围观的各大天虚势力之主说道 刷刷刷 随着焚天圣殿殿主此话一出 在场的这些天虚大能们神色都是一变 他们死死地盯着叶军灵 显然没想到这个妖孽不仅是炎黄于孽 竟然还是叶族于孽 炎黄于孽该死 叶族于孽更加该死 当即在场一众大能们神情一变 一个个闪烁着冰冷的杀意盯着叶军灵 这两个人不能留 一位白发老者看着叶军灵和无道说道 其他各大天虚势力之主纷纷点头 杀 焚天圣殿殿主率先说道 他爆发出滔天的焚天之火 率先朝着叶军灵轰杀而去 其他人纷纷出手 朝着叶军灵和无道冲去 这一刻 天虚之中 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而叶军灵和无道一下子受到了一大群大盗击 以及天盗击强者的威攻 轰轰轰 此刻 天虚之中 轰鸣声不断 一股股骇人的能量弥漫开来 直接将整个万象各都给毁掉了 这时天虚其他区域的各大强者都是有所察觉 露出震惊之色 而在天虚之中的天虚岛上 一道身影默然睁开双眸 开口道 那未来了 他终于来了 看来我们这把老骨头都得动一动了 另外一道身影开口说道 与此同时 万象各所在 叶军灵和无道还有轩辕天命 皆是爆发出滔天的力量 叶军灵一身力量和竞技之术 通通爆发了出来 直接念杀了焚天殿主在内的数位大盗击强者 就连天盗击强者都被他强势镇压了一位 而无道更是强悍无比 一人便横扫了四位天盗击强者 砰 随着一道闷雷声乍响 万象各阁主的身子直接飞了出去 砸在地上疯狂吐血 刷 叶军灵来到他身边 一脚踩在其胸口 将他整个胸骨都给踩得粉碎 疯狂吐血 说我武师姐的尸体在哪 叶军灵看着万象各阁主 冷冷地喝道 武师姐 你说的是之前的那个炎黄女人 万象各阁主看着叶军灵 后者冷道 没错 呵呵 万象各阁主讥讽一笑 道他并没有死 什么 当即叶军灵面色一变 猛地抓着万象各阁主的脖子 叫道 你说我武师姐没死 那他现在在哪 他在哪 无凭什么要告诉你 万象各阁主一脸恨意地盯着叶军灵 咔嚓 顿时 叶军灵直接将这家伙全身骨头烘得粉碎 但却没有要了他的命 随着全身骨头粉碎 万象各阁主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 但他却是硬撑着眉角 他神情猙獰地盯着叶军灵 你有种就杀了我 想死 没这么容易 随后 叶军灵直接挥舞着琥珀磨刀 将万象各阁主身上的肉 一块一块地踢下来 他直接对齐进行了临时之行 这种刑法 纵然是天道计强者都难以承受 啊啊啊 万象各阁主不断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但他却是死死地咬着牙 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那个女人了 万象各阁主嘶吼道 当即叶军灵神色一冷 他直接一掌按在对方脑袋上 便要强行射魂 不过这位万象各阁主乃是天道级强者 其灵魂力量极其恐怖 一旦施展射魂对于自身 也会造成一定的危险 这也是为何叶军灵一开始 没有对其射魂的原因 但现在为了知晓武师姐的下落 叶军灵也是顾不得这么多了 哼 当叶军灵对万象各阁主 射魂之时 其灵魂突然爆开 一股毁灭性的力量爆发出来 刷 叶军灵面色一变 猛地收手后退 但他的灵魂还是受到波及 一口鲜血喷出 半跪在地 面色惨白 主人 轩辕天命连忙来到叶军灵身边叫道 没事吧 无道又杀死掉一位天道级强者后 看着叶军灵问道 死不了 叶军灵擦拭着嘴角的鲜血 冷冷地说道 他眼中闪烁着森冷的寒芒 盯着那已经魂飞魄散的万象各阁主 对方刚才的灵魂爆炸 乃是有人故意为之 显然此人背后必定还隐藏着更强的存在 而武师姐应该就是落在对方的手中 而此时那群天虚强者被斩杀过半 剩下的人都是面露凝重的表情 不敢再对叶军灵和无道出手了 轰 漠然 天虚某处 一道可怕的轰鸣声 一道青色剑芒冲天而起 好熟悉的气息 叶军灵看着那道青色剑芒 其目光一凝 下一秒 他神情一变 叫道 这是大师姐的气息 难道大师姐在何人战斗 叶军灵目光闪烁着 直接朝着那青色剑芒诞生的方向冲去 第794章 突破天地法子立志 天虚 东玉 在这有着一座高耸陆云的山峰 整座山峰宛如一柄直插天际的利剑 散发着无上的剑士 而此山乃是天虚顶级势力混沌剑工的老巢 此刻在山巅之上 一男一女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大战 这大战的双方 一位乃是身穿青衣 手持三尺青锋 散发着无上剑意的女子 正是叶军灵的大师姐阿清 而另外一人乃是一位气势不凡 实力深厚的青年 此人来自天虚岛 乃是天虚岛某位大佬的徒儿 名叫秦天臣 此次他前来便是为了迎娶阿清 但没想到遭到对方拒绝 随后两人便打了起来 轰轰轰 此刻这两人激战在一起 爆发出的战斗力极其恐怖 超越了大道级 一朝一世中都散发着恐怖的天道法则 很快阿清一身力量陡然暴涨 他双眸一凝 体内爆发出万千可怕的剑气 这每一道剑气 都超越了天道级的范畴 蕴含着滔天的威势 凝聚成一柄无上利剑 朝着那青年狠狠斩去 轰隆隆 随着这一剑斩下 整个天虚都在战力 滔天的剑一爆发出来 让整个混沌见空的人 都感受到了莫大的压迫感 一个个胆缠心计 而秦天臣感受到这一剑的威势之强 连忙双手结印 施展出密发神通抵挡着 轰轰轰 伴随着无尽轰鸣声响起 这一剑势不可当 直接将秦天臣给轰飞了出去 扑驰 秦天臣落在山上 半跪在地 口中疯狂吐血 而阿清握着肩 就要继续出手 但这是一道立合声响起 够了 一位白发苍苍 蕴含着无形见识的老者 出现在这 乃是混沌剑公大长老 他看着阿清一脸严肃的喝道 阿清 不要再胡闹了 你身怀混沌剑艇 又是我混沌剑公的神女 以你的身份和天赋 唯有秦公子这样的爵士天骄 才配得上你 你们俩乃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你有何不满意 我阿清要嫁给谁 由我自己选择 别人没资格替我做主 虽然我很感激你们 助我觉醒混沌剑体 帮了我很多 但你们依旧没资格插手我的婚姻 阿清面无表情地喝道 放肆 那混沌剑公大长老 面色一冷和赤道 而那秦天臣擦拭着嘴角的鲜血 看着阿清说道 不愧是混沌剑体 果然厉害 我倒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刷 顿时阿清神色一冷 看着秦天臣找死 他握着剑 就要再次朝着对方攻击而去 结果那混沌剑公大长老直接出手 砰 两者攻击在一起 传出一道门响 登登登 阿清身子连连后退 而那位大长老后退一步 看着阿清 不愧是混沌剑体 不过天道级的境界 竟然便拥有着和红龙级强者一战的能力 大长老让开 否则休怪五不客气 阿清握着剑 冷冷地喝道 哼 老夫道要看看 你如何对老步不客气 这位混沌剑公大长老冷喝道 当即阿清就要出剑 而这是另外一位老者 但在他面前说道 阿清不得对大长老无礼 此人正是之前带走阿清的那位老者 而他看着阿清直接说道 阿清 你拒绝秦公子 是不是因为你那个实地 阿清 你如今觉醒了混沌剑体 早已和他不是一个未免层次的了 他就算在努力十倍百倍 也已经没有了站在你面前的资格 而他更加配不上你 这是那位老者看着阿清一一说道 我有没有资格 站在我大师姐面前 闻得到你在这避避吗 莫然一道冰冷的喝声 回荡在这老者的面前 他猛地转身扫去 瞳孔一缩 眼中露出不可置信的目光 此刻在这位老者面前 站着一位青年 正是叶军林 你 你怎么会在这 这老者看着叶军林难以置信的 他万万没想到 叶军林竟然有朝日月会出现在天虚之中 这怎么可能 你 这老者张了张嘴看着叶军林 一时静不知说什么 小师弟 阿清看着叶军林 一脸激动地叫道 啪 莫然 叶军林一巴掌扇了出去 直接扇在这老者的脸上 将他给扇飞了出去 扑驰 这老者被扇倒在地 口吐鲜血 这一巴掌 没什么原因 就是想打你 叶军林看着这老者冷哼一声 一脚直接踩在对方身上 将其踩得连连吐血 此刻他看着这个之前 对他嘲讽面时的老家伙被他踩在脚下 心中积压已久的那股恶气 也终于是消了 放肆 这时 那混沌剑供大长老 看着叶军林这般行为 面色一沉 目尺道 他挥手就朝着叶军林轰沙而去 而他一身实力已经达到了鸿鸿级 不准动我小师弟 阿清立合一声 握着剑 爆发出混沌剑体的力量 挡住了大长老的攻击 阿清 让开 大长老冷冷的喝道 谁敢动我小师弟 杀无射 阿清面无表情的喝道 他握着剑 身上散发着一股凌厉的杀意 而那大长老健壮 十分震怒 当即出手朝着阿清攻击而去 轰轰轰 瞬间 他们二人便激战在一起 大地不可开交 原来阿清就是为了你才拒绝本公子 这时秦天晨出现在叶军林面前 一脸阴冷的注视着叶军林 就凭你 也敢染指我大尸井 叶军林冷冷的看着秦天晨 蝼蚁 秦天晨冷和一声 挥掌朝着叶军林轰去 扑齿 陡然 叶军林挥出琥珀磨刀 闪电般斩出 当场将秦天晨挥出的这条手臂 给斩断了 鲜血喷剑而出 阿 秦天晨惨叫一声 捂着断臂连连后退 他虽然有着天道级的实力 但在叶军林面前却不够看 混账 你 秦天晨目视着叶军林 无比震怒 而叶军林握着琥珀磨刀 直接朝着他斩去 混沌剑宫内 不得放肆 漠然间 一道充满威严的洪亮之声响起 轰 刹那间 一股无上剑意降临 朝着叶军林轰杀而去 而他猛的挥刀抵挡 结果整个人却是被轰飞了出去 扑齿 叶军林一口鲜血喷出 琥珀磨刀插在地上支撑着身子 刷 看着叶军林 天赋不错 但在这还由不得你肆意而为 他抬手就是一指 一道灵力的剑芒破空而出 粉碎虚空 朝着叶军林轰杀而至 这一指 好似突破了天地法则 让人只有一死 别无活路 第七来九十五张可怕的混沌之力 轰 关键时刻 叶军林催动浩天塔 强行挡住了这一指 但他依旧被轰飞出去了 疯狂吐血 小师弟 阿清健壮 神似一幕 他身上爆发出滔天的剑 阿 随着阿清一阵怒后 他觉醒的混沌剑体 完全爆发出来 体内的混沌剑体席卷而出 朝着面前的大长老轰杀而去 扑齿 面对着暴怒之下 完全激发出混沌剑体直微的阿清 那混沌剑工大长老 根本抵挡不住 他当场被轰的吐血 随即整个人被那混沌剑体给冻穿了身子 当场暴体 刷 随着这位大长老被斩杀 阿清直接冲到叶军林面前 小师弟你怎么样 大师姐 我没事 叶军林摇了摇头 这是轩辕天命和无道 纷纷来到叶军林身边 而阿清猛地怒视那位出手击伤叶军林的男人 公主 你不该伤我小师弟的 阿清 你乃我混沌剑工的人 不要忘记了你的身本 此刻 这男人看着阿清 一脸威严地说道 而他正是混沌剑工公主 同时 还是一位一只脚踏入混沌级的半部混沌强者 达到混沌级 便可吸收天地之中的混沌之气 转化为混沌之力 让自身蜕变 超脱生死 而半部混沌 便是一只脚踏入了混沌级 体内已经产生了混沌之力 实力完全超越了鸿蒙级 动我小师弟者 杀无赦 阿清却是冷冷地说道 他握着剑 直接朝这位公主杀去 显然为了夜军灵 阿清不惜和混沌剑工公主一战 而这位公主 看着自己一手打造出的混沌剑体 竟然背叛自己 已是神色一怒 他挥手 就朝着阿清 针牙而去 混沌剑绝 这时 阿清目光一凝 他直接施展出 混沌剑体自带的神通剑招 哄 随着混沌剑绝施展而出 配合混沌剑体的力量 直接爆发出滔天战力 完全不比 混沌剑工公主 这位半部混沌强者差 一时间 阿清和混沌剑工公主 两人战斗的不可开交 打敌天崩地裂 这小姐姐好强 无道看着阿清感叹道 哄 随着一道惊天剧相传出 混沌剑工公主 被阿清一剑皮的抱腿 闷哼一声 吐着腥红的鲜血 他死死盯着阿清 后者再次提剑杀了过来 轰隆隆 阿清握着长剑 各种剑招施展而出 体内的混沌剑气 统统爆发出来 化作漫天剑萌 将混沌剑工公主 完全笼罩在其中 扑扑扑 一时间 漫天鲜血飞剑而出 一道身影直接飞了出去 落在地上疯狂吐血 正是混沌剑工公主 此刻的他浑身遍体鳞伤 鲜血淋漓 到处都是剑伤 惨不原度 而他不断喘着气 看着阿清 阿清 你真要杀本宫 若非本宫相助 你也能觉醒混沌剑艇 阿清握着剑 冷冷地看着对方 他猛地握剑 直接刺入了自身体内 血花蹦剑而出 大师姐 叶军灵剑状面似一变 而阿清 嘴角溢出鲜血 看着混沌剑工公主 公主 这一剑就当是 还你对我的帮助 接下来 我们两不相牵 阿清冷漠道 但你伤我小师弟的这笔账 还没结束 刷 他手中剑闪电般挥出 化作一道武匹剑芒 势不可挡地朝这位公主斩去 轰 下一秒 一道惊天巨像传出 混沌剑公公主体内 传出一道轰鸣声 整个身子 直接炸开 滔天的力量 席卷而出 当场将阿清 给轰飞了出去 大师姐 叶军灵猛地冲了过去 一把接住了阿清 两人都被那股能量余波 给震得连连后腿 而整个混沌剑公都泯灭在这一击之下 阿清 本宫记住你了 随后 混沌剑公主的声音响起 一道流光 从那爆炸中心 急事而出 而这正是那公主的一道魂魄 显然对方早有脱身之际 大师姐 你怎么样 叶军灵并未去追击那道魂魄 而是看着阿清一脸担心道 我没事 阿清摇了摇头 他直接盘坐在地上调戏着 你想逃哪去 突然 叶军灵神似一冷 他身子一闪 顺移到了秦天臣面前 刚才 他正准备逃走 你还想干什么 秦天臣捂着断臂 冷冷地看着叶军灵 这一切都因你而起 你觉得你今天能活着离开这里吗 叶军灵面无表情地看着秦天臣 而后者神似一变 叫道 你敢杀我 我师尊乃是天虚岛十大混沌 及强者之一 说完了吗 说完可以去死了 叶军灵冷冷地看着秦天臣 直接握着琥珀磨刀朝对方斩去 师尊 救我 秦天臣面色一变 大叫道 轰 关键时刻 一道神秘力量破空而来 直接朝着叶军灵轰去 叶军灵目光一宁 猛地挥刀斩去 砰 当这道力量落在琥珀磨刀上 当场将琥珀磨刀给击飞了出去 随后这道神秘力量 直接冲入叶军灵体内 将他整个人都给轰飞了出去 扑持 叶军灵跪在地上 口吐鲜血 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 此刻这道力量进入叶军灵体内 疯狂肆虐着他的身体 若非他肉身早就脱胎换骨了 恐怕他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哼 想杀我不自量力 秦天臣不懈地扫了叶军灵一眼 冷道 你给我等着 他说完就直接离开了 而叶军灵则是运转 全力压制着体内的这道力量 但却根本压不住 小子 这应该是混沌即强者的混沌之力 你若无法将其驱除或者炼化 必死无疑 毁灭雷灵的声音响起 怎么样 吴道和轩辕天命 来到叶军灵面前问道 叶军灵没有说话 而是集中精神 调动全力想要炼化压制者的混沌之力 但随即他却是一口鲜血喷出 面色扭曲 无比痛苦 这混沌之力的强悍 远远超出叶军灵的想象 小师弟 阿清调养完毕 来到叶军灵面前 一脸担忧地看着他 他中了混沌之力 如今只能靠他自己 将这混沌之力给炼化掉 才能离世 吴道淡淡地说道 这时 阿清眼中闪烁着冰冷的沙翼 寒蒙四射 小师弟 你等着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阿清冷漠道 他看着吴道和轩辕天命 拜托你们照顾好小师弟 而他说完 转身就朝着天虚道而去了 PS 番茄2023礼物之王争霸赛开始了 大家帮本书冲一冲 若是进入活动榜单前五有加更 点击章末评论置顶链接 或者书圈置顶贴进入活动 每天送礼物都可以抽奖 免费礼物也可以 如果上了打赏排行榜 必得大奖 奖品有iPhone14 AirPods3 红米手机 番茄VIP等等 第796章魔神第九遍 轰 轰 轰 此刻天虚之中 随着夜军灵疯狂催动力量 练化体内的混沌之力 他全身传出阵阵轰鸣声 而后当夜军灵的无天血脉爆发出来 这原本强势的混沌之力 一下子就演气息鼓了 开始被夜军灵乖乖练化 而在这个过程中 夜军灵整个人都开始感悟混沌 天虚之中的混沌之气 开始疯狂朝着他体内冲去 随着那混沌之气汇聚的越来越多 直接在夜军灵的头顶 凝聚成一个混沌漩涡 同一时间 在某处混沌所在 有着一团浓郁的混沌之气凝聚成景 而在其中 隐隐有着一件质宝存在 此刻这件质宝 好似感应到了什么 开始闪烁着光芒 它终于出现了吗 随即 一道嘶哑的声音 回荡在这片混沌空间中 而此时的夜军灵 在经过数个时辰的炼化 终于将体内的混沌之力 彻底炼化掉 再加上他吸收的混沌之气 如今他的境界直接飙升 强势踏入了混沌阶 甚至他的魔神之体 在经过混沌之气的淬炼 再次突破极限 更上一层楼 无天血脉同样一口气 突破到了十三重 刷 叶军灵双眸默然睁开 眼中闪烁着射人的惊猛 他直接起身 双拳一握 体内犹如万岛精类乍响 主人你怎么样啊 轩辕天命看着叶军灵问道 我没事 叶军灵摇了摇头 说道走去天虚岛 他大师姐为了他前往天虚岛 而叶军灵担心大师姐的安危 因此马不停蹄地赶往了天虚岛 天虚岛乃是天虚之中的一处岛屿 这座岛屿之中蕴含的混沌之气 更加浓郁恐怖 而且整座天虚岛都散发着一股可怕的威压 没有天道纪以上的实力 根本进入不了天虚岛 此刻天虚岛中 叶军灵一来到这便寻找着大师姐 很快他来到天虚岛的某处 在这里发现了大师姐残留的剑气 而这里还有着战斗的痕迹 而随后叶军灵在这发现了一堆残肢断壁 不过并不是大师姐的 这应该就是那个 擎天成师尊的尸体 看来他死在大师姐手中了 不过大师姐呢 叶军灵分析道 他催动天眼查探着整个天虚岛 却并未发现大师姐的踪迹 你大师姐没在这岛上 难道他已经离岛了 无道说道 不可能 大师姐若是离开了 必然会去找我 叶军灵摇了摇头 眉头紧皱 此刻 他有一种隐隐不安的感觉 五师姐已经出事了 大师姐可千万不能有事 你就是那个叶族血脉 漠然 一道冷漠的声音 从叶军灵身后传来 叶军灵猛地回头 看到一位须发白眉的中年男人出现在这 一双眸子泛着深不可测的光芒 注视着叶军灵 你是谁 叶军灵看着对方冷道 天虚之外的天族 乃是本君打造出来的 没想到却被你一手毁了 此人开口说道 你就是天号背后的人 叶军灵眼中露出惊讶之色 之前天号临死之前说他背后有靠山 没想到竟然是天虚岛的强者 刷刷刷 就在这时又有着八道身影出现在这 他们一身实力都和那天号背后之人的实力差不多 全部都是混沌天君的实力 混沌级乃是大仙未免最强境界 而混沌级又分为混沌真君 混沌天尊 混沌圣人 混沌帝族四大境界 此刻九位混沌真君强者同是现身 阵容可谓是极其强悍 业族之子 今日便是你的末日 其中一位混沌真君强者 看着叶君灵直接喝道 而其他混沌真君都是杀鸡满满的盯着叶君灵 显然他们都是为了诛杀叶君灵而来 叶族是把你们祖奔了吗 一个个都这么想杀叶族的人 叶君灵看着这群混沌真君撇了撇嘴 他之前本以为叶族的仇人 就大千位面低那些人 没想到连这天虚中的强者竟然也和叶族有仇 叶族之人本就该死 那位天号背后的混沌真君强者冷漠道 随即他们九人直接结印 同时朝着叶君灵轰杀而去 轰隆隆 当九位混沌真君强者同时出手 所爆发出的威势可谓是害人之急 当即轩辕天命和无道 纷纷准备出手 但叶君灵却是一步踏出 看着这九位混沌真君不屑道 既然你们想死 那我便成全你们 轰 他右手握拳 调动一身的力量 朝着这九人一拳轰杀而出 就是这简单的一拳 却爆发出石破天惊的害人威力 这一拳 直接将大半个天虚岛的空间都给打爆了 而那九位混沌真君更是面露海然之色 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双方的力量便狠狠地轰在一起 传出无尽的轰鸣爆炸声 叶君灵这一拳的力量 当场将九位混沌真君的混沌之力 给全部吞噬掉了 扑扑扑 腾九人如遭重击 纷纷狂吐鲜血 面露惊恐之色 显然这九位混沌真君完全没想到 叶君灵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 哄 关键时刻 一股更加可怕的力量降临 挡住了叶君灵这一拳的威势 救下了那九位混沌真君 此时他们九人半跪在地 大口大口地喘气 一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感觉 而这时 四道身影出现在了这里 他们四人一副先锋闹鼓的模样 不知活了多少年 一身实力更是深不可测 不过叶君灵天眼一扫 发现这四人都是混沌天尊的实力 四大尊者来了 那九位混沌真君看着这四位混沌天尊出现 心中松了一口气 这四人乃是天虚岛的四大尊者 他们若是出手 必能灭杀叶君灵 你们也想杀我 叶君灵看着这四位混沌天尊冷道 而这四位混沌天尊没有废话 直接出手朝着叶君灵攻击而去 魔神九变 第九变 这一刻 叶君灵直接施展出了魔神九变中的终极之变 轰隆隆 随之 让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 第七来九十七章 枕压天虚 涅槃计划 轰 轰 轰 随着叶君灵施展出魔神九变中的第九变 他体内传出无尽的轰鸣声 而他之前最高不过将魔神九变施展到了第六变 第七变和第八变并未施展过 但这次叶君灵却是直接施展出 魔神九变中的终极之变 所产生的效果超出了他的想象 轰隆隆 这一刻 无尽的魔气席卷开来 朝着整个天虚岛 甚至是整个天虚席卷而去 刹那间 整个天虚都笼罩在这浓密的魔气之下 有一种黑云压成成欲催的感觉 此刻天虚岛中其他隐藏的混沌及强者全部现身 甚至还有数位混沌圣人将领 他们看着叶君灵的变化 全部露出震撼之色 此时天虚岛中充斥着无穷无尽的魔气 入眼所在 除了魔气就是魔气 再无其他的存在 而后在那滔天的魔气之中 传出一道地震轰鸣声 整个天虚岛的地面都在震动 随即在所有天虚岛强者震撼的目光之中 一尊高达百亿杖的庞大魔神走了出来 这尊魔神至高直接突破了天际 这一刻 整个大千位面敌人 都能看到一尊高耸雲云直插天际 散发着无尽魔气的魔神 宛如远古魔神降临 极具震撼感 此刻 整个大千位面敌原者 全部被深深地震撼到了 而在天虚岛中 随着叶君灵化身为百亿杖高的魔神降临 直接让天虚岛所有混沌及强者惊呆住了 这家伙还有这一首啊 无道赞叹道 这 而那九大混沌真君 四大混沌天尊都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想杀我 那你们便全部去死吧 这时 从那化身为魔神的叶君灵 嘴中 传出一道冰冷无情的洪亮之声 叶君灵抬起那长达万丈的庞大魔掌 直接镇压而下 他这一掌落下 好似要将整个天虚岛都给毁灭掉 无可匹敌 他竟然还是魔神血脉 此刻 那四位混沌天尊面色难看的说道 别废话了 一起出手 不然整个天虚岛都要毁在他手中了 这时 一位混沌圣人开口道 一时间在场所有天虚岛的混沌及强者 全部一起施法出手 朝着叶君灵轰去 轰隆隆 当即 叶君灵化身为真正的魔神 一掌落下 和整个天虚岛的混沌及强者力量轰在一起 传出天崩地裂的爆炸声 随着这骇人的力量席卷开来 直接让天虚岛外的天虚强者 都感受到了一股死亡窒息感 甚至整个天虚都好似要负面在这一击之下 但这是一股神秘力量涌出 竟然控制住了这一击的波及范围 并未影响到天虚 虽然这一击的波及范围被控制了 但整个天虚岛的强者却结结实实感受到了真正的魔神力量 面对叶君灵化身魔神的权力一掌 天虚岛中的这些强者一个接一个的身子爆开 根本无法承受这一掌的镇压 转眼间那些混沌真君强者全部惨死 接下来混沌天尊强者接连暴体二亡 最后只剩下那几位混沌圣人强者还在强撑着 但最终他们全部给叶君灵这掌镇压的跪在地上 疯狂吐血 口中求饶道 求魔神饶我等一命 求魔神饶我等一命 此刻这数位混沌圣人强者 全部开口求饶道 刷 而就在这道魔掌 要将他们彻底碾压之时 叶君灵停止出手了 他收起魔掌 冷漠道 想活命 臣服于我 我等愿意臣服于魔神大人 这几位混沌圣人连忙跪拜道 他们眼中露出恐惧之色 已经彻底被叶君灵给震慑折服了 刷 叶君灵恢复成本体 他身子一颤 面色泛白 喘着气 没想到这一代的叶族传人 竟然还结合了魔神的力量 这就是叶族谋划的涅槃计划吗 漠然 一道空洞嘶哑的声音 传入叶君灵耳中 他目光一扫 发现在天虚岛的中心 有着一个黑洞 刚才这道声音就是从里面传来的 那里面是谁 叶君灵看着这几位混沌圣人冷道 那里面隐藏着一位神秘强者 我等从未见过 这几位混沌圣人低声说道 想要知道我是谁 就进来吧 怎么 不敢 那道声音再次响起 你们在这等着我 叶君灵对着轩辕天命和无道说了一句 他直接踏入了那个黑洞之中 刷 他一进入黑洞之中 眼前光芒一闪 便好似出现在了一处地下溶洞之中 这里散发着寂灭的气息 在中心矗立着一块石碑 上面有着一个大大的叶子 额 叶君灵看着这块石碑 体内无天血脉一颤 和这石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应 刷 而后在石碑的上方 浮现出了一位白衣男人 你是谁 叶君灵看着此人冷道 我 过去了上一年 我都忘记我叫啥名字了 你就叫我无名吧 白衣男人淡淡地说道 叶君灵没头一皱 看着那块石碑 这块石碑是怎么回事 这块石碑中 镇压着叶族九大机缘以来的亿万强者之魂 白衣男人说道 刷 顿时叶君灵面色一变 瞳孔一缩 眼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看着这块石碑 这石碑中镇压着叶族的亿万强者 不对 那九大机缘又是什么意思 一时间叶君灵脸色不断变化着 他感觉自己好像又要打开一个全新的知识面了 他双眸凝视着白衣男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到底是什么人 想要干什么 而白衣男人悠悠的说道 我奉命将叶族亿万强者之魂镇压于此 同时也是为了等你的出现 等我出现 叶君灵神色一愣 白衣男人点了点头 没错 叶族虽灭 但通过时空预言 叶族早就在秘密筹划一个巨大的计划 名为涅槃计划 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开来 能让叶族涅槃重生 再度归来 而这个涅槃计划的核心点就是你 也就是说 只要你死 叶族的涅槃计划就将破灭 这天地间将再无叶族的存在 因此我特意在这等着你出现 然后亲手将你诛杀 白衣男人注视着叶君灵 一一说道 哄 叶君灵听完对方的讲述 脑海一震 神情不断变化着 好了 你既已经知道事情原委了 那你也可以安心上路了 随着白衣男人冰冷的声音 回荡在叶君灵耳畔 一股恐怖的死亡气息 瞬间笼罩着他 第七来九十八张见证 叶族的行衰 哄 随着这股恐怖的死亡气息 笼罩着自己 顿时让叶君灵感受到了 来自灵魂深处的死亡窒息感 他当即爆发出体内的魔神血脉和无天血脉 还有体内各大力量 统统释放了出来 甚至他连身上的耗天塔 乾坤鼎 昆仑静等各大神器都统统唤出 这一刻叶君灵施展出全部力量 欲要和那镇压叶族亡魂的白衣男人一战 但无论他施展出何种力量和手段 依旧无法摧毁那股恐怖的死亡气息 白衣男人更是神似冷漠地看着叶君灵说道 不得不说以你的年纪能拥有此等实力 天赋和潜力都堪称使你天的存在 笔之叶族任何一位强者都不差 甚至是超越了他们 若是再给你一些时间 怕是这逐天未免之中 还真的无人能压制你了 但很可惜你的时间就要在这终结了 随着白衣男人话音一落 他抬手一掌朝着叶君灵镇压而去 这一掌看起来十分普通简单 就是寻常的一掌 但其中却蕴含着无尽的力量 轰隆隆 随着这一掌不断镇压而来 虚空传出无尽的轰鸣声 叶君灵爆发出的一身力量 和那些神器全部被镇压住了 扑齿 当场叶君灵一口鲜血喷出 身躯有一种要爆裂的感觉 这一掌虽还未降临到叶君灵身上 却已经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这一刻 叶君灵全身都被镇压的动弹不得 面子扭曲 好似要暴体二亡 正当这一掌要彻底将叶君灵碾压面纱之时 一道红亮的声音传来 想杀我徒儿 是不是得问问我这个师父同不同意啊 红 刹那间 这个空间中爆发出无尽的导致力量 这些导致力量化作一道大掌 直接挡住了白衣男人的这一掌 这一击之下 两道掌印全部粉碎 这是一位虚发白眉 身穿道袍的老者 出现在叶君灵面前 大师父 叶君灵看着这位老者 一脸惊喜的叫道 这位老者正是叶君灵大师父无击 你是谁 这大家未面 竟还隐藏着你这等强者 我怎么不知道 此刻白衣男人看着叶君灵大师父 一脸惊讶道 老朽不过是个普通的老道 自然入不得大人的发言 叶君灵大师父轻声说道 这小子是你徒弟 白衣男人又扫了一眼叶君灵 冷喝道 没错 这个不成绩的小子 正是老朽徒弟 还请大人绕他一命 大师父一脸谦卑的说道 我若不答应呢 白衣男人神似一冷 而叶君灵大师父轻吕胡须说道 老朽不喜欢杀人 但若谁想动老朽徒儿 那就莫管老朽手上无情了 想管你徒弟 那就得看你有多大的本事了 白衣男人直接出手 朝着大师父攻击而去 轰轰轰 刹那间 两人便在这里激战成了一团 大敌不可开交 而他们每一击都让叶君灵有窒息的感觉 这大师父和那白衣男人的战力太强了 完全超出了混沌级的范畴 而叶君灵看着这两人战斗 心中再次激发出了强烈的斗志 他如今虽然实力站在了这大千未免之巅 但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他还是不够强 他要做的乃是真正无敌于事 嗡 就在这时 那座镇压着叶族亿万强者亡魂的石碑轻轻一颤 好似在召唤叶君灵 叶君灵目光扫向那石碑 直接走了过去 而后他在那石碑的召唤下 伸出右手放在那石碑上 顿时他的手掌被一道劲气割裂开来 其手掌中的鲜血迅速涌入到石碑之中 轰 转眼间 这块石碑在吸收了叶君灵鲜血之后 传出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那上面的叶子爆发出滔天的光芒 这道光芒笼罩着叶君灵 瞬间他眼前光芒一转 便感觉自己好似在穿梭时空 很快在叶君灵的面前 浮现出了许多的场景 而这些场景之中 有着一尊尊顶天立地 散发着无上威压的至强者出现 我叶族凌驾于环宇诸天之上 谁能敌 一位身躯剑朔 浑身充满爆炸性肌肉 散发着可怕压迫感的男人 傲礼于天地和道 随即又有一位手持长剑 散发着无上剑道之威的强者冷道 犯我叶族者一剑斩之 哄 他一剑斩出 诸天破碎 万物沉沦 漫漫机缘之中 谁能和我叶族一战 一位白袍男人副手而立 傲视群雄 蔑视道 我叶族便是这创世之主 又有一位悠长的声音传来 传遍环宇 这一刻 叶军林好似穿梭了一个又一个时代 而这些时代之中 都有着一位为叶族制强者 傲视天地 凌驾众生 但到最后 却有着一只无形的大手降临 将傲力于环宇之巅的叶族 给强势覆灭了 至此 一代叶族就此陨落 此刻 叶军林变好似一个时空老人 见证着叶族的兴衰 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着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叶军林灵魂一颤 他眼前的光景再次变 他的意识再次回到了自己体内 而这时 面前的这块石碑轰然粉碎 那里面爆发出无数道光芒 直接朝着叶军林体内冲去 刷 这时 正在和叶军林大势不激战的 白衣男人看到这一幕 面色大变 他眼中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教导 怎么可能 这石碑之中有着诸位大能的封印 怎么可能就这么破碎了 轰 而这时 叶军林大师傅趁机一掌轰在白衣男人身上 将他给击飞了出去 扑驰 这白衣男人半跪在地 口中吐着血 而他死死地盯着叶军林 刷 随即 白衣男人分化出一道分身 直接朝着叶军林冲去 而叶军林大师傅正要出手抵挡 结果那白衣男人本体挡在了他面前 瞬间这道分身便出现在叶军林面前 抬手朝着他轰沙而去 但他这一击刚要落在叶军林身上 一道冷哼声便响起 动我徒弟 去死吧 轰 刹那间 一道金色掌印降临 直接将这道分身摧毁掉了 扑驰 白衣男人当即一口鲜血喷出 这是叶军林的二师傅 三师傅 四师傅 五师傅和六师傅 纷纷出现在这 感动我们徒弟 干他 龙天霸看着那白衣男人冷哼一声 直接就冲了上去 七几位师傅纷纷出手 但这时 啊 突然一道痛苦的惨叫声 从叶军林口中传出 第799章凄惨的五世纪 军林 这时 叶军林诸位师傅面色一变 纷纷转身看着叶军林 只见叶军林此刻神情有趣 无比痛苦 随着那石碑破碎 里面镇压的各大叶族强者亡魂 全部进入叶军林体内 这些魂魄并未伤害叶军林 但这每一道魂魄都蕴含着恐怖的力量 以叶军林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 甚至他的脑海中 都涌出大量的功法传承信息 好似要将他的灵魂给称爆 此刻叶军林身体无法承受 这亿万道叶族强者的力量和传承 即将暴体二亡 当即叶军林的诸位师傅 连忙朝着叶军林冲去 而白衣男人扫了叶军林一眼 转身就消失在了这里 那叶族九大纪元的强者亡魂力量 全部在叶军林体内了 但他如今的身体和灵魂 根本承受不了 必须要将这些亡魂力量全部封印 不然军林就完了 叶军林大师傅一脸严肃地说道 那就别废话了 赶紧出手吧 二师傅当即说道 顿时他们六人全部出手 各自打出一道结印 进入叶军林体内 帮他封印体内 各大叶族强者的亡魂力量 就这样 一个星期的时间转瞬即逝 呼 终于搞定了 此刻叶军林的几位师傅 纷纷长嘘一口气 一个个满头汗水 面色苍白地看着叶军林 经过这一个星期的时间 他们终于试将叶军林体内的那些 叶族强者的亡魂力量 全部封印住了 不过这些虽然都只是一道亡魂 但身为叶族各大纪元的强者 仅仅一道亡魂都有着可怕的力量 因此叶军林的这几位师傅 也是耗尽一身力量 才将其全部封印住了 当然他们还是流利一道 叶族强者的亡魂力量 让叶军林吸收提升实力 很快又是一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 轰 这一天 叶军林体内传出一道轰鸣声 他一身实力再次暴涨 身上散发着一股恐怖的剑道知识 这股剑道知识之强 直接撕裂苍穹 直冲未免身处 这一刻 整个大群里面的剑道强者 都是内心一技 而他们所持有的长剑 全部传出争鸣声 齐刷刷的全部朝着苍穹冲去 而后朝着一个方向膜拜 这些剑 仿佛在迎接着一位剑道至尊将领 浩强的剑意 这叶族强者果然可怕 不过是一道亡魂力量 便让叶军林领悟出了如此可怕的剑道真谛 直接让他成为了一位顶尖的剑道天才 徐孝天看着叶军林不禁感慨道 这下你的混元剑倒是能重出江湖了 圣九天看着叶军林大师傅无极笑着说道 混元剑也该展示出他真正的风采了 无极轻吕胡须淡淡的说道 刷 这时叶军林双膜默然睁开 眼中迸射出两道射人的剑光 让人不可直视 而他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锋芒毕露的剑意 强势而灵力 随后叶军林一身剑意内敛 神色恢复了正常 他起身看着诸位师傅 多谢诸位师傅出手相救 他知道若非诸位师傅及时出手 恐怕他现在早就暴体而亡了 军林 你体内如今被封印着 叶族亿万道强者的亡魂力量 等到你实力达到一定程度 这些封印会自动解封 倒是你便可吸收这些叶族强者的亡魂力量 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切记 不可提前强行解除这封印 否则可能会危及到你的生命 大师傅无忌看着叶军林一一说道 是 大师傅 叶军林点了点头 说道 对了 诸位师傅 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 那白衣男人的存在 和这里封印着叶族亿万强者的亡魂 嗯 这诸位师傅点了点头 那你们为何不早点告诉我 叶军林不解道 这一切都是你必须要经历的 我们只能在你危及关头 出手护你周全 其他的事我们都不能插手 三师傅天机子开口说道 这时叶军林目光不断闪烁着 吐道 诸位师傅 你们究竟什么来历 你们是不是和叶族有关系 经过这些事情 叶军林越发觉得 几位师傅来历不简单 甚至极有可能和叶族有关 这个你以后就知道了 二师傅圣九天说道 对了 你小子不是一直在寻找你的五师姐吗 这时天机子看着叶军林说道 而后者目光一鸣 三师傅 你知道我五师姐在呢 随即 天机子告诉了叶军林一个地点 他直接离开了这里 而在大千位面 有一处阴森的幽骨 在这幽骨之中 传出阵阵凶兽嘶吼声 而在其中有着三尊凶猛的一兽 他们正凶狠贪婪地盯着眼前一位女子 这女子浑身湿血 伤痕累累 不少骨头和内脏都一系可见 一副经历了了痛苦折磨和大战的架势 最为重要的是 她的一双眼睛没了 只剩下两个空洞的眼眶 吼 吼 吼 随即这三尊异兽直接朝女子冲去 一副药将她撕碎吃掉的架势 而女子则咬着牙 用尽全身力量去对抗这三尊异兽 但她已经和这三尊异兽 激战了三天三夜 一身力量早已耗尽 整个人都只剩下了一口气 如今面对着这三尊依旧凶猛异常的异兽 根本无力抵抗 砰 很快传出一道闷响 那女子直接飞了出去 砸在地上疯狂吐血 双臂都直接被那一手轰得粉碎 五头茶子完全暴露在外 出目惊心 随即那三尊异手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女子冲了过来 小师弟 对不起了 师姐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 此刻这女子躺在地上 空洞的眼中流出两道血泪 充满了遗憾和不甘 啊 漠然 一道愤怒的嘶吼声响起 砰 砰 砰 这三尊异手的身躯当场炸裂 化作一团鲜血散去 而这时 叶军灵出现在这 当她看着眼前这个奄奄一息 双眼空洞 浑身伤痕累累 惨不忍睹的女子之时 叶军灵内心狠狠一颤 无比的心痛和难受 她步由地上前 看着女子语气轻颤的叫道 五师姐 没错 眼前这个凄惨无比的女子 正是叶军灵的五师姐情语焉 第八百章破旺之眼 踏出卫面 五师姐 叶军灵看着秦宇焉如今的惨状 内心狠狠一颤 无比痛苦的上前叫道 而秦宇焉听到叶军灵那熟悉的声音 郊躯轻颤 不可置信的叫道 小师弟 是你吗 五师姐 对不起 是军灵来晚了 当即叶军灵上前一把就抱住了秦宇焉 眼中充满了自责和内疚 若是她能早点找到五师姐 说不定五师姐就不会变成现在这般了 小师弟 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你 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可惜我在 秦宇焉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伸手抚摸着叶军灵的脸庞 露出一抹可惜之色 而叶军灵正要询问五师姐 其双模怎么回事之时 对方直接轰了过去 如今的秦宇焉早已是强弩之木 如今见到叶军灵 整个人心灵一下子放松了下来 因此直接坚持不住昏死了 五师姐 叶军灵念死一遍 她连忙出手救治着五师姐 一日虚无大怒 某间房间中 秦宇焉躺在床上 身上的伤口都已经痊愈了 体内的内伤也好的差不多了 很快她睫毛眨动了一下 缓缓地醒来了 五师姐 你醒了 叶军灵守在床边 看着秦宇焉醒来连忙叫道 而一旁的拓跋育儿看着秦宇焉 也是当即叫道五师妹 三师姐 你也在啊 秦宇焉听出了拓跋育儿的声音 不由得说道 五师姐 你的眼睛究竟是被谁挖去的 而且你怎么会在那个地方 难道是万象阁所为 这是叶军灵看着秦宇焉连忙问道 我的确是被万象阁抓到的 不过后面有人从万象阁的手中 叫我带走了 那个人亲手将我双眼挖去 并且将我扔在那个幽谷中 与那三尊异兽作伴 若被我命打 恐怕早已被那三尊异兽给吃得干干净净了 秦宇焉一一讲述道 那个人是谁 我要杀了他 拓跋育儿一脸无情的喝道 不知道 我只知道对方实力很强 乃是来自大仙未免之外的 秦宇焉淡淡地说道 咔嚓 这是叶军灵双拳一握 眼中闪烁着冰冷的杀鸡 身上弥漫出滔天的沙发之气 他紧紧地握着秦宇焉的手说道 五师姐你放心 不管对方是谁 我一定会将他找到 亲手杀了他 为你报仇 不过那个人为何要挖去五十美尼的眼睛 拓伐育儿随之疑惑道 因为他的眼睛不一般 圣九天走了近来 淡淡地说道 二师傅 你说五师姐的眼睛不一般 叶军灵目光扫向圣九天 后者说道 你应该知道天生异同吧 嗯 叶军灵点了点头 之前同样被挖掉眼睛的楚光妹妹楚丽二 便是天生异同 还有之前墨天邪都身怀异同 异同也分为不同的级别 而你五师姐拥有着最为顶级的异同 被称之为破网之夜 圣九天看着秦语焉说道 破网之眼 叶军灵目光闪烁着 他从未听说过这种异同 破网之眼和你的天眼有些相似 可以看穿天地间的一切正邪虚望 不过你的天眼乃是后天修炼而成 而破网之眼乃是天生形成 更加恐怖 而破网之眼最大的能力 乃是看任何功法绝学 都能一眼就领悟出其中傲益精髓 瞬间悟透 圣九天一一说道 而叶军灵和拓拔玉儿听完都是惊讶不已 任何功法绝学一眼就能悟透 这么厉害吗 拓拔玉儿诧疑道 当然 不然怎么会有大千未免之外的人 跑到这里来 只为挖一双眼睛 不过这丫头的破网之眼还未觉醒 按理来说不可能有人知道 但对方却能跨越未免 知晓破网之眼的存在 看来对方幕后的实力不简单了 圣九天沉生吐道 而叶军灵眼中闪烁着寒芒 杀鸡四射的贺道 我一定会把这个人找出来的 你不仅要找到这个人 还要把破网之眼拿回来 你五师姐若无法重新拥有破网之眼 便只能永远都是个瞎子 圣九天看着叶军灵说道 我五师姐的眼睛 谁都不配拥有 叶军灵冷喝道 而秦语焉开口 小师弟 我变成瞎子没事 你不用为了我而去招了那个人 对方既然来自大千未免之外 那实力背景绝对不简单 我不希望你为了我而去冒险 五师姐 你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你的仇 我一定会报 对了 这是伏羲情 你收好 叶军灵拿出了伏羲情 交给了秦语焉 接下来 三天的时间转瞬即逝 如今秦语焉 整个人除去双眼之外 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而叶军灵看着圣九天说道 二师傅 你知道如何前往大千未免之外吗 大千未免 乃是一片更加广阔而强大的天地 你的实力虽然在如今大千未免之中 已经属于顶级的存在 但一旦走出这大千未免 将会有无数比你强的天才存在 你可要做到心理准备 圣九天看着叶军灵提醒道 放心吧 二师傅 从地球到小千未免 再到如今的大千未免 我遇到的天才和强者还少了 最终不都被我踩在脚下了吗 叶军灵一脸自信道 好 不愧是我们几个调教出来的弟子 果然没让我们失望 在大千未免中 有一个空间传送阵 可以将你传送出大千未免 只传送到哪 那就看你的运气了 圣九天介绍道 空间传送阵 叶军灵目光闪烁着 随后又过去了两天 在大千未免某处 有着一座空间传送阵 叶军灵的几位师傅和叶军灵来到了这里 除此之外还有无道 轩辕天命 拓拔玉儿几人 他们都是准备跟随叶军灵 一起前往大千未免之外的 小师弟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不希望你为了我而出什么事 那样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这时秦宇言拥抱着叶军灵 不断叮嘱道 放心 五师姐 等我回来 叶军灵轻轻抚摸着秦宇言的脑袋 而正当她准备松开对方指使 秦宇言突然点起脚尖 在叶军灵的脸上亲了一下 顿时叶军灵神色一愣 在场其他人也都露出了惊疑的表情 而秦宇言翘脸一红 低着头说道 小师弟 我等你回来 叶军灵则是摸了摸脸 略显尴尬的回应道 随后叶军灵几位师傅开启了传送阵 而叶军灵一行人直接踏入了传送阵中 瞬间消失在了这里 这小子一去 这下整个银河欣喜都要热闹了 徐孝天淡淡的说道 如今军灵的存在 怕是已经完全暴露了 他这一去 不知会有多少凶险等着 暗黄眼中露出担忧之色 放心 这小子命硬得很 死不了 更何况黄埔他们几个 不是早就去给这小子扑路了吗 天机子轻吕胡须说着 而在大千位面谋处 独孤优弱站在这 眼中闪烁着光芒 沉生道 军灵走了 看来我也该回那个地方去看看了 有些仗是时候算算了 刷 下一秒 独孤优弱直接撕裂未免空间 一步踏路 消失在了大千位面之中 同一时间 太阴神宫中 一道身影奄奄一息的躺在这 正是苏雪儿 第801张雪儿被废 空间风暴 雪儿 早至今日 你这又是何必呢 这是一位妇人站在苏雪儿面前 看着其现状不由的弹着气 如今的苏雪儿 全身修为净废 体内因太阴神体而诞生的太阴神脉也没了 被人活生生的摧毁掉了 现在的苏雪儿完全就是一个废人 而这位妇人则是太阴神宫公主 我苏雪儿除了军灵哥哥之外 不会再嫁给任何人 就算你们将我杀了 也不会改变我的想法 苏雪儿面子苍白 眼神坚毅的说道 哼 没想到都到了这个时候 还这么傲气 你那个军灵哥哥这么好 他现在为何不赖救你呢 这时 一位神情巨傲 气势不凡的青年出现在这 看着苏雪儿冷横倒 而苏雪儿看着这青年 眼中充斥着无尽的恨意 正是此人 逼迫苏雪儿嫁给他 但却被其拒绝了 结果对方便硬生生的将他太阴神脉废掉 让苏雪儿直接变成了一个废人 公子 太阴神公公主看着这位青年 一脸恭敬的叫道 怎么 很愤怒 想杀了本公子 此刻 这青年看着苏雪儿讥笑着 公子 雪儿不识好歹 是他配不上公子 如今其修为已经备废 还请公子饶他一命 这时太阴神公公主 不由地求情道 呵呵 青年冷笑一声 伸手抚摸着苏雪儿那光满雪白的翘脸 吐道 这么美丽动人的美人 本公子又怎么舍得杀呢 滚 苏雪儿狠狠地盯着青年 本公子就喜欢你这样充满烈心的美人 将你这样的美人征服才有意思 因此本公子决定将你带回去 好好调教调教 青年看着苏雪儿邪魅一笑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和你走的 苏雪儿叫道 当即就要咬蛇自尽 但青年轻轻一点 便让其连咬蛇自尽的能力都没有了 想死 没那么容易 来人 带走 随着青年一生命下 苏雪儿直接被强行带离了大千未免 而同一时间 在大千未免之外 某座宫殿中 一道声音响起 主人 叶子那位已经乘坐空间传颂镇 离开大千未免了 随即 另外一道低沉沙哑的声音响起 此子必须死 这次吴亲自出手 就不幸杀不死他 那道低沉沙哑的声音支住 冷和一声 抬手一指 就要隔空诛杀野军林 但就在这时 一道冷漠声回荡在这座宫殿中 你一个活了几个纪元的老怪物 对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孩出手 不觉得丢脸吗 谁 当即那道低沉沙哑声音支住 神色一变 猛的喝道 却完全察觉不到这声音主人的所在 记住 想杀他 就派同辈之人去 你们这些老家伙若敢亲自下场 那就得死 这道冷漠的声音再次乍响 震得那低沉沙哑声音支住内心一颤 面色大变 而这道冷漠的警告声 不仅传入这个宫殿之中 更是传入了其他各大秘境 境地 境区等神秘之地中 充满了警告的意味 一时间大千未免之外 无数老古董纷纷震惊 猜测着这警告之人是谁 至于此刻的叶军林一行人 正在通过传送阵传缩空间 但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这个空间通道突然崩塌粉碎 一股恐怖如斯的空间风暴诞生 朝着叶军林等人席卷而去 那风暴之中蕴含着可怕的绞杀力量 好似连天地都能绞杀成虚物 小心 叶军林面色一变 大叫道 瞬间 那恐怖的空间风暴降临 直接将叶军林几人给吞噬掉了 随后叶军林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而后空间风暴散去 一位白衣男子站在这 一脸不屑地冷横道 叶族寄予厚望的天才 就这点实力 真是浪费本圣子亲自出手 显然这道空间风暴 乃是这位青年制造的 而他对叶军林充满了蔑视和鄙夷 无趣 男子摇了摇头 消失在原地 而在大千未免之外 某个世界之中 有着一座高耸路云 被浓郁仙气笼罩着山峰 宛如飘渺仙山一般 在这山峰的某个深谷之中 有着一处泛着阴雨水汽的池子 池中光波凌凌 充斥着神秘的能量气息 这时 一位穿着淡蓝色长裙 长相精致 五官绝美 宛如大自然雕刻而成 身材更是黄金比例的女子出现在这 身上散发着清冷的气息 在女子的身后跟着两位侍女 三人来到了水池前 随即这清冷女子展开双臂 两位侍女开始为其宽衣解带 很快她身上的衣衫镜术退去 一副完美的洞体展露无遗 但此等光景却无以人能目睹 就连那两位侍女都是低下头路 不敢直视 而后女子迈着修长白皙的玉腿 缓缓地踏入了水池之中 开始浸泡在其中 随即女子双眸微闭 呼吸悠长 而那水池中一股股神秘的能量 开始涌入到女子体内 显然这女子是在借助这个水池进行修炼 但就在这时 突然水池上方的虚空 传出一道轰鸣声 一道无形的屏障浮现而出 此乃一道结界 可以防止外人偷窥 但此刻这道强大的结界屏障 却轰然粉碎 经了那两位侍女一跳 那水池中的女子更是面色一变 猛地睁眼扫去 结果就看到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直接砸入了水池之中 溅起了滔天水花 这一刻那两位侍女直接呆着住了 而水池中的女子表情一僵 神情凝固住了 下一秒 她神似一冷 怒喝到大胆 轰 当即这女子一掌轰出 朝着那个掉入到水池中的身影轰击而去 而这个掉入水池中的身影 正是叶军林 她被拿空间风暴吞噬 靠着一身血脉和魔神肢体 才侥幸逃过一死 但全身已经千疮埋孔 力量耗尽 然后她就不知道怎么掉入到了这个水池之中 而她才刚浮出水面 结果就看到白花花的一幕 紧接着一股冰冷强悍的力量袭来 直接轰在她身上 当场将其轰飞了出去 扑驰 叶军林一口鲜血喷出 便失去了意识 第802章误入摇池天宫 摇池天宫某座宫殿之中 叶军林躺在床上 身上的遍体鳞伤已经全部痊愈了 甚至就连她的内伤都在恢复中 这时 一位身穿淡蓝色长裙 气质清冷的女子站在床前 一双宛如水晶般的毛子 注视着叶军林 她正是那位沐浴在水池中 结果被叶军林突然闯入的女子 而在这女子身后 站着两位侍女 其中一位说道 小姐 这个男人竟敢强闯天宫 偷窥你沐浴 她本就该死 你为何要救她 还为此浪费了不少丹药 她整个身体受到了重创 应该是被人打伤 然后不小心误入了天宫 罪不至死 女子倾吐欲唇 声音空灵二月 随即另外一位侍女开口说道 可是天宫禁止男人出现 尤其小姐还是未来的天女候选人 若是让人知晓 在小姐的寝宫中有一男子 那小姐就麻烦了 这女子淡淡地说道 这件事我自有处置 就在这时 叶军林双眸缓缓地睁开 一脸迷茫道 我这是在地狱还是天堂 你还没死 那女子开口道 呃 叶军林眉头一皱 目光扫向了那女子 而她脑海中浮现出了之前 她掉入水池中的记忆 当时就是这女子一掌袭来 将她打敌失去了意识 叶军林还以为自己就这么挂了吗 顿时叶军林一脸警惕地盯着这女子 而后者淡淡地说道 放心 我不会杀你 我们家小姐可是为了救你 拿出了诸多丹药质宝 你可别不是好歹 那侍女看着叶军林脚横道 救我 叶军林一愣 随后 她发现自己身上 因为空间风暴而受的重伤 竟然都恢复了过来 难道是这女子救了自己 而后叶军林看着对方说道 谢谢你救了我 你是被何人所伤 为何会掉入天池之中 这女子看着叶军林询问道 随即叶军林将她遇到空间风暴 然后重伤意外掉入这里的事情 简单说了一下 抱歉 我不是故意要掉入那水池之中的 当时 叶军林看着这女子致歉道 而她话还未说完 对方便突然问道 你在水池中看到了什么 而叶军林的脑海中直接浮现出 水池中的那一抹雪白光景 体内血液都沸腾了起来 但很快她说道 我当时意识都没了 什么都没看到 女子一双眸子注视着叶军林 仿佛在判断 她有没有说谎 而叶军林倒是一脸真诚的模样 你先休息一下吧 明日我会送你离开这 在这之前不得离开这房间 这位女子淡淡的说了一句 然后吩咐一位侍女守在这里 便离开了宫殿 而叶军林看着那女子离开 目光扫向留下的侍女询问道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那个世界 你家小姐又是谁 这里乃是万古大陆的摇翅天宫 而我们家小姐乃是摇翅天宫公主的真传弟子 更是未来摇翅天宫的天女候选人 还是万古大陆十大美人之首 这位侍女一脸骄傲地说道 万古大陆摇翅天宫 叶军林听完侍女的话 眼中闪烁着光芒 看来她如今已经离开了大千未免 只是不知这个万古大陆是一个什么世界 又是属于那个未免的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 她要赶快提升实力 因为她刚才用天眼探测 发现那位救她的女子一身实力很强 纵然叶军林融合了一道 叶族强者的亡魂力量 都没有十足的信心击败对方 因此她必须要尽快赶快提升实力 不然如何去给五十姐报仇 对了你家小姐叫什么名字 我该如何称呼 我家小姐名叫姚仙儿 侍女介绍道 姚仙儿 叶军林目光闪烁着 随后她打发那侍女离开了宫殿 而后换出了乾坤顶 如今的乾坤顶第五层 第六层都已经开启了 叶军林直接进入其中 而在这第五层和第六层中 同样有着诸多强大的修行资源 这些资源就算叶军林实力超越了混沌级 依旧可以使用 除此之外 这第六层之中 还蕴含着天地大道 可以让人快速感悟各种道义 接下来 叶军林直接待在乾坤顶中 疯狂提升实力 而叶军林并未注意到 她体内的浩天塔和昆仑境 此时开始汲取着叶军林体内的血液 随着叶军林的血液 涌入到这两件炎黄神器中 他们俩开始发生着细微的变化 就这样 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一日 叶军林所在的宫殿外 突然出现一位身穿红色长裙 身材高挑 长相妖媚 一脸高傲姿态的女子 这女子带着几位侍女 直接朝叶军林所在的宫殿而来 红瑶小姐 你这是要干什么 此乃我家小姐的寝宫 外人不得路内 姚香儿的一位侍女守在宫殿外 看着红色长裙女子出现 面色一变 连忙上前阻挡 啪 当即这红衣女子一巴掌 将这侍女给扇飞了出去 冷哼道 一个小小的侍女也敢拦我 而后她目光扫向这座宫殿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就要冲进来 但这时 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 红瑶 你真是越来越放肆了 我的寝宫 也是你能随便闯的吗 哄 一股冰冷刺骨的气息降临 直接笼罩着这帮空间 将这空间都给冰封住了 刷 瞬间姚香儿的身子闪现在了红衣女子面前 冷冷地注视着她 香儿妹妹 你来了 红衣女子面带微笑道 你今日若不给我一个解释 休怪我不念同门之情 姚香儿冷漠道 而红衣女子轻轻一笑 我听说昨日有一男人偷窥妹妹天职修炼 而且还混入了妹妹的寝宫之中 我这不是为了妹妹的清白着想 准备来一探究竟 好还妹妹一个清白 免得这天宫之中有人说闲话 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 姚香儿弹幕道 我寝宫中没有男人 你走吧 既然没有男人 为何妹妹不敢让我进去呢 莫非是妹妹心中有鬼 红衣女子眸子一转 猛地朝姚香儿寝宫冲去 而姚香儿神似一冷 挥手朝着对方攻击而去 砰 一声巨响 二女身子分别后退着 你们在干什么 这是一位头发灰白的老玉出现在这 一脸严厉道 大长老 我听说姚香儿妹妹的寝宫 混进来一个男人 因此特意前来查他 红衣女子看着那老玉连忙说道 男人 老玉面色一变 目光扫向姚香儿 宪儿 红衣说的是真的吗 身为姚池天宫天女候选人 静止和任何男人游览 你难道忘记了吗 大长老 我 姚香儿神似微变 刚要张嘴说什么 突然他身后的寝宫轰然爆开 第803章血脉爆发 雕像显灵 刷刷刷 刹那间 那姚池天宫大长老 红衣女子还有闻讯赶来的天宫其他人 一个个目光全部注视着叶军林 眼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而红衣嘴角上扬 猛地叫道 仙儿妹妹 你寝宫之中竟然真的有男人 姚仙儿面色一变 看着叶军林意识不知如何解释 此刻叶军林睁开双眸 看着在场众人 略显尴尬 她也没想到自己突破个境界 竟然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你是何人 竟敢出现在我摇池天宫中 这是那位摇池天宫大长老 看着叶军林一脸威严的喝道 你是不是仙儿妹妹养的野男人 红衣看着叶军林当即说道 野男人 叶军林神色一冷 扫了红衣一眼 她猛地一步踏出 顺一般来到对方面前 一巴掌直接扇了出去 而她这一巴掌蕴含着空间之力 速度极快 纵然那红衣即时后退 但依旧被叶军林一巴掌打中 一道清脆的巴掌声响起了 顿时红衣光滑白皙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道五指印 而她一脸愤怒地盯着叶军林 你竟敢打我 不会说话就闭嘴 再敢乱说 撕烂你的嘴 叶军林看着红衣冷冷地喝道 刹那间 红衣面子一沉 冷冷地盯着叶军林 眼中闪烁着阴冷的寒芒 便要动手 但这时那大长老陡然一掌 朝着叶军林轰去 砰 叶军林一拳打出 硬汉这位摇制天宫大长老的一掌 直接被击飞了出去 扑齿 当即叶军林半跪在地 口中吐着血 这个大长老一身实力之强 极其恐怖 但叶军林却没有任何畏惧 她当即就要施展出 叶族那位亡魂强者的剑岛攻击 仙儿 你带她来主殿 但这时 一道清冷淡漠的女子声音回荡在这 是 师尊 姚仙儿听到这道声音 面色一变 一脸恭敬的说道 而后她来到叶军林面前 你怎么样 没事 叶军林擦拭了一下嘴角鲜血 看着对方说道 抱歉 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 姚仙儿摇了摇头 带着叶军林朝着天宫主殿而去 而红老脸色音狠道 姚仙儿 这次看你怎么办 天女的位置注定是我的 很快叶军林跟随姚仙儿 来到了一座宏伟高大的宫殿之中 在这宫殿的正前方 矗立着一尊高达三米的雕像 这尊雕像乃是一位女人 虽然只是一尊雕像 其容颜却依旧给人一种惊艳绝伦的美 好似九天神女 此刻在这雕像的下方 站着一位身穿白色工装裙 竖着长发五官精致充满着韵味的女人 这女人看起来有三四十岁 却又感觉只有二十来岁 其肌肤如血 看不出一点岁月的痕迹 她面色冷漠 身上散发着一股巨人 与千里之外的冷意 在这女人的左右 分别站着数位妇人和老玉 拜见世尊 姚仙儿带着叶军林来到这宫殿中 静止走到雕像下方的那位女人面前 恭敬地叫道 此人正是姚智天宫的公主姚姬 随后那大长老和红瑶一行人 也出现在了宫殿中 纷纷对着姚姬参拜道 你叫什么名字 姚姬目光扫向叶军林直接问道 我叫叶军林 叶军林神色淡然地说道 师尊 仙儿和这个男人 公然在天宫内苟且 严重违反姚智天宫的规矩 必须要重罢 这时红瑶看着姚姬煽风点火道 你真想让我撕烂你的嘴是吧 叶军林神色一冷 扫向红瑶 而后者则是寒光四舍地盯着她 够了 红瑶 此事无需你插字 姚姬语气轻冷道 而姚仙儿则是对着姚姬下跪道 师尊 我和她并无任何关系 但我违反了天宫规矩 收留此人在天宫之中 我理应受罚 恳请师尊责罚 此事和仙儿姑娘没关系 我乃是因为受伤 意外掉入此地 被仙儿姑娘救下的 你们有什么事直接冲我来就行 叶军林冷冷地说道 哼 这种借口都说得出来 真当我们是傻子吗 天宫内有着强大的结界 莫说一个受伤之人 就算是一位顶尖强者 也不可能打破结界 踏入天宫之中 这时红瑶忍不住哼道 公主 此子身份不明 出现在天女候选人的寝宫中 严重影响了姚翅天宫的声誉 我介意立刻将她诛杀 至于姚仙儿也要受到严惩 并且踢出她天女候选人的资格 当即那位大长老开口说道 没错 此子必须诛杀 以正瑶池天宫之威 此刻大殿中 其他瑶池天宫的长老纷纷喝道 皆是要诛杀叶军林 而瑶金目光闪烁 仿佛在私存着 就因为误入你们瑶池天宫 就要杀我 真够狠的 不过我叶军林 也不是谁想杀就杀的 叶军林撇了撇嘴 冷喝道 他自然不会就这么束手就擒 虽然这群老女人实力很强 但拼死一搏下 他不是没有逃出去的机会 放肆 而那大长老听到叶军林的话 一脸严厉的喝道 他一掌再次朝着叶军林轰杀而去 砰 叶军林猛的调动全力抵挡 他体内更是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剑道之意 硬撼对方坠掌 随着一道闷雷声乍响 这位瑶池天宫大长老的攻击被挡住了 但叶军林的身子却被震得连连后退 面色泛白 而在场其他人看着叶军林 竟然能挡住大长老一击 都是不可思议 好小子倒是有点本事 但在摇直天宫 由不得你放肆 这位大长老神似一尘 眼中露出一抹寒芒 再次出手朝叶军林轰杀而去 而他这一掌更加恐怖 无天血脉 这时叶军林目光一鸣 直接将体内的无天血脉 全部爆发了出来 如今无天血脉已经突破到了15重 轰 随着无天血脉一爆发出来 直接散发出骇人的气息 但就在这时 大殿正前方的那尊女性雕像 却突然一颤 闪烁着光芒 发出一道冷声 助手 第804章摇至仙祖 为情所伤 助手 随着这道清冷而空洞的声音响起 大殿内的众人都是一愣 他们目光齐刷刷地朝着那尊雕像扫去 眼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刷 下一秒 这尊雕像闪烁着光芒 幻化出一道虚幻的女子身影 这女子容颜绝美 和雕像长得一模一样 甚至更加动容美艳 浑身散发着一种圣洁而高贵的感觉 让人连直视的勇气都没有 这时姚姬面色一变 直接对着这女子下跪说道 姚池天宫第135任公主姚姬拜见仙祖 而在场所有姚池天宫的人 齐刷刷地对着这位女子下跪参拜道 包括那姚仙儿和红瑶全部下跪了 此刻这大殿中便唯有叶君灵一人站着 她注视着这女子 眼中闪烁着好奇之色 嘟囔道 这就是姚池天宫的仙祖吗 还真是美啊 叶君灵自问见过的美人无数 她身边更是汇聚着各种角色美人 但和眼前的这位姚池天宫的仙祖相比 好像都要略微逊色 这时 那女子注视着叶君灵 沉默了数秒钟开口道 你体内蕴含的是无天血脉 而叶君灵眼中露出惊讶之色 看着这位姚池天宫仙祖 没错 你怎么知道 果然 没想到她竟然还有传人存在 这女子喃喃自语 眼中闪烁着复杂的神色 甚至还有着一丝恨意 而叶君灵正要询问一下对方知识 后者默然说道 姚池天宫众人听令 我等在 请仙祖吩咐 当即姚姬等人纷纷叫道 凡姚池天宫者 一切听从她的命令 不惜一切代价护她周全 她在 姚池天宫在 她死 姚池天宫命 这位姚池天宫仙祖一番话说完 直接让大殿内的所有姚池天宫之人 全部惊呆了 他们一个个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看着仙祖和叶君灵 内心掀起了惊涛巨浪 就连叶君灵都是神色一变 露出错恶的表情 听明白了吗 这位仙祖再自喝道 而姚姬当即说道 是 我等遵命 随后这位姚池天宫仙祖 深深地扫了叶君灵一眼 其身影便散去了 而那尊雕像恢复了正常 但此时 这大殿内的气氛却变得无比怪异 那大残傲 姚池天宫 红老几人看着叶君灵的神情不断变化着 显然他们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这时姚姬起身 目光扫了叶君灵一眼 开口道 刚才多有得罪 还请公子见谅 没事 叶君灵摇了摇头 他此刻都还未搞清楚状况 仙儿 立刻为叶公子 安排一处寝宫居所 你亲自带叶公子前去 若公子有任何需求 都得满足 明白吗 随即姚姬看着姚仙儿吩咐道 是 姚仙儿点了点头 而后带着叶君灵离开了大殿 而当叶君灵一离开 红瑶便当即看着姚姬说道 师尊 仙祖怎么会下达这样的命令 难不成仙祖和慈子认识 仙祖早已涌落不知多少年 怎么会认识慈子 不过仙祖刚才提起无天血脉 莫非是先祖认识他体内所拥有的血脉 或者是认识他祖上之人 这时那位大长老分析道 吴天血脉 难道 姚姬默默念叨着 突然神色微微一变 随之看着大长老和红瑶 从现在开始 你们对他必须恭敬有加 不得无礼 知道吗 是 这两人点了点头 而在这姚之天宫的一处寝殿中 姚仙儿看着叶君灵 这里就是你的寝宫了 你还有什么需要吗 谢谢 我没啥需要 仙儿姑娘也无需对我这么客气 叶君灵淡淡的说道 你既和仙祖认识 我等自然要守规矩 姚仙儿开口吐道 而叶君灵善善一笑 唯你们仙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怎么会认识 他应该是认识我的祖辈吧 根据那姚之天宫仙祖的表现 叶君灵猜测 对方应该是认识叶祖的仙祖 不然对方不可能一眼看出无天血脉 这样啊 姚仙儿明白过来 对了你能和我讲讲你们姚池天宫吗 叶君灵好奇道 随即经过姚仙儿的介绍 叶君灵得知姚池天宫先祖名叫姚池 曾经是一位横跨多个纪元的无上强者 而姚池天宫便是姚池所创 只招收女弟子 甚至一旦成为天女 更是不得和任何男人亲近 至于天女便是姚池天宫的接班人 成为天女就不得和任何男人亲近 那岂不是要孤独终老 这规矩太变态了吧 叶君灵不禁吐槽道 这是仙祖定下的规矩 据传闻仙祖曾被情所伤 所以才有了这个规矩 姚仙儿吐道 被情所伤 他不会是被叶无天给伤了吧 叶君灵暗暗嘀咕着 但若真是如此 那对方为何见到他这位游天的后辈 又对系这般好 还让整个姚池天宫护他周全 随后叶君灵不再去想这些 他要做的就是尽快提升实力 很快夜幕降临 叶君灵正准备修炼 结果寝宫门被敲响了 他上前打开门 一股沁人心脾的芬香扑鼻而来 而在门口 红瑶穿着一件红色薄纱长裙 站在这一脸娇媚的模样 让人与火沸腾 但叶君灵看着这女人 却是眉头一皱 冷到 你有事吗 公子 白天是红瑶不知你的身份 冒犯了公子 因此红瑶准备前来向公子赔罪 还望公子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红瑶吧 红瑶青兔芬芳 娇媚似水帝说着 一只手更是搭在了叶君灵肩膀上 整个娇区都贴了过去 勾引力十足 我对你没兴趣 滚 而叶君灵面无表情的喝道 直接关上了门 狠狠地打了一波红瑶的脸 一时间 红瑶脸色阴沉至极 眼中闪烁着阴冷的寒芒 让人不寒而栗 她身为摇制天宫的天女候选人 身份尊贵 还从未遭受这般欺世大辱 加上白天叶君灵的那一巴掌 更是让其对于叶君灵的恨意 攀升到了极致 你等着 红瑶冷哼一声 转身离去了 叶君灵则并未在意红瑶的情绪 这样的女人 根本不值得她在意 她回到床上 正准备修炼 结果两道智能的叫声突然响起 主人 主人 第805章万古强者 齐聚天宫 而 叶君灵听到这两道 突然响起的叫声 一阵错愕 她目光环视四周 并无其他人存在 谁在说话 叶君灵眉头一皱冷喝道 主人 我是昊天塔的气灵 主人 我是昆仑静的气灵 这是两道智能的男女声 从叶君灵体内传来 准确的说是从昊天塔和昆仑静 这两大神器之中传出的 当即叶君灵神色一变 将昊天塔和昆仑静换出 惊讶到 你们是昊天塔和昆仑静的气灵 之前她得到这两件神器的时候 并不知道这两件神器还有气灵存在 是的 主人 我们之前都陷入了沉睡之中 是吸收了主人的鲜血才复苏的 昊天塔气灵回答道 叶君灵目光闪烁着 她直接进入了昊天塔中 而这是一位看起来五六岁 身穿灰衣的男孩出现在她面前 略显沉稳地叫道 主人 显然这便是昊天塔气灵 没想到这座塔还有气灵存在 而你能帮我什么 叶君灵直接问道 骑兵主人 我可以帮助主人 更好地掌控昊天塔 而且主人得到了 老主传承的昊天宫 随着主人的昊天宫每提升一重 昊天塔便可净化一次 净化到第九次时 真正的昊天塔便将显现出来 昊天塔气灵一一说道 真正的昊天塔 叶君灵好奇道 而这气灵回答道 没错 真正的昊天塔 可镇压天地万物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句古话 乃是昊天塔线 环宇沉沦 而叶君灵听完这气灵的话 惊讶不已 看来他还是太小看这昊天塔了 但这远远还未结束 那昊天塔气灵继续说道 主人 这昊天塔还有一个功能 那便是这里的时间之力 和外面的时间之力不一样 主人在这修炼一年 外面也不过才过去了一个时辰 随着昊天塔气灵说出这番话 叶君灵狠狠一惊 不可思议到 在这里修炼一年 外面才过去一个时辰 是的 而且随着昊天塔不断进化 这里和外面的时间差 会越来越恐怖 进化到第九次 在这里修炼百万年 外面也不过就是过去了一天而已 昊天塔气灵继续说道 这 此刻叶君灵彻底惊呆住了 他没想到昊天塔竟有如此逆天的能力 简直是不可思议 随后足足过去了数分钟的时间 叶君灵才接受了这一切 而他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神色 有了这昊天塔 他简直相当于拥有了外挂神器一般 而后叶君灵离开了昊天塔 目光扫向昆仑镜 而这是昆仑镜闪烁着光芒 笼罩着叶君灵 顿时叶君灵眼前光芒一转 他便来到了一个新的空间之中 这里鸟语花香 宛如一片室外桃源 这是 叶君灵目光闪烁着 主人 这里乃是昆仑镜内的内部空间 名为昆仑神镜 这是一位身穿轻衣 粉嘟嘟的小女孩出现在叶君灵面前 笑嘻嘻地说道 你是昆仑镜的气灵 叶君灵看着这小女孩惊讶到 后者乖巧地点了点头 叶君灵看着这个昆仑神镜 轻声说道 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世界一样啊 昆仑神镜的确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世界 甚至这里只是昆仑神镜的一小部分 真正的昆仑神镜主人还未见到 昆仑静气灵笑着说道 真正的昆仑神镜 叶君灵好奇道 以主人现在对于空间之道的感悟 还无法进入真正的昆仑神镜 等到主人对于空间之力的掌握 达到一定境界 便可进入昆仑神镜了 而这里蕴含着空间之道 主人可以在这慢慢感悟 这麒麟小女孩看着叶君灵一一说道 这里竟然蕴含着空间之道 叶君灵再次一惊 那昊天塔中蕴含着时间力量 这昆仑镜又蕴含着空间之道 简直是阳逆天 是的 得到主人完全掌握了昆仑镜 可以通过昆仑镜自由穿梭空间 想去哪便去哪 随着昆仑气灵这话一出 叶君灵不得不说一句牛叉 接下来叶君灵开始闭关 准备借助这两件逆天神器 好好提升一般修为 转眼间一个星期便过去了 这一天万古大陆虚空降下一道圣光 而后一道木骨尘中的声音传出 上界幽灵 凡最近半个月内出现在万古大陆的一切夜性青年 都必须要立刻上报 如有隐瞒 无论是谁 一律杀无赦 随着这道声音传出 整个万古大陆都惊动了 而在摇池天宫中 姚姬听到这道命令声 面色微微一变 公主 这是那大长老和姚仙儿出现在这 显然是听到了这道命令声 公主 这上界怎么会突然下达这样的命令 还有这夜性青年 莫非是 那大长老还未说完 就被摇池打断了 不要说了 马上通知下去 关于叶公子的消息立刻封锁 不准外传出去 若有危者 严惩不待 是 那大长老点了点头 而后姚姬看着姚仙儿 叶公子还在闭关吗 嗯 姚仙儿点了点头 你去守着叶公子 若他出关了 立刻带他进入秘境 姚姬直接说道 是 姚仙儿回答道 随之问道 师尊 他究竟是什么身份 为何 而姚姬吐道 不要多问 接下来 又过去了三天的时间 姚池天宫外 突然传出一阵阵轰鸣声 一股股恐怖的强者气息 直接降临 刹那间 恐怖如斯的威压 笼罩着整个姚池天宫 压得姚池天宫内的弟子 都喘不过起来 轰轰轰 紧接着一道道攻击降临 传出无尽的轰鸣爆炸声 当即这守护姚池天宫的结界轰然粉碎 姚池天宫完全暴露在外 而在姚池天宫的上方 则聚集着上万强者 这些人全部都是万古大陆 各大顶级宗门圣地家族的至强者 第806章上级来人 此刻姚池天宫 强者晕集 整个万古大陆的顶尖强者 全部汇聚于此 散发着恐怖的压迫感 姚池天宫的弟子见到这一幕 全部惊呆住了 一个个表情僵硬 刷 这是姚池率领着姚池天宫 一众强者出现在的上空 注视着眼前这些强者 诸位今日兴师动众的降临 我姚池天宫 还摧毁了我天宫结界 这是想干什么 要和我姚池天宫开战吗 姚池一脸冰冷 充满威严的喝道 姚池公主 听说你们姚池天宫 最近收了一个陌生的夜省青年 可有此事 这是一位半百老者 注视着姚池淡淡地说道 而他则是万古大陆第一宗门 万古圣殿殿主万沧海 刷 听到对方的话 姚池和大长老等人神似微变 我姚池天宫向来不招男弟子 更不允许任何男性随意进路 怎么会有男人 诸位怕是搞错了 姚池淡淡地说道 有没有我们一探便知 万沧海直接说道 而他当即便要催动意念 查探姚池天宫 放肆 姚池神色一冷 身上爆发出一股滔天威势 看着万沧海冷喝道 我姚池天宫 岂是你们想窥探就可以窥探呢 你们当我这是什么地方 看来姚池公主这是心中有鬼啊 没错 朱沙夜姓青年 凡有私藏 一律杀无赦 这可是上界使者下达的命令 你们姚池天宫 是要公然违抗上界命令吗 当即在场的各大势力之主 一脸不善地呵斥道 姚池公主 若你们真的私藏了那个夜姓青年 最好还是马上将她交出来 否则今日姚池天宫 恐怕就要有灭门之祸了 万沧海背负双手 看着姚池冷冷地说道 我说没有就没有 我倒要看看你们谁有这个本事 灭我姚池天宫 姚池一脸强势冰冷地喝倒 此刻她身上散发着一股恐怖的威压 威震全场 随着姚池爆发出的这股恐怖威压 一时间静压地在场所有万古大陆强者沉默了 他们看着姚池的眼中 都充满了震撼和忌惮的神色 显然他们没想到这女人的一身实力 竟然达到了这种地步 就连万沧海都是眉头一皱 因为如今姚池所展现出的实力 完全不比他差 而就在现场陷入一片 此际的沉默之时 一道冰冷的和声 从虚空传来好大的口气啊 刷 瞬间 一位气势不凡的青年出现在这 在他身后还跟着两位实力深不可测的强者 此刻这青年扫了一眼姚池 一脸桀骜的表情 冷到 长得倒是韵味十足 没想到这万古大陆 还有你这样的美人存在 你是谁 姚姬看着这青年戴眉一皱 他目光扫了这青年身后的那两位强者一眼 露出一丝凝重的表情 这两人的实力 连他都完全看不透 本少来自上界 而这青年简单一句话 直接让在场众人神色一变 纷纷对其行李惨败 姚姬目光闪烁着 其他姚池天宫的长老护法们都是面色一变 神情无比凝重 公子你 此刻姚姬看着这位来自上界的青年正要说什么 对方便冷冷的喝道 交出夜性青年 否则杀无赦 我姚池天宫没有公子说的这个人 而姚姬依旧是一脸坚决的说道 没有 那这姚池天宫便灭了吧 青年一脸冷漠道 公子 这姚池天宫真的要灭了吗 这可是姚池女皇的道统 这是万沧海神色微变 看着这位青年询问道 虽然他们刚才说着要灭姚池天宫 但也只是嘴上说说 想要逼迫姚姬教人 却并未真的想灭姚池天宫 毕竟姚池天宫的先祖 可是那位曾经让欢宇震动的姚池女皇 纵然对方如今已经不在了 但余微游存依旧让他们不敢轻易去动姚池天宫 哼 姚池女皇都死得不能再死了 灭了这姚池天宫又如何 而那青年一脸不屑的冷哼道 其目光扫向姚姬等人 既然他们想和上界作对 那就得付出代价 不然热后谁还听从上界之令 杀 这青年冷冷的喝道 随即万仓还点了点头 看着姚姬冷道 杀 刹那间 万古大陆各大势力强者 直接亮出武器朝着姚池天宫杀去 护卫姚池天宫杀 姚姬同样面色冰冷的喝道 他直接冲了出去 和万仓海激战在一起 一时间姚池天宫内 一场大战爆发了 公子 我知道那个也姓青年在那 这是红姚的身影出现在那青年面前说道 红姚是你谢的命 此刻姚姬目光扫向红姚 一脸难以置信道 没错 是我谢的命 那小子敢如我 就得付出代价 红姚一脸阴狠毒辣的喝道 干得不错 等解决了那小子 你来给本少当侍女吧 这时那青年打量着红姚 玩味一笑 多谢公子 顿时红姚眼中露出一抹喜色 虽然只是当个侍女 但能成为上届大少的侍女 也比当姚池天宫的天女要强 随后他们一行人直接来到了叶军林的寝宫之外 而姚香儿守在寝宫之外 看着红姚一脸愤怒的斥责道 红姚你竟然背叛天宫和世尊 你简直是大逆不道 刚才红姚所说的话 姚香儿也都听到了 公子 那个人就在寝宫内 这女人和他乃是一伙的 红姚看着这青年连忙说道 此时这青年看着姚香儿则是感叹道 没想到这姚池天宫的美人还真是不少啊 这里竟然还有一位如此国色天香的美人 小美人 以后跟着本嫂吧 随即青年看着姚香儿直接说道 休想 姚香儿冷悟到 身上散发着一股冰冷的气息 哼 本嫂看上的女人还没有谁敢拒绝的 这青年冷哼一声 瞬间来到姚香儿面前 右手伸出 朝着其光滑白皙的脸蛋摸去 而这时姚香儿想要出手反抗 结果却发现自己一身实力都被压制住了 根本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青年的手轻薄自警 一时间姚香儿嘴唇紧咬 充满了不甘 但就在那青年的手 即将碰到姚香儿脸旁的刹那间 一道剑芒急事而来 扑驰 瞬间 这青年的右手被强势斩断 鲜血喷剑而出 第807章无尽火欲 啊 瞬间 这青年捂着断臂惨叫道 身子连连后退着 而姚香儿和红瑶见状都是一愣 少爷 这是跟随青年而来的两位强者面色一变 连忙上前查看对方的情况 同时看着四周喝道 谁 滚出来 轰 下一秒 叶军林所在的寝宫 传出一道轰鸣声 那宫殿大门轰然打开 叶军林从中走了出来 此刻叶军林神似冷漠 眼神深邃 身上弥漫着一股无形的见识 他仅仅是站在那 便让人心急胆颤 没事吧 叶军林走了出来 看着姚香儿轻轻的说道 没事 姚香儿看着叶军林摇了摇头 而此刻那青年看着叶军林怒斥道 刚才是你斩断我手臂的 亵渎仙子 断一臂又如何 叶军林冷横道 而他这话 让姚香儿交去清阵 内心一下子乱了起来 公子 他就是那个姓业的 这是红瑶指着叶军林对那青年教导 刷 叶军林扫了一眼红瑶 你废话太多了 扑齿 叶军林单手一挥 一道可怕的剑芒破空而出 瞬间将红瑶给斩首了 连其魂魄都强行泯灭了 而红瑶脑袋滚落在地 眼睛瞪得大大的 死不瞑目 此刻 那青年冷冷的盯着叶军林 你就是叶军林 你就是叶族那个愚脸 倒是有点实力 不过 不等这青年话说完 叶军林便一巴掌朝着对方扇去 哄 他这一巴掌扇出 滔天距离爆发出来 直接压得虚空崩塌 少爷 小心 当即那两位跟随青年而来的强者面色一变 他们纷纷挡在青年面前 出手抵挡着叶军林这一巴掌 哄 随着叶军林这一巴掌强势落下 这两位实力强劲的强者 当场就被镇压得直接下跪 纷纷吐血 面露惊恐之色 他们万万没想到 这一巴掌的力量如此可怕 砰 砰 下一秒 这两人的身躯 直接被这一巴掌给拍爆了 而后这一巴掌的余威落在那青年身上 将他给扇飞了出去 扑持 这青年砸在地上 疯狂吐血 而此刻 虚空中正在激战的摇指天宫 和万古各大势力强者 全部都停止了战斗 他们目光全部扫向了叶军林 公子 这是万沧海看着那青年受伤面色一遍 连忙来到对方身边 将其搀扶了起来 公子 你怎么样 给我全部上 我要他死 此刻那青年看着叶军林 一脸猙獰的吼道 当即万沧海和万古大陆各大强者的目光 全部盯着叶军林 一个个眼神闪烁着 上界游灵 诛杀刺子 万沧海直接说道 扑持 而他话音刚落 叶军林便挥出混元箭 一箭斩出 直接将这位万古大陆第一宗门之主 给斩成两半 他这一箭 干脆果断 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那群刚准备动手的万古大陆各大势力强者 瞬间停住脚步 暗暗咽着口水 谁还想杀我 叶军林目光扫了这些人一眼 冷目倒 一时间 现场一片尖默 无人敢应答 那青年则是傻眼了 随之盯着叶军林 你不要嚣张 上界马上就要来人了 你必死无疑 上界 什么玩意 叶军林撇了撇嘴 一箭朝着这青年轰沙而去 轰 正当他这一箭 要落在青年身上之时 九天之上传来一道离合声 一道之热的掌印将领 挡住了叶军林这一箭 刷 一位身穿火红长袍 身上散发着炙热气息的中年男人出现在这 一双虎目燃烧着烈眼 冷冷地盯着叶军林 二叔 你终于来了 此刻这青年看着这位中年男人出现 顿时激动地叫道 感动我无尽火域的人 小子 你胆子不小啊 这男人冷冷地盯着叶军林 身上散发着炙热的烈焰气息 瞬间笼罩着整个万古大陆 形成绝对的压迫感 随着此人话一出 在场众人都是一惊 他们没想到这个青年竟然是上界无尽火域的人 无尽火域 那可是一尊存在了数个纪元的古老实力 这时青年猛地说道 二叔 他就是那个叶族御念 原来如此怪不得敢如此嚣张 那男人冷哼一声看着叶军林 不过如今叶族都没了 你区区一个余孽 也敢这般放肆 真以为现在还是你们叶族的时代吗 郭躁 叶军林则是一剑再次轰杀而出 这一剑 叶军林将那位叶族剑道至强者传承的剑道感悟 全部施展了出来 轰 这一剑斩除天地轰鸣 骇人的剑已冲破天地 引起万无极命 这 这怎么可能 你的剑道竟然达到了 顿时那男人面色一变 瞳孔一缩 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叶军林施展的这一剑 轰 这一剑瞬间降临 携带天地之势 势不可挡 那男人根本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这一剑强势斩杀了 就连他身边的那个青年 都当场泯灭在这一剑的剑技之下 而这一剑更是将苍穹给劈出一道 长达千万丈的空间裂缝 好似整个万古大陆都被一分为二了 此刻 瑶姬和万古大陆的一众强者 全部表情凝固 震撼万分 混账 敢杀吴尔 全部去死吧 漠然 苍穹崩塌 一道怒吓声从那黑洞中传来 轰隆隆 随即 无尽的烈焰降临 迅速燃烧着整个万古大陆 转眼间 整个世界就被烈焰笼罩着 那烈焰锁到之处 寸草不生 万古大陆的人更是一碰到这烈焰 就顷刻间化作虚无 不好 这下完了 当即在场的万古大陆强者们面色一变 眼中露出绝望之色 是上界无尽火鱼的火焰 快撤 瑶姬看着这无尽的烈焰疯狂降临 猛的说道 无尽火鱼 叶军林眼中闪烁着冷芒 他一步踏出 朝着虚空中那无尽烈焰重去 不要 瑶姬见状连忙对着叶军林叫导 他直接冲了过去 跟随叶军林一起踏入了无尽烈焰 师尊 这时瑶仙儿看着瑶姬踏入那无尽烈焰 同样冲了过去 一起踏入了其中 而在上界 无尽火鱼之中 一道冰冷的声音传出 叶足鱼面 这次便让我送你上路吧 第808章世界的差距 此刻 在这无尽的烈焰之中 叶军林站在这 面对着四面八方席卷而来的烈焰毫不在意 这烈焰之微 足以将天积到 甚至是横积到强者给分面得干干净净 在这大千位面之外的环宇之中 分布着诸多的世界 这些世界分为小千世界和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总共有三千 每一个大千世界管辖着无数小千世界 而万古大陆便是无数小千世界之一 至于他们口中的上界 便是管辖万古大陆的大千世界沿界 而在这小千世界和大千世界中 修行境界分为玄积道 地积道 天积道 横积道 在网上辨识万古境 他入万古境便有资格进入大千世界 然后辨识归异境 至上境 天象境 化天境 戒主境 半祖境 祖神境 而此时 这足以坟灭天积道 甚至是横积道的烈焰 朝着叶军林冲去 却无法撼动他身体半分 反而帮助他魔神肢体再次提升着 师尊 陡然 叶军林身后传来姚仙儿的叫声 他眉头一皱 猛地回头 便看到姚姬和姚仙儿两人 都出现在了这无尽烈焰之中 但他们两人却没有叶军林 如此强悍的肉身 而且两人的实力 不过横积境和天积境 面对着这可怕的烈焰 显得岌岌可危 刷 叶军林一步踏出 来到这师徒来面前 帮助他们抵挡着这火焰轻石 而后说道 你们怎么来了 先祖说过 就算牺牲整个姚仙天宫 也不能让你有事 我身为姚仙天宫公主 自然不能看着你出事 不然如何和先祖交代 姚姬神情凝重道 而叶军林内心微微意乱 看着姚姬 多谢公主 不过这曲曲烈焰 还伤不到我 我的确是太小看你了 你如今的境界 怕是已经踏入了万古境吧 姚姬看着叶军林感叹道 随即吐道 不过这火焰的背后乃是无尽火狱 而无尽火狱 可是天眼界四大超级势力之首 他们传承了数个纪元 创始人颜祖 更是达到了传说中 祖神经的超然存在 你杀了无尽火狱的人 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无尽火狱 叶军林目光闪烁着 冷道既然如此 那将他们灭了便是 而姚姬和姚香儿 听到叶军林这话 都是震撼万奔 你要灭无尽火狱 姚姬看着叶军林 不可置信道 身为大千世界中的超级势力 谁敢方也灭掉 这番话要是传出去 怕是无一人相信 他们本就要杀我 那不是他们灭亡 就是我死 叶军林冷冷地喝道 你们先回去吧 随即叶军林对着这师徒俩说道 而后他一挥手 直接将这两人送出了这烈焰 紧接着 他双手一斩 这从无尽火狱而来的滔天烈焰 全部被他一人吞噬一空 随着这烈焰被吞噬掉 一个虚空黑洞浮现而出 正是连接万古大陆 和无尽火狱的通道 刷 瞬间 叶军林踏入了那黑洞之中 一眨眼的功夫便出现在了 天眼界无尽火狱之中 这无尽火狱 乃是一个火焰的世界 在这里 充斥着无穷无尽的烈焰 而至烈焰威力之强 比之刚才降临万古大陆的烈焰 都分毫不差 甚至这还只是在 无尽火狱的外围 越往里面走 那火焰的威力便越发恐怖 大胆 竟敢擅闯无尽火狱 漠然 一道力和声回荡在夜军林暖畔 刷刷刷 眨眼间 一群身穿赤红色战甲 手持烈焰长枪的强者 出现在夜军林面前 一个个杀气凌厉 他们正是无尽火狱的守卫 被称之为阎兵 此刻 三千阎兵瞬间降临 杀气腾腾的盯着夜军林 而他们实力最低都达到了天际道 其中还有十几位横击道强者 大千世界果然不简单 夜军林撇了撇嘴 这在万古大陆能被称之为 顶级强者的横击道强者 在这只只是守卫 无尽火狱的一届士兵 可想而知大千世界 和小千世界的差距有多大 刷 随即夜军林没有废话 他换出会员剑 身上散发着恐怖的剑意 无尽的摸弃吸尽而出 衬托的他好似一尊剑魔 夜军林一步踏出 如顺一般出现在这三千阎兵面前 一剑强势斩出 轰隆隆 他这一剑没有任何流情 除去无天血脉之外 其他力量统统爆发了出来 顿时传出无尽的轰鸣爆炸声 扑扑扑 这三千天机道的阎兵 在夜军林这一剑之下 纷纷暴体而亡 毫无抵抗力 而那群横击道的阎兵 也是纷纷运转全部的力量 抵挡着夜军林这一剑 但最终被这一剑所剿杀 化作虚无 最终夜军林一剑斩杀三千阎兵 如今的夜军林 在浩天塔和昆文静两大外挂神器的帮助下 一身实力可谓是一日千里 突飞猛进 而且他在浩天塔修炼的日子中 他还解崩了数十位野族亡魂力量 通过吸收他们的力量和传承 使得自身实力大涨 因此夜军林如今的战力 和他刚入万古大陆时相比 有着飞跃形的进步 随即夜军林握着剑 朝着无尽火域身处而去 而他在前进的同时 肉身还在不断吸收着烈焰的力量 借助烈焰淬炼魔神之体 此刻在无尽火域内 一座火红色的宫殿之中 坐着一位充满威严 气势不凡的中年男人 他乃是严足安排 驻守无尽火域的四方阵域士 直一青龙阵域士 负责维护无尽火域的秩序 之前死在万古大陆的青年和中年男人 正是他儿子和弟弟 那降下万古大陆的火焰 便是出自他之手 启禀大人 那个业族余孽 刚刚斩杀三千炎兵 正朝着这里而来 这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宫殿中 对着苏定邦下跪说道 没想到此子的胆子如此之大 竟然敢独闯无尽火域 倒是有几分业族之人的风采 但很可惜 如今可不是业族称霸还宇的时代 敢闯无尽火域 那便让他知道 知道我无尽火域的厉害吧 带着他的人头来见我 青龙阵域士冷冷的喝道 是大人 这道身影点了点头 起身离开了宫殿 同一时间 无尽火域其余三位阵域士 都得知了叶军林 强闯无尽火域的消息 随后他们纷纷派人前去 准备拿下叶军林 第809章四方阵域士 此刻 无尽火域之中 叶军林正走着 突然前方传出阵阵怒龙咆哮声 吼吼吼 这一阵阵怒龙咆哮声 震耳欲龙 修为弱势不够 怕是瞬间灵魂就会被这龙吟声给真碎 随即 九条长达万丈的烈焰真龙 从无尽火域中冲了出来 直接朝着叶军林轰杀而去 一时间 滔天威压将领 让人有一种强烈的死亡窒息感 而叶军林面对着这九条烈焰真龙 神情淡漠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轰隆隆 刹那间 九条烈焰化作的真龙降临 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叶军林吞噬而去 随即 叶军林将魔神之体的力量催动到极致 滔天魔气爆发出来 衬托的他好似一尊魔神在世 硬撼这九条烈焰真龙的冲击 轰轰轰 一时间 惊雷爆炸声不绝于耳 九条烈焰真龙和叶军林的魔神之体 不断轰击在一起 而他则是疯狂运转弓法 吸收着这九条烈真龙中的烈力量 以此来淬炼魔神之体 啊 不知道过了多久 这九条烈真龙的力量 被叶军林给吞噬一空 而他的魔神之体 传出一阵霹雳啪啦的声音 爆发出更加恐怖的威势 没想到这魔神之体 竟然还能不断蜕变提升 难道和无天血脉一样 没有止境 叶军林看着他的魔神之体 喃喃自语 没想到你竟然还是一位肉身修行者 怪不得能无惧者烈焰 漠然 一道冷哼声响起 叶军林目光一扫 便看到一群人出现在这里 为首的正是那位 前去参拜苏定帮的男人 他乃是苏定帮麾下第一大将阎龙 此刻 在阎龙身后还跟着数千人 全部都是全副武装的阎兵 而他们的实力 比刚才那三千阎兵更胜一筹 当我者死 而叶军林面对着这群人 握着混元舰 杀鸣力的喝道 哼 闯我无尽火域 还敢如此嚣张 真当我无尽火域没人吗 来人 给我拿下 阎龙一脸杀气的喝道 顿时他身后那数千阎兵 就要冲向叶军林 但这是一群 骑着红色巨虎的身影 冲了过来 数百尊红色巨虎 散发着凶悍暴力的气息 而骑在上面的人 皆是一袭血衣 手持黑色利刃 杀衣四射 这其中 为首一位血旁男人 一身的杀衣凝聚成了实质化 让人不敢直视 杀虎 你们来干什么 这是阎龙看着那白袍男人 眉头一皱 冷哼道 而这行人乃是无尽火域 四方镇玉使之一的白虎镇玉 是冷风的手下 为首之人杀虎 便是冷风麾下大将 有人强闯无尽火域 我奉白虎镇玉使的命令 前来缉纳闯玉之人 杀虎冷冷的喝道 他乃是青龙镇玉使要的人 你们速速推去 阎龙直接说道 凡是强闯无尽火域者 四方镇玉使皆可将其拿下 怎么 你们青龙镇玉使 是将无尽火域当成自己家 不准别人插手了 那杀虎一脸冰冷的哼道 你 顿时阎龙愤怒的盯着杀虎 诸位 身为四方镇玉使的手下 我们的职责便是守护无尽火域 如今有人挑衅无尽火域 我等因同心协力 将这贼人拿下 随即 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 又有着一群身穿黑色重甲的身影 出现在这 他们则是四方镇玉使之一 玄武镇玉使麾下的强者 你们废话说完了吗 全部去死吧 漠然 夜君灵冰冷的声音响起 他直接催动魔神九遍 顿时整个无尽火域中 传出无尽的轰鸣声 滔天的魔气席卷开来 迅速将四周的火焰 都给完全吞噬掉了 下一秒 一尊遮天蔽日 高达百亿丈的魔神降临 无尽火域 这一刻无尽火域之中 无数强者全部露出呆若无击的表情 他们看着那高耸如云 贯穿整个无尽火域的魔神 全部傻眼了 此刻 无尽火域的上空 完全被滔天的魔气所覆盖着 这魔气凝聚成魔云 宛如黑云压城 又要摧毁整个无尽火域 怎么回事 无尽火域怎么有着 如此恐怖的魔气 还有那道身影石水 难道是传说中的魔神降师吗 这一刻 沿界之中 各方势力强者纷纷看着无尽火域的方向震惊道 同一时间和无尽火域 同为沿界四大超级势力之一的其余三大势力之主 全部冲向虚空 一个个目光凝视着无尽火域 看着夜君灵所化的那尊魔神露出凝重的表情 这无尽火域怎会招惹魔族的人 此刻 这三大势力之主议论纷纷 内心震撼万分 而在无尽火域之中 夜君灵化身为魔神之后 一拳直接朝着这三大真玉石的手下轰沙而去 轰隆隆 当即这青龙 白虎 玄武三大真玉石的手下 全部使出浑身解数 来抵挡夜君灵这一拳 但这一拳如有神助 简直是势不可挡 根本不被他们任何抵挡的机会 伴随着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 这三大真玉石的手下全部惨死 一个不胜 都化作了虚无 随即 夜君灵恢复本体 眼中闪烁着杀鸡 刷 刷 刷 就在这时 三道身影出现在了无尽火域之中 冷冷地注视着夜君灵 这三人正是青龙镇玉石和白虎镇玉石 还有玄武镇玉石 他们三人一脸凝重而震撼的表情 显然夜君灵的可怕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此子竟然还和魔族有关系 苏定方面似阴沉地说道 他如今战力怕是达到了至上境 甚至是天象境的地步 玄武镇玉石面色凝重道 管他什么境界 既然来了无尽火域 那就得死 不然我们四方镇玉石还有何用 白虎镇玉石看着夜君灵冷冷地喝道 你们三个就知道打打杀杀 太粗鲁了 随即 一道浇灭苏玛的声音传来 一位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红衣女子出现在这 她眉眼如丝 让人一眼扫去便欲望沸腾 小帅哥 你别怕 有姐姐在 姐姐会保护你的 红衣女子来到夜君灵面前 直接朝着其身子倒去 顿时其胸前大片雪白景色 暴露在夜君灵眼中 而就在她身子即将倒在夜君灵身上的一瞬间 其面色一变 原本妖魅的眼神 瞬间变得无比凌厉 右手出现一柄火焰利刃 直接朝着夜君灵熏口刺了出去 两人本就隔着不到一寸的距离 再加上这女子突然出手 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 瞬间 那利刃便触碰到了夜君灵熏口 只要在有零点几秒钟 便可刺破其熏口 将她一击毙命 而红衣女子脸上已经浮现出了一抹灿烂笑容 但就在这时 咔嚓 一道清脆的骨头断裂声响起 第八百亿史章大千龙绑的天才 咔嚓 伴随着一道清脆的骨头碎裂声响起 那位红衣女子脸上的笑容 直接凝固住了 而她手中的利刃 紧紧地贴着夜君灵的衣衫 却无法再深入半分 因为她此时脖子被人直接捏碎了 轰 掐着红衣女子脖子的人 正是夜君灵 她随手一挥 便将红衣女子的尸体扔在了地上 死不瞑目 此刻 其余三位镇玉使的脸色都是一变 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这红衣女子可是无尽火域 四方镇玉使中的朱雀镇玉使 一身实力非凡 如今竟然被夜君灵瞬息间秒杀了 这怎么可能 一时间 现场的气氛变得无比压抑 混蛋 就在这时 那朱雀镇玉使的魂魄冲了出来 她怒视着夜君灵 直接朝着其冲去 欲要吞噬掉她的魂魄 红 虽然朱雀镇玉使生死 但她的灵魂却蕴含着恐怖的力量 瞬间冲入夜君灵魂海之中 朝着她的灵魂冲去 嗡 但就在这道朱雀镇玉使的灵魂 来到夜君灵灵魂面前 欲要吞噬之时 其灵魂上方的黑洞 猛地爆发出可怕的吞噬力量 瞬间将朱雀镇玉使的灵魂 给吞噬掉了 而后夜君灵的灵魂力量再次暴涨 那朱雀镇玉使大半的灵魂力量 被她给吸收掉了 这时那黑洞微微一颤 从中传出一道异样的声音 仿佛这黑洞中有什么生命体的存在 而顿时夜君灵眉头一皱 目光闪烁着 这一刻她不禁怀疑 这黑洞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人 或者妖兽专门吞噬灵魂 若真的是如此 那就太可怕了 杀了她 而就在夜君灵议论着她灵魂之上的黑洞时 那三位镇玉使则是目光一宁 七刷刷地喝倒 顿时青龙镇玉使 白虎镇玉使 玄武镇玉使 纷纷施展密发金属 各自爆发出最强一击 朝着夜君灵轰杀而去 没有任何保留 这一刻 他们一出手 爆发出恐怖的天地异象 给人极强的震慑感 而他们一身实力已经突破了万古镜 皈夷镜 至上镜 达到了天象镜 一入天象 便可引发天地异象 形成恐怖的战斗威势 不到天象镜的强者 仅仅是面对着那天象镜强者 散发出的天地异象 都会瞬间丧失战斗的欲望 这一刻 随着这三位镇玉使爆发出天地异象 直接形成恐怖的威压 朝着夜君灵镇压而去 跪下 夜君灵一步踏出 面无表情的喝道 他将魔神肢体和魔神血脉 催动到极致 无尽的魔气席卷而出 化作一尊无匹的魔神之相 朝着这三位镇玉使强势镇压而去 轰轰轰 一时间 轰鸣爆炸声不拒于耳 这三位镇玉使的天地异象 瞬间被这尊魔神之相给碾压了 而他们三人同样感受到了 莫大的压迫感 纵然他们使出全部的力量 依旧被这尊魔神之相 给镇压的朝地上跪去 扑扑扑 他们三人被镇压跪地 口中疯狂吐血 面色猙獰 无比难堪 此刻 无尽火域内的人看着四帮镇玉使 一位被杀 三位被镇压跪地 都是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你 阎族不会放过你的 这是那青龙镇玉使跪在地上 神色猙獰地盯着叶军灵吼道 今日我来便是送你们无尽火域内 所有人上路的 不管什么族 你们今日都得死 叶军灵杀气从天地喝道 此刻 在无尽火域之外 已经汇聚着诸多阎界强者 他们听到叶军灵的话都是震撼不已 此子竟然要屠灭整个无尽火域 他是疯了吗 无尽火域存在数个纪元 别说是他了 就算是同为延界四大超级势力的其他三大势力 一起联手都不敢保证能负免无尽火域 而如今一个年轻人竟然说要灭掉无尽火域 简直是天邦夜谈 灭我无尽火域 你够资格吗 漠然 一道冷傲不屑的声音 在无尽火域中乍响 刷 一位一头金色长发的青年 如顺一般出现在叶军灵面前 这青年身穿一袭长衫 面色冷酷 神情娇 他身上散发着一股浑厚炙热的气息 宛如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 充满了压迫感 是少族长 无尽火域内的众人 看着这位青年纷纷叫道 拜见少族长 那三位跪在地上的阵域使 看着这位青年连忙叫道 三个废物丢尽我无尽火域的脸了 而这青年扫了一眼三位阵域 使冷冷的喝道 他单手一挥一道金色火焰急射而出 瞬间吞噬掉了这三位阵域使 将它们分裂得干干净净 这火焰好恐怖 此刻无尽火域外围观的不少强者 看着这道金色火焰震惊到 此乃焚天地炎 传言此火乃是无尽火域中 最为顶尖的一道一火 据说乃是炎祖留下的 威力惊人 整个无尽火域中 也只有这位位列大千龙榜的 炎祖少族长炎破天才能掌控 而他更是无尽火域内 最有希望成为新渔刃炎祖的顶级天才 这是有人一一介绍到 而其他人看着那青年纷纷震惊不已 至于大千龙榜 乃是大千世界年轻一辈的一个榜单 凡是如此榜者 皆是大千世界中的顶级天才 此刻炎破天冷魔扫向夜君灵 你就是那个夜族预念 听说夜族当年纵横还宇 碾压三千大千世界 可惜没机会见识一般 今日你这个夜族之子既然来了 那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哼 他话音一落 一掌朝着夜君灵轰沙而去 虚空当场就炸裂了 好强 他竟然已经达到了化天境 这是四周围观的人在此狠狠一惊 天象境之上便是化天境 达到此境便可感悟天地之力 让自身和天地融为一体 爆发出可怕的实力 但想要达到化天境 却难如登天 纵然是颜界之中 能达到化天境的都可以称之为顶尖强者了 而炎破天年纪轻轻 竟然便踏入了化天境 着实让人感到震撼 哄 瞬间炎破天这一掌 便已经降临在夜君灵身上了 滔天的力量将它吞噬掉了 夜族之人 不过如此 炎破天健壮 不屑一顾 但这是一道冷漠灭食的声音传入他耳中 你就这么点力量 没吃饱饭吗 第811章你太垃圾了 你就这么点力量 没吃饱饭吗 随着这道侮辱性十足的声音 传入炎破天的耳中 顿时让其面似一尘 眼中闪烁着无尽的怒火 哄 刹那间 一道可怕的轰鸣声传出 夜君灵的身影显现出来 而他身体经历了炎破天这一击 毫发未损 以如今夜君灵魔神肢体的力量 再加上魔神战甲的防御力 想要让他受伤可不容易 你 炎破天看着夜君灵竟然毫发未损 面色一变死死地盯着他 而四周围观的炎界强者 也都是震撼连连 不可思议地看着夜君灵 此子竟然还是一位肉身修行者 而且他的肉身防御如此惊人 不对 他身上穿着一件战甲 应该是这件战甲 才让他防御力惊人 不然仅凭肉身 他怎么可能做到 能硬汉化天境强者的一击 如今这个时代 想要将肉身修炼到这种地步可不容易 此刻这些强者看着夜君灵议论纷纷 夜君灵看着炎破天则是吐到 你打完了 该我了 魔神拳 他直接施展出魔神拳 强势轰杀而出 轰 这一拳轰出 惊雷乍响 滔天的能量爆发出来 怒火地连 漠然 炎破天直接怒喝一声 他将那焚天地盐全部爆发出来 瞬间凝聚成一道火连 朝着夜君灵轰杀而去 随着焚天地盐凝聚成火连 威力更是成倍的暴涨 轰隆隆 瞬间 两者的攻击碰撞在一起 宛如两颗陨石相撞 惊雷声传遍沿界 那骇人的能量 更是朝着整个无尽火运弥漫开来 一副要摧毁一切的架势 但这是无尽火运深处 一股神秘力量降临 阻挡了这能量于波的蔓延 登登登 这一击之下 夜君灵和炎破天的身子分别后退着 看起来不分胜负 此刻炎破天双模死死地盯着夜君灵 眼中闪烁着阴厉的寒芒 你太垃圾了 夜君灵看着炎破天点评道 而他这句话再次激发了炎破天的怒吼 天火三重变 漠然炎破天面色阴沉的喝道 第一重变 轰 瞬间 炎破天身上爆发出滔天的烈焰 而他一身实力更是急速暴涨 第二重变 紧接着炎破天身上的火焰再次暴涨 而他的实力再次疯狂提升 这一刻炎破天一身实力 已经达到了化天镜九重的层次 第三重变 但这还没完 炎破天又一次喝道 这次他全身都被无尽的烈焰所笼罩着 双模闪烁着两道金色的烈焰 随后他体内更是传出一道轰鸣声 一身实力直接突破了化天镜的阻碍 达到了戒主镜的地步 化天镜之上便是戒主镜 达到此镜 便相当于拥有着称霸一座大千世界的资格 整个炎界众多势力之中 唯有无尽火域和其他三大超级势力之主 达到了戒主镜 而如今一位年轻后被竟然戒主秘法 将一身实力提升到了戒主镜的层次 着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这无尽火域的底蕴果然恐怖 竟然有着此等秘法 这时 围观的炎界强者 都是一脸震撼的表情看着炎破天 蝼蚁去死吧 随即 炎破天双眸燃烧着烈眼 死死地盯着叶军林 他一步踏出 瞬间来到对方面前 再次施展出怒火地帘 朝着叶军林轰去 静置镇压 而叶军林直接催动竞技命格 一身的竞技之力 统统爆发了出来 直接施展出一门竞技之术 轰隆一声 虚空破碎 一道大大的镜子降临 宛如一座山岳 朝着炎破天镇压而去 当即炎破天 原本轰向叶军林的那道火帘 转而朝着这个镜子轰去 两者相机 传出无尽的爆炸声 无天血脉 这时 叶军林无天血脉爆发了出来 一股脑的朝着炎破天镇压而去 扑驰 随着无天血脉一出 炎破天的攻击瞬间被压了下去 那火帘和镜子一起泯灭 而他整个人则受到可怕的能量冲击 直接飞了出去 砸在无尽火域中疯狂吐血 这一刻 四周围观的炎界强者内心一击 震撼不已 堂堂大千龙榜前十的顶级天骄 竟然就这么败在一个陌生青年的手中 简直让人感觉和做梦一样 此刻 炎破天更是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死死地盯着叶军林 眼中充满了不甘 这一刻 现场一片寂静 鸦雀无声 你 不行 叶军林看着炎破天摇了摇头 扑驰 顿时炎破天这位无尽火域 第一天才当场悲弃地再次吐血 怒不可恶地盯着叶军林 我一定要杀了你 当即炎破天怒吼道 就要不一切地再次和叶军林一战 但这是一只大手按在了他肩膀上 开口说道 破天 你先退下 刷 炎破天目光扫向这只大手的主人 不由地叫道 父亲 这大手的主人 乃是一位气息内敛 感受不到任何强者气息的中年男人 他正是无尽火域之主 炎族组长炎战 退下吧 你不是他对手 炎战神色淡漠地说道 而炎破天只能满脸不甘地退到炎战身后 死死地盯着叶军林 炎战出现了 这下这小子算是完了 围观的那些人看着炎战出现 直接预料到了叶军林的下场 纵然叶军林此次天赋战力再强 但在这位无尽火域主宰的面前 依旧只有死路一条 那三大超级势力之主看着炎战 都充斥着深深的忌惮和畏惧 虽然他们和炎战同为四大超级势力之主 但就算他们三人联手 也难以和炎战对抗 这位炎族组长的实力太过恐怖了 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阴影 没想到你竟然拥有着传说中的无天血脉 看来是我们太小看了 这时炎战看着叶军林 神情淡漠地说道 我不想听废话 要打便打 叶军林冷冷地喝道 虽然眼前这人带给他的危机感很强 但叶军林却是毫不在意 不管对方有多强 他都敢一战 族长 区区一个叶族后辈 何须劳烦你出手 此子就交给老朽吧 突然 一道阴冷的声音传来 第812章接灵士登场 刷 此刻一位浑身笼罩在灰炮之下的老者 出现在炎战身边 一双阴森恐怖的毛子 注视着叶军林 顿时叶军林有一种遍体声寒 灵魂一记的感觉 他眉头紧皱地盯着这位灰炮老者 对方让他有一种不一般的感觉 主人 小心 但乃是戒灵士 这是浩天塔的气灵开口说道 戒灵士 这是什么 叶军林眼中露出疑惑的表情 主人 戒灵士乃是欢宇之中 类似于精神力修者的一种特殊修行者 他们通过灵魂沟通天地 可以连接一世界 从而获得一世界的力量 浩天塔气灵一回答道 一世界 叶军林眉头一皱 那气灵再次回答道 一世界乃是处于一时空的世界 可我们不是一个时空未面第一存在 因此我们无法发现进入 但戒灵士却能通过灵魂力量沟通连接一世界 从而获得一世界的神秘力量 这么厉害 叶军林在了解完戒灵士的能力之后 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主人 戒灵士也有实力强弱 从最差的一品戒灵士到顶尖的九品戒灵士 而眼前这人 应该最少有着三品戒灵士的实力 浩天塔气灵继续说道 而这时 那位无尽火鱼的戒灵士 一双森冷如黑洞的母子 注视着叶军林 小子 敢在无尽火鱼放肆 你的胆子还真不小 但你的生命也就到此终结了 哄 这位戒灵士话音一落 一股无形的力量爆发出来 直接朝着叶军林轰杀而去 而这便是戒灵力量 也就是戒灵士掌控的意识戒力量 当即叶军林调动全部力量轰杀而出 硬撼对方这一击 轰轰轰 一时间 轰鸣声不绝于耳 滔天的力量爆发出来 叶军林的身子被轰的爆退 戒灵士还真是不简单 叶军林难难自语 能死在本戒灵士的手中 也算是你的龙性了 这位戒灵士看着叶军林冷恒一声 再次出手 戒灵士又如何 想杀我 你还不够格 叶军林面色一沉 冷冷的喝道 他直接疯狂催动禁忌命格 激发出无尽的禁忌之力 猛的喝道 静之末日 这一刻 叶军林施展出上次在死亡之谷 对付那神秘青年施展过的禁忌之术 轰轰轰 随着这招施展出来 天崩地裂 万物即灭 刹那间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 发自灵魂深处的死亡感 他们面色一变 瞳孔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而那位借灵师同样感受到了一股 无形的力量 禁锢着自己 让他有一种只能等死的感觉 去死吧 叶军林施展完这门禁忌之术 直接朝着那截灵师轰沙而去 一副药合起同归于尽的架势 刷 这是一旁的炎战神似一变 刚要出手 结果那截灵师身上 爆发出一股神秘的灰色光芒 轰 这道光芒一爆发出来 直接笼罩着叶军林和那截灵师 下一秒 叶军林眼前光景一变 他便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灰蒙蒙的空间之中 这是什么地方 叶军林眉头紧皱到 而这是浩天塔气灵说道 主人小心 这是戒灵师的戒灵空间 乃是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存在 相当于连接异世界的通道 在这里 戒灵师可以完全动用异世界的力量进行攻击 而主人的力量则会完全受到压制 刷 顿时叶军林神似一变 他发现身处于这个戒灵空间中 他爆发出的禁忌之术 完全失去了效果 而那戒灵师冷冷地看着叶军林 没想到你小子竟然拥有着 传说中的禁忌命格 怪不得这般嚣张 不过可惜你碰到了老夫 今日老夫便让你看看 戒灵师真正的力量 当即 这戒灵师双手捏着玄傲的硬诀 顿时这戒灵空间中 传出一阵阵阴森的声音 一道道暗灰色的火焰 从这戒灵空间的四面八方涌现而来 最后凝聚成一尊异兽 这尊异兽一出现 便让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甚至灵魂都在发颤 暗灵兽 它就是你新的食物 去吧 这时那位戒灵师看着这尊异兽教导 刹那间 这尊异兽朝着叶军林直接扑来 而他一双空洞的眸子 闪烁着神秘的光泽 蕴含着可怕的灵魂力量 当即叶军林便感觉灵魂一颤 有一种灵魂要被吞噬掉的感觉 显然这尊异兽并不简单 主人 小心 这乃是魂兽 专门吞噬灵魂的 浩天塔气灵教导 哄 瞬间这尊魂兽便冲到了叶军林面前 欲要吞噬他的灵魂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 叶军林灵魂上方的黑洞默然一颤 发出一道神秘的低音声 好似有一手在嘶吼 啊 顿时这尊魂兽发出一道痛苦的惨叫声 他整个身子当场炸开了 呃 这一幕让那位戒灵师面色一变 眼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你 他看着叶军林叫道 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 而此刻叶军林同样震惊不已 刚才那声音是黑洞中传来的 难道这黑洞内 真的有什么东西存在 叶军林眉头紧皱 目光不断闪烁着 该死的小子去死吧 这时那戒灵师回过神来 面色阴沉的盯着叶军林 他直接出手朝着叶军林轰沙而去 轰 漠然 叶军林灵魂上方的黑洞在此一颤 一股无形的吞噬力量爆发出来 直接笼罩着这位戒灵师 顿时这位戒灵师便动弹不得了 而他的灵魂则是不断朝着 叶军林灵魂上方的黑洞涌去 啊 这位戒灵师发出痛苦的叫声 眼中露出惊恐的目光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灵魂 被吞噬一空 哼 最终 这位戒灵师身体直接炸开 而戒灵空间轰然粉碎 叶军林再次出现在了无尽火域中 你竟然还活着 他呢 这时严战看着叶军林出现 面色一变 他原本以为以那戒灵师的实力 此次早就已经死了 却没想到他还活着 反而是那戒灵师不再了 那老东西已经死了 叶军林将心中关于黑洞的疑惑压了下去 看着严战拢目道 而他的话让严战和四周围观的 严界强者都是一惊 此次竟然能斩杀一位戒灵师 这怎么可能 看来我还是太小看你了 不愧是拥有着叶族血脉的传人 严战面色一沉 死死地盯着叶军林 他就是那位叶族传人 漠然 四周围观的各大势力之主 都是一惊 纷纷盯着叶军林 他们虽然知晓当年的叶族 还有一位传人存在 却不知道那人便是叶军林 行了 别废话了 要打就赶紧的 叶军林冷冷的哼道 今日 你必死 严战一步踏出 他双手一战 恐怖的借主镜强者力量爆发出来 他直接朝着叶军林冲去 一拳轰杀而出 第813章 破望置眼的新主人 轰 面对着严战这一拳 叶军林毫不退让 调动一身力量 一拳狠狠扎出 两者的拳头轰击在一起 传出一道惊天巨像 登登登 叶军林的身子被轰的连连后退 这戒主镜的力量的确恐怖 而且严战因为常年经历着烈火淬炼 他的肉身之力同样强悍 堪比肉身修行者 再来 而叶军林看着严战展现出的力量 不仅没有后退 反而眼中闪烁着兴奋而狂热的目光 他再次朝着对方冲去 轰轰轰 这一刻 两人直接赤手空拳的激战在一起 双方拳头不断对轰 没有任何招式神通 有的就是最为纯粹的力量 一开始叶军林面对着这位戒主镜强者的攻击 完全处于下崩 但一番激战过后 叶军林魔神肢体的力量 被不断激发出来 越战越猛 反而开始逐渐占据着上风 而在这激战的过程中 叶军林的无天血脉也是全部激发了出来 使得他战力暴涨 轰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道惊天巨像传出 叶军林的无天血脉 直接突破到了18重 他一身力量暴涨 一拳直接将严战轰得暴退 这一幕让围观的众人狠狠一惊 此子竟然击退了 拥有着戒主镜实力的严族组长 而且这位严族组长 可是一位戒主镜八重的强者 竟然被这个严族传人击退了 让人无法置信 此子太妖孽了 一时间严戒各大强者纷纷震撼道 严战也是死死的盯着叶军林 他没想到自己和对方的一番激战 不仅没有将其拿下 反而帮助其血脉突破了 打敌真爽 再来 此时叶军林看着体内暴涨的无天血脉 一脸兴奋的表情 他看着严战眼中充满了战意 当即就要和对方再战一场 但严战神似一尘 冷道你不用太高兴了 刚才只不过是热身而已 接下来便是你的死亡时刻了 随后严战一步踏出 双臂一展 口中默默念叨着 轰轰轰 瞬间无尽火域之中 九道恐怖的火焰爆发出来 散发着足以让戒主镜强者 都直接奔面的气息 九道异火 这难道就是当年严祖掌控的那九道异火吗 传言这九道异火 随便一道都拥有着 奔面一方大千世界的威力 九大异火集合 更是有着无上之威 当年严祖就是凭借着这九道异火 开创无尽火域 成为大千世界中顶级强者 那三大超级势力之主 看着这九道火焰 一个个神色一变 眼中露出震撼而畏惧的光芒 其他人看着这九道火焰 更是面露恐惧的表情 而叶君灵看着这九道火焰 眉头也是一皱 这九道火焰的确不一般 比至叶君灵体内 融合了朱雀真火和凤凰真火之后的新火焰都不差 不知将这九道火焰和体内火焰相融合 会变成什么样 随即叶君灵暗暗嘀咕着 而此刻 严战一脸严肃 神情凝重的喝道 以严祖之血 凝怒火之连 轰 随后 严战体内集射出九道血光 朝着这九道火焰冲去 而这九道火焰融合了严战的鲜血之后 传出一阵轰鸣声 散发出的气息更加恐怖 下一秒 在严战的操控之下 这九道火焰开始汇聚在一起 进行融合 他竟然要将这九道火焰融合 这时那三大超级势力之主都是一惊 此法 唯有当年的严祖才尝试过 毕竟要将九道强大的火焰同时融合 这可不是一件说错就能做到的事 一旦失败 那极有可能直接陨落 而在严战激发蕴含严祖血脉的鲜血加持之下 这九道火焰倒是渐渐的融合在了一起 最终 这九道强大的异火 全部融合在一起 并且凝聚成了一道火焰 这道火焰的威力之强 则让整个严界之人 都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星际感 有一种凡人面对着核弹的感觉 就连夜军灵面对着这道火焰 都产生了强烈的死亡窒息感 这道火焰如今的威力之强 怕是能够摧毁整个严界 严战别冲动 这是严界的三大超级势力之主面色一变 看着严战连忙叫道 一旦这道火焰真正的爆发出来 怕是整个严界都要没了 他们自然要阻止 但严战却是完全没有在意他们的呼喊 而是死死的盯着夜军灵喝道 去死吧 轰 瞬间 这道融合了九道一伙的火焰 直接朝着夜军灵轰杀而去 传出一道惊天巨响 快逃 顿时那三大超级势力之主 纷纷大叫道 他们一个个忙不列颠的疯狂后退 面露惊骇之色 而其他围观的人感受着那道火焰爆发出的气息之恐怖 也是被吓破了胆 疯狂逃离者 但这时 却有一人不对反进 朝着这道火焰冲去 此人正是夜军灵 轰 瞬间夜军灵就和这道火焰轰击在一起 那火焰直接将它吞噬掉了 其中蕴含的力量并未完全爆发出来 当即撤退的众人都是纷纷一愣 停下脚步 露出疑惑的神色 这小子就这么死了吗 他恐怕已经被这道火焰 瞬间蒸发成虚无了 那三大超级势力之主议论者 严战却是眉头一皱 感受到了一丝不对劲 与此同时 在三千大千世界的某个世界之中 一座宫殿之中 传出一道轰鸣声 一位穿着华丽宫装长裙 五官绝美 气质超凡 散发着强大气场的女人走了出来 她一双眸子深邃而明亮 好似能看透天地 无双恭喜你成功融合这破网之言了 这下新一届大千龙绑 你必然能位列前三 这时 一位青年出现在这 看着这女子欣喜到 一副甜狗那样 而这女人高养着头颅 人傲道 区区大千龙绑算得了什么 我要的乃是慕容 无双四个字 出现在苍穹榜上 苍穹榜 青年听到这三个字 面色一变 随即这女人目光扫向那青年 对了 那个女人解决了吗 放心 她没了这破网之眼 她是早就死在那三尊凶兽手中了 青年回答道 你再回去一趟 确认一下她死没死 她若没死 便将其错骨扬灰 还有和她有关系的所有人都杀了 一个毒不能流 我不想让人知道 破网之眼曾经被一个卑贱的罗伊索拥有过 明白吗 这女人一脸阴狠毒辣的喝道 青年听到此话 内心微微一颤 点了点头 而这女人一脸强势的说道 破网之眼 只有我慕容无双才配拥有 其他贱人拥有 那便该死